造车之故史提思学人 无门关第八则 大四八 二九四上 岳安和尚问森 西中造车一百伏 拈雀两头 去雀轴 名胜摩边士 即位西中 乃皇帝时发明造车术之人 曾造车一百伏 然而一一分离之 却问当该如何 辟若行人 只注重行事上之礼拜 苦行 而不能从心上下功夫 至灵命中时 四大分离 修行之功得意亡灭 犹如粘雀两头 分离其轴 则亦无车之作用 续传灯路卷二十九 五灯会员卷二十 P4075 梭 西弹字 SA 幼座 撒 错 撒 扎 三 参 散 为西弹体文变口身之地七 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密教常称 缩 自卫地 自相潜略是坐地之意 自义生密是坐地不可得之意 金刚顶经是字母品称 缩 自门为一切法一切地不可得顾 文书问经是为宪圣正一切至身 泛 Sarvohenbisembetana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八位 缩者为众生演说正法 令心欢喜之意 大品班若经卷五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P4076 缩多吉里 泛名阿达 吉里 又坐缩多吉里 沙多吉里 乃皮沙门天之眷属 八大要插将之一 于密超问答中 亦为众听 于梁亦孔雀经中 亦坐七山主 亦静则亦为平山 于阿舍里所传曼陀罗中 位于皮沙门东边之地七位 大日经书卷五 P4076 缩多婆赫王 缩多婆赫 泛名Estavanna 又坐缩多婆汉纳王 亦为尹正旺 吉南印度交萨罗国之王 皈依龙树 以新龙佛教著名 据大唐西玉记卷十载 该王深信佛法 崇敬龙树 曾决凿齐国之西南 拔罗莫罗骑离山 以建迦兰 又招请千僧礼诵 蒋宣大成方等经典 整拔兴起垂灭之法 广令经论流传于世 王常从龙树习药树 经受年而行貌不衰 其太子早遇的位 听母之教 起龙树请王自财 王文儿大悲 寻异命中 龙树曾以祭成树十善 七爵之 十二因缘等大旨 赠与王 南海祭归内法船卷四赞永之礼 大五四二二七下 龙树菩萨以师代书 名为苏协里离屈 亦未密有书 寄予旧谈阅南方大国王 号梭多婆汉那 明是赢的家 大方等五响经卷五 龙树菩萨传 龙树菩萨劝借王送 龙树菩萨劝发诸王要记 P4076 苏加陀 梵名Svigata 巴利名Sgata 又作修加陀 意义为善来 为佛陀弟子之一 出生之时 容貌可爱 以表装颜 其父见之 内心欢喜 乃言善来 应以为名 其后正的身文果 巨火界神通 有不疲奈耶卷四十二 饮酒学处 P4076 苏赫 范与萨 亦与苏婆同 为贪忍之义 故又亦作忍徒 死界之众生 安忍诸烦恼 不肯出离 故称其土为苏赫 参阅 苏婆 四千零七十七 二又一座石榴 为北本大班涅盘金卷二十五中所举之要名 产于雪山 人若见之 得无量寿 无有病苦 惠灵鹰一卷二十六 P4076 缩度 泛语 S.D.H.U. 亦作善 善哉 为气和几一时所作之今探语 又为持戒作法 挨扎问答时所用之词 有部百一截魔卷一 南海济规内法船卷一P4077 缩止多臣 缩止多 泛名S.KIDA 巴黎名S.KIDA 又作沙止太臣 缩鸡多臣 缩止多臣 或作婆止多臣 婆赤多臣 婆止臣 婆 未 缩 之物 位于中印度舍卫尘之南 与焦萨罗国南方之阿鱼舍 尘隔阂相望 附近有安善灵 佛履于其地说法 尘南有大家兰 未提婆舍摩阿罗汉者 识生族论之所 亦是渠婆阿罗汉者 圣教要识论之所 亦为护法菩萨破晓 尘论师之所 如来曾于此的话导 1996年 其地在京联河州地方之沸扎巴德市 附近 长阿含金卷三高森法显传 大唐西玉记卷五顶索家国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三 P4077 苏扎扎加罗 梭扎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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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座杰皮罗 亦为黄法 金头或归种 印度古仙人名 为树论派之祖 因其虚法面色皆黄赤 故号为黄赤色仙人 成为十论数计卷 以旋印 因一卷二十三 P4077 苏扎加婆罗 山 苏扎加婆罗 泛名凯克罗 Parfata 又坐着加罗 山 意味铁为山 佛教之世界说中 以须弥山为中心 而有八山八海围绕之 最外侧位铁为山 如此构成一小世界 参阅 铁为山 六千八百七十八 P4077 苏扎 泛与 又一沙喝 缩喝 所喝 意意忍 贪忍 能忍 忍徒 指苏扎世界 泛Sol Local Tuesday 即是加木尼 进行教化之现实世界 此界众生安于十二 忍受诸烦恼 不肯出离 顾名为人 又有诸佛菩萨行利乐时 贪受诸苦恼之意 表其无畏与慈悲 又一座杂恶 杂会 为娑婆国土为三恶 无趣杂会之所 此外 娑婆 亦词远 指我人 所著之 言 福提 后世 岁成为 仪世家佛 所教化之三千 大千世界 而总称 百亿 须弥山 世界 为娑婆 并以 世尊 为娑婆 世界之本师 法华文句 卷二下 法华 玄赞 卷二 大唐 西域 记 卷 一批 4077 缩婆 及济光 为充满瓦力 荆棘之 缩婆 世界 及珍藏 就禁之 济光 土 凡济光 土之体 据法身 般若 解脱 三德 若以众身 之鉴 则为 获 业 苦 之 三道 因此 虽为珍藏 就禁 之 净土 然非 为离此 充满瓦力 荆棘 及 之 缩婆 世界 而 有一别体 存在 故以 果佛 之 眼观 之 此 缩婆 世界 及 济光 净土 P4077 缩婆 婆 巴 斯 哈 斯克 为 刀利 天 之主 第四天 之别 称 又 做 婆 婆 婆 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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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妥 第四天 有 众多 之 一 称 教常见者 有 世提 环英 教师 家 英 陀螺 等 而每一名称之由来均有其缘起 据杂阿涵卷四十载 一笔秋 曾请问佛陀 世提环英 何以有世提环英 富兰陀罗 摩家婆 梭婆婆 教师家 千眼等一名 佛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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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之解说 第四天 各种 一称之由来 其中为 第四天 本为人 时 常以婆 生 私 一 范 菲 沙 佛 又 做婆 生 合一 布施 公 养 沙 门 婆 罗门 等 故有 娑婆 婆 之称 又 其他 经论 亦 多处载 有 第四天 之各种 一称 法院 朱陵卷 二 参阅 第四天 三千七百七十六 批四千零七十八 苏杰罗龙王 泛名 Escara Engardia 又 做 苏加罗龙王 苏杰罗 亿亿 为海 八大龙王之一 依其所住之海 而得名 龙宫居大海底 纵广八万游巡 七重宫墙 七重兰笋 七重罗网 七重行术 周扎皆以七宝岩氏 无数众鸟和鸣 燃珠龙皆为金翅鸟所食 井梭杰罗龙王 南陀龙王等十六龙王 幸免此难 此龙未将与龙神 古来其羽皆以之为本尊 又此龙为千首观音之眷属 为观音二十八步众之一 身成赤白色 左手执赤龙 右手握刀 壮胜威武 其女年八岁 智慧立根 以持法华经之功 即身成佛 现男子身 具菩萨行 海龙王经 佛为海龙王说法应经 佛为梭加罗龙王所说大臣经等诛经 皆为佛对此龙王所说之法 常阿含经卷十九龙鸟平 启示经卷五 法华文句卷二下 华言经书卷五 P4078 所为得力 以泛名Savet 废陀中显现太阳功能方面之神 或极止太阳 意味鼓舞者 生殖者 创造者 其形象 全身金色 成金色车 持诚于上下界 能将人由睡眠中唤醒 夜间则能使人入睡 并能令神 人不死 引导死者灵魂升天 即受婆罗门教之崇拜 二元为废陀中赞美 所为得力赞歌之名称 一般称为加耶德利 范爵 后来成为女神明 又或为范天之妻 女 或为火神阿奇尼之妻 亦有所为独立之神 聚三头 手持念珠 浮沉语书 三位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模 赫婆罗多 范茉茉 B.H.Rader 插画 所为得力中女主角之名字 P.4078 梭罗士法底节 范名Soresfat P.J. 印度婆罗门教 印度教节日 为纪念梭罗士法底 范Soresfat 意义变才天女 所举行者 时间在印力之魔区月或新月 范M.Ga 相当于公历一二月 此时不仅为梭罗士法底造像 凡如笔、墨水、纸张、书籍等能获得知识之工具 接受教徒之崇拜 P.4078 梭罗T聚落 梭罗仪 范名S.Raf 意义为调育成 为佛是时印度之聚落名 世尊曾从周兰纳梭陀罗 经加兰纳妇罗聚落 至此聚落油画人间 其后又经卢西多科苏都聚落 前往恒河河岸 继续形化说法 佛本行集经卷33 P.4079 梭罗加灵提 范语S.Raf K.RA 梭罗 为梭罗梭之略称 乃二鸟之名 此二鸟如鸳鸯 形影不离 出双入对 佛以此二鸟欲菩萨之一行 一切行共行 南本大班涅盘经卷3 P.4079 梭罗梭鸟 梭罗梭 梵语S.Raf 慧林英一卷二十五亿座共行鸟或白鹤 大日经书卷三岩此鸟壮四鸢鸯而稍大 深圣清雅 我国无知 故慧一而一未宴 P.4079 梭罗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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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名S.Logopta 异一味真骨 唐代镇的银川 河南长阁县西 人 俗姓孟 身足年不祥 十四岁 急于泛水等词四剃法 经两三载 云游四海 寻师访道 网安周大游禅师处西方等 述寻及庙县前 赴参乡周善导禅师受弥陀盛行 师一身情学不倦 学通三藏 曾西行囚法 居指三年归国 宣扬律学 教化无数 然未及三年及世纪 大唐西域囚法 高森传卷下 P.4079 梭罗华 亦梭罗 梭罗树之花 其色蛋黄 属山茶花科 其果实可供实用 二藏仪石 勘前所供之白纸花 世尊涅磐石 梭罗双树变白 后人取其故事 以白纸做梭罗花 用于藏礼 P.4079 梭罗树 梭罗 梵语LA 有坚固 高原之乙 又做沙罗树 萨罗树 苏联树 学名 Shoria Robusta 属龙脑香科之桥木 产于印度等热带地方 其高约32公尺 夜长椭圆形而间 长约16至25公分 宽约10至16公分 花小橙淡黄色 材质圣兼 弓箭竹用 其树枝可代替利青 种子能榨油 传为过去七佛中第三 毗舍婆佛之道常数 长阿涵卷一大本经 大一、二中 毗舍婆佛做梭罗树下 成最正觉 中印度居施纳罗 城外梭罗树灵意 以世尊班涅槃之圣地而闻名 据诸经之记载 世尊于居施纳阶罗城外 将入涅槃时 其卧床四边各有同根 伸缩罗树一双 其树每边一双中之一株 因悲伤而惨然变白 枝叶、花果、皮干皆爆裂堕落 逐渐枯萎 另一株则尚存 故此双树亦称似枯似榕树 或非枯非榕树 已故 岁有东方双树为 常与无常 西方双树为 我与无我 南方位 乐与无乐 北方位 静与不静 等之辟语 又因枯萎之梭罗树成白色 如赫灵帽 故意称赫灵 另一大班涅盘经书卷一所在 梭罗双树者 一方二珠 四方八珠 西高五丈 四枯四戎 下根相连 上枝相合 其叶风味 滑如车轮 果大若平 味甘如蜜 故古来称此树林为双树林 兼固林 兼固林 兼林 有不疲奈耶杂氏卷三十七 大班涅盘经习解卷二 磨喝止观卷七之上 批四千零七十九 梭罗树王 开夫华王如来 犯S.A.Q.S.N.T.A. T.S.K.T.S.K.T.S.K.T.E. 为蜜教胎藏界曼陀罗中台八夜 越南方之如来明 此如来万得开夫 皆至金刚十祭 故以梭罗树 泛欧 知华凡茂 兼固不坏 以欲其二得 其身成金色 通肩披袈裟 右手掌向外仰 指端垂下 左手指袈裟 至于其侧 秘号平等金刚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 大日经书卷四 批四千零八十 娘举渣 疾愤始虫 其嘴如针 故又称针口虫 此虫能穿骨十岁 玄印音卷二十五 批四千零八十 那西坛字的 右座陀 图那 那 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瑜伽金刚 顶金字母品 大一八 三三八下 那字门 一切法师不可得固 大品班若金卷五 第十九广成品 大八 二五六上 驼字门 诸法善心生故 亦师相故 大日经卷二亦举师不可得之矣 此以范语DNA 不失 之亦是之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二五 四零七下 驼字门 诸法善心生故 乃以范语道吗 调福 善 之亦解之 方广大庄严精卷四四书品 六十华严精普贤菩萨行品 北本大班涅盘精卷八 P4080 纳多加色 范语Denta KHA 右座蝉多米色叉 亦做齿木 羊枝 未比丘十八物之一 古印度人鱼饭后每以羊枝踢牙 故称此种可供清洁牙齿之细羊枝味齿木 梵羊枝 梵羊枝 五千四百八十七 P4080 那加 梵羽Naga 不动之意 一座山 树木 或植物 大日经书卷三 P4080 那耶 梵羽Naya 亦做成 即理去 道之意 未从一念善根乃至成佛 于其中依依诸的所成之法 所行之道通明为那耶 大日经书卷三 P4080 余乐 一 印度 佛世以来 比丘教团需遵守离歌舞观听界 静止听 看音乐 歌 演剧等 一集教团静止一切娱乐 仅准许配有教导文具之节拍与歌颂 直至纪元前后 大臣佛教兴起 于佛塔里拜供养中 使采用音乐 合唱 演剧等方式 大臣佛教知诗人马明 范Avaoay 即长余诗与音乐 曾作名剧赖扎和罗 范Avaoay 据云上演后 有五百王子出家 二 中国 唐代时 寺院即位民众文化中心地 亦是民众娱乐场 前夕百所传南部新书中即位 长安戏场多集中于慈恩寺 少部分于青龙寺 其次有剑福寺 永寿寺 此等大寺院除位戏场集中之处 并形成市集而为市民娱乐之中心 又寺院美建于明圣之地 拥有明圆之寺 常成为游览者云集之处 例如慈恩寺 新唐寺 新善寺等 以栽培牡丹花 而持明远近 宋十个寺院之年中行事 必行成盛大之市集 而为市民集娱乐之所 其时常有以谈故事 例如说书 之方式演说佛法于其中 以教化娱乐民众 日本 天平圣堡四年 七百五十二 日本东大寺举行大佛开演供养时 曾上演印度传来之假面具 极乐 其他各四亿常上演高利乐 伯海乐以娱乐民众 空也上人所创始之念佛勇 后来演变成一变上人之勇念佛 且因而普遍流行全国 此类宗教性质之念勇 于后世更产生六斋念佛 登陆勇 泡斋念佛 格西念佛 陆导勇等形式 其中部分且保留至今 此外 念佛勇大臣于由初云阿国所创之歌舞技 为江户时代民众重要娱乐之一 始自是挺时代 而甚于江户时代之五家是乐极受重视 且形成当时市民之重要音乐 其词张大多取才自佛教 取调义以佛教范背 声明之节拍为基础 江户时代民间流行之朋友 佛法双六等于乐 均以佛教教法内容为其基础 P4081 孙陀利 范明桑德 以佑作须陀利 酸陀利 酸陀难题 意义为好手 可爱 佛在世时 常有营女孙陀利 在大众中邦佛 是为佛十男之一 兴起行经卷上孙陀利 素元经 背经超等皆 也载有孙陀利过去素世之因缘 六度即经卷五世 加弊最经 佛五百弟子自说本其今世尊品 一族经卷上须陀利经 二孙陀罗南陀尊者出家前之妻之名 亦亦未艳 法华玄赞卷一 三罗汉明 有一句落之小儿 生儿端正 明孙陀利 波斯逆王律此小儿 亦佛所 佛未说四地法 小儿悟道 佛说其素因 载于百元经卷十 P4081 孙陀罗南陀 梵名Sundara Nanda 亦亦做宴席 本名南陀 因其七名孙陀利 故以孙陀罗南陀名之 未竟梵王第二子 世尊之义母帝 身长一丈五尺四寸 荣姿端正 聚三十香 与佛香比为 缺白蚝香及耳垂尖相 佛尘道后度其出家 正阿罗汉果 增益阿韩经卷三 佛本行及经卷十一 参阅 南陀 六千七百二十二 P4082 孙陀罗南陀 孙陀罗南陀 诗 梵名Sundara Nanda Kefaya 印度佛教诗人 马明 梵Avaoay 这于二世纪寝 内分十八章 主要叙述 世尊之义母帝 南陀 今世尊之指导 而出家 修行 得成就之经历 病术及佳皮罗臣 范Koplavis 近范王 及南陀 与七孙陀利之爱情故事等 马明 以此书阐明其大臣佛教思想 未出其大臣思想史上之重要文献 本书与马明之另一著作 大臣其信论 于思想上 有密切之关系 此外 后世于家行派之思想 受本书之影响极大 P4082 孙婆菩萨 孙婆 范明桑哈 密教宪徒 胎藏界曼陀罗位于金刚首院第一列之菩萨 是居第六位金刚全菩萨之左侧 全身成肉色 者天衣 解法宝观 交进而坐 左手持一股处 狠于肩侧 右手成拳 当于胸前 拇指与小指树立 于三指弯曲 三昧耶行为一股处 密号为最圣金刚 密葬祭 胎藏界七级卷上 P4082 孙张清阳 1913 1992 湖南人 平素热心工艺 于弘法事业更不遗余力 曾任贵州都云慈幼院院长 并协助太虚大师发展佛教文化事业 来台后 先后出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 对护教护僧 贡献至大 后又任台北市善导寺董事会董事长 中华佛教文化管印葬会常务委员 曾发起影印大政葬 并捐资收回本属佛教产业之善导寺 以为弘法研学之道场 P4082 孙一仙 1866 1925 广东中山人 明文 浩一仙 民国以后 世人称之为中山先生 早岁赴夏威以及香港西医书院就读 毕业后即展开救国行动 先后成立新众会 同盟会 领导国民革命 历经十次失败 终于在1910年10月10日武昌一役 推翻满清 瓦解数千年来之地制 缔造中华民国 创立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 中国国民党总理 民国14年3月12日 病逝于北平 藏于南京紫金山 29年4月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之为国父 国父对佛法有甚深之体认 其革命思想中含运着大臣佛法之精益 言论中美赞扬佛法 于对军人之讲眼中 将三民主义与佛教并列为救世之人 民族主义第四讲中 更指出佛学能补科学之篇 民国五年有普陀山 清篤观音菩萨显灵 并特撰文至之 十三年 率军北伐至巨韶观十余公里之华南寺 于参间谈六祖会能 除赞叹随行之田环金于佛典 并为如等须知 佛教平等 众博爱 于知智利国民革命 义是讲平等 众博爱 慈悲救世 主指正父相同 中国佛教静代史第十八章 东初 P4082 孙硕 东静中旗之思想家 太原中都 位于山西 人 自新宫 少有高智 博学善诗文 初暴欺隐之智 居于惠基 广游山水 后入仕途 观至亭未卿 喜与高僧交由 笃信佛法 永和九年 三百五十三 参加蓝亭之会 好老庄之学 且精通佛 如 其文章被评为一时之观 这有论语极解 老字赞 欲道论 道贤论 天台山赋 岁出赋等 禁书卷五十六 P4083 孙权 一百八十二 兩百五十二 三国时代无国 兩百二十二 兩百七十九 知开国帝王 吴郡赴春仁 自重谋 好霞 仰氏 受封吴王 为九自立位帝 建国于江东 都建康 晚年信转岗壁 言行乏路 又好神仙术 一度浅降入海囚淡周仙山 曾于江南初建佛寺 好建初寺 以其地名为佛陀礼 对于大义经家之千集高僧康僧慧 则有理有佳 三国智卷四十七 P4083 亥 泛宇 非愛 未心所之一 指欲损害他人之心 属有不小烦恼的法之一 法相踪随烦恼之一 与此相反之心 称为不害 泛宇 即不损害他人之心 属大善的法之一 参阅 不害 983 P4083 亥未证法宗 又称亥未证法论 外道十六宗之一 執着以咒术扰害生命 而能升天之外道 法院易玲张卷一位 诸婆罗门玉石肉 望起此论 未若未四词咒术时 无论能四者 诸著伴者 所害者等 皆得升天 余家诗的论卷七 显阳圣教论卷十 P4083 亥诀 亥诀 又作脑诀 三诀之一 八诀之一 未欲加害于他人之心 无量寿经书卷上 静影 P4084 家狗 家狗 家狗驯服而不畏人 借以辟玉田惠等烦恼随逐于生而难以去除之 北梁潭无称一只大班涅盘金卷十五 大一二 四五三下 如家犬不畏于人 山林野路见人不走 田惠难去如首家狗 慈心一诗如彼野路 往生药集卷中末 P4084 家珍 自家中之珍宝 禅灵中 转至人人本具之佛性 无门观自叙 大四八 二九二中 其不见到 从门入者 不是家珍 从原的者 始终成坏 P4084 家珍圣者 家珍 为泛语 Kula Kula之意义 细小成圣者之名 唯二十七贤圣之一 十八有学之一 即只生闻四果中之意来象 以断玉界三 四品修获 而于命中十 三或二次受身于玉界人天间之圣者 此类圣者由甲家转生至乙家 或三生或二生 正极果 入涅槃 故称佳佳 其受身次数可别为二 一 三生佳佳 为断玉界三品修获 寂灭四生 由于六品者 二 二生佳佳 断玉界四品修获 寂灭五生 人于五品者 若依受身之种类 则可分为 一天佳佳 为于天去受三或二生 而正缘济者 二 人佳佳 于人去受三或二生 而正缘济者 此外 又有不厌寿生之平等佳佳 与厌寿生之不等佳佳等分别 巨社论卷二十四 阿皮弹心论卷二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六十四 参阅四项四果 一千六百八十三 P四千零八十四 家庭经 范名GHYA 古印度沸陀记 一纲要书 与随文经 同属沸陀辅助文献 结经 范Kalpa Estra 之一部分 约成书于西元前四零零至二零零年间 书中详述家庭记之过程 此家庭记系印度民间传统风俗 与印度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举凡出身、命名、入学、毕业、婚嫁、丧葬等皆有记忆 又有临时及定期记之分 通常以一个中年不觉之记火 由家长或主妇在家行祭礼 祭品有古物、乳品、牺牲等 参阅 随文经 六千三百五十四 P四千零八十四 家神 指家庭之神及家宅之神 前者为一家之守护神 后者为保护家宅安泰之神 主要流行于家族社会之家庭 如我国和族家中供奉祖先之牌位 是祖先之灵位守护家庭之神 厨房则供奉造军 祈求保护家宅安泰 西方如古代之罗马 每年护神节时 于田产或房舍皮莲处祭祠 护神拉尔、拉或拉里斯 是位另一形式之家神 P四千零八十四 家常、日常之事 如搬财、运水、吃饭、穿衣等事 若用心体会 则日常一切无非佛法 正法眼藏卷九十五 P四千零八十五 家教、又做家训 为小餐之别名 指禅林中非时之说法 以别于上堂说法之大餐 据死心与路仔 所谓家教、即指小餐 譬如人家有三五儿子 大的今日干盛事 小的今日干盛事 有无措处 晚间归来 父母依依处短 P四千零八十五 家祭 范名S.A.S.K.R.A. 又做家庭祭 印度婆罗门教徒于家中举行之一种祭仪 现已成为民间风俗以礼 大别为两类 第一类由投胎至结婚 共十二种 称十二禁法 一、受胎礼 二、成男礼 祈求胎儿为难 三、分法礼 祈求胎儿顺利出生 四、出胎礼 产前除恶魔捣乱 五、命名礼 产后十日命名 六、出游礼 父母携婴儿出游 七、养不礼 求子富贵 八、截法礼 因儿期结束 进入儿童期 九、替法礼 儿童期结束 已达成年期 十、入法礼 正式成为婆罗门教徒 十一、归家礼 离开施迦之前 先沐浴归家 十二、结婚礼 第二类未婚后所行之祭典 主要有七种 一、星满月祭 范佩瑞 二、修罗瓦那祭 范RVA 七、八月之旺日举行 三、阿修瓦游籍祭 范AVLCH 祈求家处兴旺 四、阿古罗哈耶那祭 范格燕 源于十月举行 后改为一月之旺日夜 假想此夜未一年 祈求春、夏、秋、雨 东午祭封条雨顺 五、嘉义特罗祭 范KD 三至四月之月满日 六、阿修他卡祭 范AAK 一年之休息时期 以娱乐为止 七、祖先祭 范RVA 有藏仪 P4085 家政、为密教之习栽法 修法之时 以不动明王位本尊 口诵真言 而其愿之 若由朝廷行之 则为国政或安政国家法 若由明家行之 则称家政或政宅 后者乃造新宅时 其其家宅安稳所修之秘法 参阅、安政法 2410 P4085 燕座 燕座 又座燕座 安生正座之义 指座禅 又为座禅 之代名词 参阅、燕座 六千两百六十六 P4085 燕祭 又座圆祭 灭盘、泛尔非 之心义 圆满一切智德 既灭一切霍业之义 又转位安然入祭 只离生死之苦 圆满成就果德之 圣贤之死 又一般亦称僧侣之世世 法华精化成育品 班若新经略书 P4085 燕末 安然而舍末 末即无言 与说相对 诸佛菩萨或说或末 皆能显现无穷妙力 大明三藏法术卷四 P4085 公本正尊 1893 1983 日本佛教学者 心系献人 初入千业医学专门学校 后转向佛学 毕业于真宗大古大学 1921年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及大学院工读 毕业后 即任东京大学讲师 并至牛津大学留学 返日后 历任东京 早稻田 居则各大学教授 日本学术会议会员 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理事长 主要著作有龙树 根本中空 大臣小臣 中道思想及发达 百论论书绘本 大臣佛教成历史的研究 佛教根本真理等书 P4086 公佑圣 1921 日本佛教学者 1948年东北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毕业 任高野山大学教授 从事印度及西藏佛教原典文献佛教学等之研究 并编转印度伦理学用语词典 这有佛教之起源等书 P4086 公奖 入宫为皇帝或太子后妃等奖金 我国古代及日本多有此封 如前信佛法之招明太子于宫内别利会议殿 经常礼请民森讲论 P4086 荣有识 解释经论时 除证意外 容认邦义 称为荣有之说 亦称荣有之识 P4086 展手 洞山三路之一 禅林中 每一展手之动作表示又引接化之意 以及化意众生之方便做法 P4086 P4086 展单 禅林用语 若无晚餐时 则明 放餐中 三下 其时 全四之四重必展棉单作禅 后见 后见转用之 而以展单位放餐中之代用词 禅院清规卷二念诵条 P4086 展 展 席时禅林用斋前之重要行事 平日以复帕果之 将食时 展开复帕以取用之 称为展 展之法 于丛林清规中有其定法 将食时 先问训 后解开复帕 取试镜 将复帕横折位半 再纵折为三 后与持带当面近身横放 四展进京 盖于膝上 又开复帕叠成三角 向里令起枕 一脚垂床圆 四以两手起开丹 之下肤 腹右手 持向身之丹 愿盖于于上 举左手取 安放于丹之上 左边以两手食指并取分子 从小刺地斩之 不得坐身 如座位稍窄 只斩三即可 四开持带取持 横放于头坟之后 西之前 持之头向左 四纵放刷于头坟 与第二坟之间 刷之丙向外置放 禅院清规卷一副周饭条 P4086 斩转 斩转 范语 parapar 或onubrefer 右座转转 即顺次连续之意 顺次对照 称为斩转相对 或斩转相望 相互由他转身 则称为斩转相生 P4086 额山勺朔 1275 1365 日本曹洞宗僧 能登 石川县 人 俗姓园 出于比瑞山出家 后在嘉赫 石川县 大臣寺盟受少景之法 为久住持总持寺 其门人众多 由以太原宗征 通幻祭陵 无端祖环 大徹宗令 石峰良秀等五人著称于氏 并称五折 其后此五人且各立一派 大振宗峰 真至四年世纪 享年九十一 总持第二世 额山和尚形状 严宝传登陆卷七 P4086 额眉山 位于四川额眉县西南 约七公里处 为普贤菩萨显灵说法之道场 又坐额眉山 额眉山 佛教称为光明山 道教称为虚灵洞天 山脉由明山伸展而出 港链跌起 气势如虹 蜿蜒180余公里 周圆五六百公里 全山突起三主峰 称为大鹅 中鹅 小鹅 伊麦相连 主峰万佛顶海拔 三零九九公尺 宇武台山 普陀山 九化山等 共称我国四大陵山 自山路至山顶五十余公里 有七十余寺院 四十余山洞 百余十堪 其中圣受万年四位 普贤菩萨市县之中心道场 其起源乃因尽十菩翁见普贤菩萨显现 遂于此山见白水普贤寺 后历经各朝代重修 明万历年间 改称万年四 四中铜铁佛像 造型优美 铸造精良 为珍贵之佛教文物 此外另有福虎寺 鲍国寺 清英阁 黑龙江战道 先锋寺 金鼎 光香寺等 阶级著称 P4087 鵝眉山智 凡八卷 清代讲超传 明国印光大师重修 收在中国佛寺史智会堪第一集 鵝眉山位于四川鵝眉县西南 游路至顶有大小七十余寺 以豹国寺 福虎寺 湘子洞 金鼎寺为其最住者 三位普贤菩萨制道场 全山各四皆奉普贤菩萨 所有公关殿沙 古迹圣境 皆具足天然雅去 世人尊之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清康熙十一年 一千六百七十二 讲超巨井炎湖阁 亦额赖 编 额眉山至 民国十九年 一千九百三十 印光大师重修讲超之至 黎为八卷 分位十一门 心野图说 菩萨圣基 金山行圣 四安圣盖 感应灵异 历代高僧 王城外户 仙隐流域 古今一文 动植物产 讲边至于 为额眉山之全史 P4087 封入 日本佛教用语 日本修宴道之行者仰慕开祖一小脚之行义 前往参拜其遗迹 称为封入 通常以参拜大和大封山为主 每年自四月至九月间 须登山三回 其间必经禁节斋 完成一定之休业 且由仙达导引之 又以登山之次数 而给予仙达 大仙达之称呼 P4087 导使 导使 巴黎明迪 Pavase 又称导王统使 周使 约编于四 五世纪 住者不祥 为西兰现存最古编年史之史诗 系用巴黎语记述 与 大使 巴默Vasa 同为西兰编年史书之双臂 且为西兰佛教史研究 不可欠缺之文献 本书分二十二章 自简单叙述佛陀之生涯 及其至西兰弘法之世纪 与佛典之三次节集 不派史 阿育王之归佛等 主要资料取自教早之西兰文著作 一书 对第二次节集之记载较详细 书中记载之某些历史事实 与印度之史料一致 体材未叙事诗 内容重复及缺乏连贯性 由其结构上之不统一 可推之本书作者非锦义人 乃多数西兰诗人所集体编写成者 P4088 岛田翻根 1827 1907 日本之佛教外护者 出生于周房之儒家 后入天台宗席修宴道 广学百科 由伯通佛教一般性知之士 明治维心十环俗 在地方致力于教育 炫至东京 历任内务审设四局 修史局 更完成缩刷大藏经之伟大事业 明治四十年适世 适寿八十一 有佛教年表等一稿 岛田翻根 先生类词 P4088 岛的莫雷 1838 1911 日本净土真宗本院四派学者 周房人 游学各地 师氏雄本之源口珍水 庆应二年 1866 与大周铁然在秋开创学校 且任本山之参政 在明治维心时 建议新政府开设教部审 发行新闻 后又唱神佛分离之说 废止大教院制 致力于各宗独立 并为本山之宗正与玉才而尽力 且创立日本赤十字社 明治四十四年入祭 享年七十四 门弟子及其一稿 共乘五十三卷 岛的莫雷上人略传 日本佛教使刚卷下 P4088 差别 差别 一范与六一 别一之一 为 平等 之对称 指各个之性类 入人家经卷七法生平 大一六五五零中 大会 如来法生五应义者 则有二法 不同体相 如牛二脚 相似不义 见有别体 长短四义 大会 若如是一切诸法应无相义 而有相义 如牛左脚义右脚 右脚义左脚 如是长短相带个别 如色种种彼此差别 大宝基金卷八十五受幻师拔陀罗纪会 大制度论卷三十五 其性论书卷上 二范与六I 书肾 别一之一 即诸法所有之特种一点 巨舍论卷三十 大二九 一五九上 即此转变于最后十 有肾功能无见生果肾于转变 顾名差别 顺正理论卷三十五 大二九 五四一下 和名转变 和名差别 中略即此无间 能生果实功力圣前 说名差别 显阳圣教论卷十一 佛的经论卷六 巨舍论光记卷四 卷三十 三英明用语 一 英明中 为宗 主张 命题 之后成 数词 为差别 宗之前成 主词 为自信 如例一 身为无常 知宗 身 即为自信 无常 即为差别 概 无常 作为数词 细用以发挥界定主词 身 之特殊意义 二 指宗之前成所隐藏之意识 一许 P4088 差别集成 英明用语 英明四种集成之一 集成 至集成就之意 差别 集宗 主张 命题 之后成 数词 又称法 能别 为言语中之意中所许 称为义许 例 例 例论 者 敌 问难 者双方对于宗之后成皆一许相同而至集成无过 称差别集成 反之 若例 敌意许互武 则有过 称差别不集成 英明大书黎策 参阅 集成 5477 P4089 差利尼加数 差利尼加数 差利尼加 泛语 K-I-R-I-I-K-A 意义做研知 唯一种善出乳之之数 本行集经卷32 卷41 P4089 差定 一禅灵中 任命某人担任何种执事 称为差定 从灵圣事卷下 二指记载法会以轨之部 P4089 差模 泛明恩 意义未安隐 佛世时 罗月成义婆罗门父之名 原本家贫 无以未生 然勤奋不懈 作义其身 得少许财物 及施设饮食 供养佛及比丘森 父持八观斋戒 罗沙不能害 因信心坚强 故施设大坛 奉请佛与诸贤士 其后佛未说法 令其心开意解 乃震的虚陀还果 贤于精卷三刹膜腺 为四千零八十九 刹膜莲华先 佛世时 一笔丘尼之名 善显神通 长于树下静坐 思维正道 有诸放异淫乱之 众摇剑之 急身恶心 似其入水洗玉 寻前彻其衣物 持至远处 欲迁犯之 石莲华先创燃敏之 脱两眼以视笔 腹视五脏 全身化胃骨血不尽 胸重剑之 击手回过 各受五解 精绿一箱卷二十三 P4089 刹萝卜泥 泛于Ara Pari之音译 又做刹萝卜泥 乘罗泥 意义做灰水 乃木或草之名 以此所作之一 则称乘罗泥一 为十种一之一 四分绿卷一 卷三十九 帆范与卷十 P4089 习力图照 位于随远归随 是旧城石头像 明代元为一座小庙 万历年间 1573 1619 习力图一世 乎图克图西体图 嘎音声 安佛教典籍 且经通蒙 藏 汉三种文字 身受顺义王 阿勒坦汉推崇 习力图照 亦因而香火日盛 四世达赖 喇嘛又年 从西体图嘎学经典 万历三十年 1602 又由西体图嘎 护送回藏座床 且具传西体图嘎 曾坐于达赖喇嘛 之法座上 藏语称法座 或首席位 席力图 以其由西藏归来 故称其庙位席力图照 至清出扩建殿宇 史具今日之规模 自排楼至大殿 共有五镜 大殿采用西藏式结构 为古典建筑艺术之杰作 大殿之前侧 立有康熙玉制平定 噶尔丹纪宫碑 东南于魏白石雕气 富士喇嘛塔 高约15公尺 塔上以彩色花纹勾勒图案 及六字真言 为蒙古现存喇嘛塔中 第一巨塔 结构极为完美 P4089 诗 范语 欧迪 因一座乌波 或范语 巴黎语 Safar 教人以道者之通称 又座师长 师僧 师父 师家 律中分成的戒师 授业师二种 诗诗要揽卷上则位 师有清教师 医指师两种 前者指一支出家者 后者则指一支 丙寿三藏者 巨长阿含经卷十一载 师长以武士进士弟子 及一顺法钓鱼 二 会其未闻 三 随其所问 令善解义 四 是其善有 五 竟以所知会受不令 令巨大比丘三千 威仪卷上载 和上 上 当有时武德 及 一 当知戒 二 当持戒 三 当不犯戒 四 当知经 五 当自守 六 当教经 七 当教戒 八 当教习义 九 当教烧烧寿 十 当教法则 十一 当自有隐德 十二 能至谈乐 十三 不得有毒逆心 十四 人持物来 当言皆为众人物 十五 战事并寿 当令军等 牧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 大臣庄严经论卷十二 四分率形式超资 持继卷上三之三 P4090 狮子 狮子 遗范与S IHA 巴黎与SHA 幼座狮子 狮子为百兽之王 故诸经论中美 狮子比喻佛之无畏与伟大 幼序之座习称为狮子座 狮子座 佛之说法称狮子吼 狮子吼 二 259 泛名S IHA 巴黎明童 又称狮子比丘 狮子菩提 禅宗相成系普西天 二十八祖中之第二十四祖 中印度人 婆罗门出身 从赫勒纳德法后 由方至济兵国 教化波利加 达摩达等人 并传法语婆舍斯多 命其往南天竹教化 遂独流济兵 时遇当地迫害佛教 被恶王所杀 纪年未未高贵相攻甘路四年 赴法藏因缘传卷六 景德传登陆卷二 宝陵传卷五 P4090 狮子王 又座狮子王 狮子兽王 如来之说法 能灭一切戏论 于一切外道 邪剑魔所畏惧 如狮子王跑后 百兽皆赦福 故以狮子王欲知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二 无量寿经卷下 参阅 狮子后 四千零九十一 批四千零九十一 狮子光 泛名 S.I.H.A.R.M.E. 中印度纳烂陀寺之学生 一大慈恩 四三藏法师传卷四载 玄藏至纳烂陀寺 奉戒贤论师之命讲为十 十大德 狮子光先为众讲中论与百论 一中观之意破斥于家 玄藏敏其亮侠 术王真杰 赴以会宗论三千 宋臣戒贤集大众 无不称善 并共宣行 狮子光自感残难 遂往大菩提寺 请东印度同学 詹陀罗森喝来香论难 既喜雪前耻 其人既智 但威尔莫不敢言 玄藏身欲益胜 P.4091 狮子后 范语S.I.H.A.R.M.E. 又坐狮子后 为佛以无畏应说法 如狮子之袍吼 狮子为百寿之王 佛义为人中之至尊 称为人中狮子 雇用此辟语 又当佛说法时 菩萨启勇猛心求菩提 因而外道 恶魔身不畏 犹如狮子后时 小狮子亦增微 百寿不服 关于狮子后 一词之语意 圣满宝窟卷上本 举出三种 一 如说修行 为所说如所行 言行一致而无有虚说 二 无畏说 为圣满清于佛前 对大众纵任辩才 阐阳妙法 而魔所畏惧 此无畏又有二种 一 不畏他 为圣人灵作而宏道错然 二 令他畏 畏能令外道惊愧 天魔设惧 三 决定说 为依旧敬礼说 旧敬教 能上宏大道 下力群身 邪无不摧 正无不显 此外 为摩截所说金柱卷 以华严金探玄纪卷十八 大制度论卷二十五 等一阶列举多种 狮子吼之解释 其中 大制度论卷二十五 并举出佛狮子吼 与狮子吼之差别 即 狮子吼能令众受经部 犹如濒临死亡之痛苦 佛狮子吼 则无死亡之畏惧 且令闻者生喜乐心 令心意华严金卷五十七 举出十种狮子吼 右北本涅盘金卷二十七 亦举出狮子吼之十一事 此外 于后世 一般多元引佛典中 狮子吼 一词 用以形容秉持正义 排除异端 于大众之中大声 作激昂慷慨之言论 或用以比喻汉七 所发出之二声 闻之足以使人聚 中阿涵卷二十六 狮子吼经 长阿涵卷十一 阿仪经 无量寿经卷上 圣满经一成章 批四千零九十一 狮子吼方广经 请参阅圣满经 狮子吼经 请参阅圣满经 狮子生中虫 狮子 即狮子 未住于狮子身内 反弹时其肉之虫 比欲入于佛门 却破坏佛法之恶比丘 或简称狮虫 莲华面经卷上 叙说圣详 譬如狮子命绝身亡 百兽上位其威 不能但食其肉 为狮子之身自身诸虫 还自但食狮子之肉 佛法亦非外道恶魔 所能坏 为佛法中诸恶比丘 犹如毒刺 破坏佛法 人王班若波罗密经卷下主类品 成为食论数记卷四本 P4091 狮子乳 又做狮子乳 比喻菩提心 大方广佛华言经卷七十八 大一灵 四三二下 譬如有人以牛羊等种种诸乳 假使鸡巨淫于大海 以狮子乳一滴头中 稀皆变坏 直过无碍 菩萨摩赫萨亦复如是 以如来狮子菩提心乳 这无量节夜烦恼 如大海之中 稀令坏灭 直过无碍 P4092 狮子法门 又做狮子法门 即指诸佛菩萨设化众生之法门 盖及狮子王以欲显诸佛菩萨功德之位 北本涅槃经第十一品中就狮子吼列举十一式 一一配以菩萨之法门 大制度论述及狮子王之形相微事实 一一一配当于诸佛之功德 宝玉经卷五则列出菩萨之十种善法 一一遇于狮子王 P4092 狮子卧法 又做狮子卧法 为比丘之卧法如狮子 即两族相叠又邪而卧 相当于吉祥卧 吉祥睡 中阿汗卷八世者经 大一四七三下 阿南 如卧当如狮子卧法 中略受王狮子骤未实行 行已入枯 若欲眠时 族族相累 身为在后 又邪而卧 禅愿轻归卷十百丈归神诵 P4092 狮子香菩萨 狮子香 梵名S.I.H.A. 刚他 为阿弥陀佛于过去 实行菩萨道时之名 无正念王之第七子 此菩萨曾与观世音菩萨等 与宝藏如来坐下发愿而蒙受祭成佛 悲华经卷四 大三 一九一中 乳之所愿以得成就 天与种种诸为妙相以 有不可计众生 恭敬插手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世故昊汝为狮子香 童书幼宰 狮子香菩萨所发之愿 共有四十 其中 第三十八愿与无量寿经所宰之 第十七愿及第十八愿之一己尽相同 大臣碑芬陀利经卷三 文书师利佛土炎进经卷上 卷下 P4092 狮子座 梵与S.I.H.S.A.U.N.A. 右座狮子床 狮子座 尼座 原指释迦牧尼之座席 佛为人中狮子 故佛所座之处 床 地等 总称狮子座 右座此座说 无畏狮子后法 故意称狮子座 后梵指寺院中佛 菩萨之台座 以及高僧说法时之座席 文书菩萨像 跨成狮子 意义如上述 长阿寒卷十七 沙门果经 大致度论卷七 卷八 华严经探旋记卷三 P4092 狮子游戏三昧 梅雨S.I.H.A. Vekreta Sandai 又做狮子游戏三昧 八种三昧之一 譬如狮子之伯露 自在细乐 佛意入此三昧 回转此的 十大第六种震动 故称狮子游戏三昧 狮子于百兽中 独步无畏 佛为人中之狮子 降伏诸外道 一魔所不畏 依此三魅力 使一切恶到地狱之众身 皆蒙解脱 得身于天上 大品班若经卷一续品 卷五 大致度论卷八 卷四十七 P4093 狮子贤 泛名Hurikhadra 为八世纪中叶之印度学森 出身于沙地利阶级 于德瓦巴拉王 泛Devabla 之士 出家卫森 博通内外学 有经于班若 长从维鲁佐囊 帕多拉 泛Farokunitadra 帕弥勒之忏悔法 一日 呼梦一森劝其父卡沙路巴纳 范Kosarpay 醒后乃断十三日以醒察梦境 父梦处生于奥丹塔普利寺 范Odentapuri 中 时有一神人 仅献上半身 于云中公身礼拜 师乃问其缘由 神人告以正礼拜解说八千颂班若 范A.S.Hasrik 之梅勒 未酒 师即见梅勒 全身金色 以肢提示头 首结说法应 师扣之以梅勒 所者现官庄言论 范A.B.S.M.I.L.A.K.R.A. 之多数著书中 究竟应以何本为准 梅勒乃位 呆领会全部著书后 在字旗中别做著书 师以此因缘 梦醒后乃八份搜懒传著 其名望位当时之马西巴拉王 范M.F.P.L.A. 所仲 王妇照请至都城 笔令专事著作 所传之著书 圣火 教著者 有菲姆特斯约住 25,000宋班若 范Pakav VATIS HASRIK PROCH PYRAMID 之著 8,000宋班若 市县官庄言明 范A.S.HASRIK PROCH PYRAMID VYKE Abbissamaya L.A.K.R.L.O.K.A., 保佳范公德堡及宋南语室, 范Bagavad, Ratnagasaka, GTHN Mopajic, 转身宋, 范Fibhukti, Karik, 等, 大多现存于西藏大藏经丹珠耳中。 Arthur at Chandra Daspak Sanjong San, FA Shifaner Goshekti Buddhismus in Indian, E Ob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oston, P4093 狮子奋训, 又做狮子奋训。 狮子奋起之时, 朱根开张, 身毛皆树, 其世迅速勇猛, 以其威夷孝后之乡, 其余兽类尽尸威篡浮, 而令狮子儿之雄猛俱增。 故诸经论中美以狮子奋训欲称佛之大威神力, 盖佛奋训其大悲法界之身, 广开大悲之根门, 树其悲毛之先导, 复献应激之威力, 可令二圣等篡葬龙芒, 而使菩萨佛子增长百千诸三昧海及陀罗尼海。 法华金勇出品, 旧华盐金卷四十五入法界品, 华盐金探悬祭卷十八, 参阅, 狮子奋训三昧, 四千零九十四, P四千零九十三。 狮子奋训三昧, 梵语S.I.H.A.V.I.H.A. F.I.H.A. F.I.M.I.A. 又称狮子威三昧, 狮子平身三昧, 狮子奋训三昧。 略称奋训三昧。 三昧, 定之意。 于所依之定中, 如狮子王之奋训勇勇猛, 献佛之大威神力, 故称为狮子奋训三昧。 华言经法界次第卷中说之圣祥 为世间狮子迅速奋赠尘土 超越前后即走之诸首 此三昧可分二种 一、奋除细为无知之祸 二、初入结即无见 又分为二种 即一、入禅奋训三昧 远离欲界之恶不善法 入有觉有观之色界出禅 如世次地入于二禅 三禅、四禅、空处、时处 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入灭受想定等诸禅定之三昧 二、初禅奋训三昧 与入禅奋训三昧相反 乃从灭受想定起 还入非想非非想处 由非想非非想处起入 无所有处 如世时处、空处 四禅、三禅、二禅、初禅 乃至初三星中之三昧 入禅奋训三昧与初禅奋训三昧 又并称为二种狮子奋训三昧 增议阿含金卷十八、旧华盐金卷四十四、新华盐金卷四十、十定品、南本涅槃金卷三十五、法华金玄益卷四上、P四千零九十四 狮子夸王、狮子夹、梵名S.I.H.H.H.N.U. 为北印度迦皮罗魏国之王,乃是加穆尼佛之祖父 共有靖范、白范、胡范、甘露范四子 七章子靖范王,即是迦牟尼佛之父 诱导使第三章位王有五子 启示经卷十,五分律卷十五 大制度论卷三,章所知论卷上 P4094 狮子诀,泛名Buddha Ch 因一座佛陀森赫 印度无者菩萨之门人,通达密行,以高采文明于世 玄奘所义之阿皮达摩杂集论十六卷 乃和柔无者之大臣阿皮达摩集论及狮子诀之试者 为十之论之一 大唐西玉记卷无阿于陀国条载 狮子诀与无者,世青等常护卫 大五一,八九六下,凡修行业 愿尽此事,若先舍受,得岁肃心 当相报予,已知所致 其后狮子诀先舍命,然三年未见其报 后世青亦舍受,时经六月,以摩所报 十诸一学皆积之,以为师子诀 是青流转恶去,故无灵简 其后无者菩萨于夜初分,方位门人教授定法 有一天人成虚而降,告无者,从此舍受命 网赌十多天,此事内众莲华终身 忠略,悬绕财周,即来报命 又告无者,我悬绕时,见狮子觉在外众中 担者欲乐,无瑕相顾,俱能来报 故推知师子觉学解身奥,然未想高龄 佛祖历代通载卷四,P4094 施主,尤言施家,师父等 施为弟子之所主,故称为施主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卷二十七,P4095 师兄,禅灵用语 为法兄之义 又为同道中之犯称 禅灵象气间卷五称呼门下,授业于师 先于己者,换之为法兄 祖堂吉卷五传子得成章 P4095 施将,师长成就弟子之三学 如工匠之臣器,故辟之为将 大宝基金卷一一二 大一一,六三八中 无量禅定福德业成 善计掉心,以为施将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卷四十亿有 大二三,八四五下 如等当秘上好师将,知语 然至尽是,无论教内外,为师家 师者时,见少以师将称之 P4095 师历 唐代三阶教僧 于则天武后锦隆元年,707,这伟经,佛说是所犯者于家法进经,一卷,该书系以南北朝时流行之项法决以经为基础,融合玄藏一支佛灵涅盘祭法筑经等而成 其后还俗 身足年不祥 P4095 师弟 师弟,即旨在佛教中,师父与弟子之关系 最初听闻佛陀说法的教程如等五人,成为佛陀之弟子,此及佛教中最早的师弟关系 后佛弟子曾为谦余人,于此情况下,佛陀即为,达人所谓达之道,知人所不知之道,说人所谓说之道,的师者,而所谓弟子者,即依佛所说之正道,并不其后尘,付诸实践者 弟子之中,有听闻佛之身教而入于圣道者,称为身闻 在巴利律藏大品第一支五,四分律卷三十四等中,即续说为师之和尚,巴尔巴尔,或阿蛇黎,范斯利亚,与弟子,巴萨克尔利亚,之间,彼此需履行之任务 长阿蛇黄卷十一等中,亦载有弟子敬奉师父之无事 此外受戒中,必须具有戒和尚,结摩师,教授师等三师才可行戒仪 世尊在世时,世尊为全体佛教教团之师,于其入灭后,则分别由以教法或戒律为师之长老们继续传承 佛教因之分裂成许多学派及教派,而各派之长老父依序传授徒弟,遂得保留其代代香臣之传统 由于密教中,非公开之传授,即称为密传,在禅宗则是一对一单传 凡未接受此种传授者,即不被承认为正式弟子 参阅,香臣,三千九百零二,诗姿,四千零九十七,批四千零九十五 诗戒,宋代云门宗森 四双拳师宽之法,为云门闻眼在传法子 驻齐洲,湖北,五祖山,龙象海会,大镇祖风 据武登全书卷三十二载,上方月与雪斗险结伴游淮山,文师喜勘艳学人,月网寇之,尽造杖士 诗曰,万绪一四零,三七九下,上人名什么,曰,齐曰,诗曰,和四泰山,月无语,诗吉打赶 一日复夜 诗曰,汝作什么 月回首作原香陈之 诗曰,趁炉热,更搭一个,月拟意,诗拽杖赶出门 数日后,月在一诗所,提起作巨曰,斩则大千杀戒,不斩则好法不存 为父斩即是 不斩即是 诗巨下神床把住曰,既是熟人,何须如此 月又无语,诗又打出 诗目年筑于高安,江西,大于山,以仗谈笑而化,年寿不详 天圣广灯路卷二十一,连灯会药卷二十七,武灯会圆卷十五,批四千零九十五 诗姑,指年高得少之尼诗 据景德传灯路卷十载,武台山至通禅诗于开悟后,忽曰,大五一,二八一上,诗姑天然是女人座,于宋元明清间,诗姑乃为一般民间对尼诗之犯称 至今义指寄身于佛门,资历教身,或修行,或护法之忧婆仪 P四千零九十六 诗语,语法辣,下辣同意 诗,法师之义,语,指语安居 佛至每岁语即时节下安居,故可由僧吕以过安居之术,以算其出家之年术 玄印音卷二十五,诗语,语举切,未语安居也,言诗若干下辣也,P四千零九十六 诗宝,诗长护持弟子,使之能行善法,不剁恶趣,故称诗宝 增益阿含经卷十四,大制度论卷1P四千零九十六 诗孙,徒弟之弟子称为诗孙 禅灵象器兼卷五称呼门,弟子之弟子称师孙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P四千零九十六 诗家,有学德之禅师,可担当修行僧之指导者,一般又特称为作禅之师 日本禅宗对于诗和谓众森之师,经其诗之应可,使可成为诗家 P四千零九十六 诗祖,已幼作诗翁 指诗之师而言 由诗推之,大师祖及指诗祖之师 禅灵宝训卷一,大四八,一零一九上,演祖曰,忠略,山门执事,知应时果,若诗翁辅此名师祖乎 二唐代禅僧 属南岳之系统,为南全普苑之法寺 后驻于南山云祭祀 年寿不详 景德传灯陆卷十,五灯会员卷四,P四千零九十六 诗贤,又作诗贤 以狮子之精畏乐贤,奏之则于贤惜绝,以比喻菩提心灭绝其余之小功德 新华严经卷七十八,P四千零九十六 诗贝,八百三十五,九百零八,唐末五代森 福州闽县人,俗姓谢 又憨侠,好锤吊,长饭周自愚 唐贤通,八百六十,八百七十三,初年,年届三十始托臣至,投芙蓉山灵训禅师落法 受巨族借后,行投驼法,终日宴座,人称被投驼 与法兄雪峰一存清净若师徒,同利地构,参学者众 偶月冷严经,发明新帝,诸方请义者如水归海 初驻梅西普应苑,步九千玄沙山,应积皆悟凡三十余载,学旅八百余人 时有敏帅王沈之,是以师礼,屈敬殷勤,并奏赐子一,号,宗仪大师 良开平二年世纪,是寿七十四,亦说七十或七十五 有语录三卷传世 宋高僧传卷十三,景德传登陆卷十八,批四千零九十六 诗会,八百八十,九百四十六,一五代僧 北燕纪门人,俗姓聚 幼籍出家,礼继周温泉院道批为师 二十岁,于京台宝沙戒谈寿聚足解 梁开平年中由华和朔,江淮等地,于汉南玉观音院严峻,互谈道业,不绝时宜,乃受是富头子山参业大同禅师 甘化四年,九百一十五,秋,受宝基房罗汉院致修之请,代任住持,愿景山盖五间 后的谈乐上书左臣五矮,兵部侍郎张滚等之归一,共发奉章,朝廷赐,天寿禅愿,知匾 此后四海之僧西然来归,已驻三十五载,徒众甚多,生活简朴 天福七年,九百四十二,晋高祖赏其德行,赤子一,开运元年,九百四十四,四号,法乡,尸灭其号而藏其一 开运三年世纪,世寿六十七,法辣四十八 涂皮后的设立数百,起塔于东郊遍阳香,行部侍郎边归党位齐立碑 宋高森船卷二十八,二,一千一百零二,一千一百六十六,宋戴森 机冠不祥,好可堂 自幼研究华言之教章,未尝懈怠 当时诸学盛行,亦说纷云,学者多不知所归去,诗探之,转坟心,又称西心高荒,以警示 盖坟心之名,取自南山聚集为金坟之以归正之故事 诗又痛感华言之衰退,严钻孔木章,搜玄记及探玄记等,特精通孔木章 穷究六项时玄之傲指 后以著述之不义,或恐迷惑他人,酒废之笔 至甘道二年六十五岁时,使着手术作五教章复古记 以长多年素质,燃至断或分其章,得及,俨然而记,一命弟子善惜其也 世号,法真大师,与后世之道庭,官父,西狄共称为宋朝华言四大家 这有华言五教章坟心二卷,华言五教章复古记三卷,华言荣慧一成一章明宗记一卷等 华言五教章坟心卷上,诸宗章书录卷二,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P4097 诗号,又作四号 朝廷赐语高德师森之称号,例如大师,国师,禅师等称号 P4097 诗姿,师弟,师徒之义 诗,教训徒弟者,姿,为师所师教之姿才,义及弟子之义 佛门中师资之关系极其重要 诗者传法迈于弟子,称师资相成,且迈 据诗家罗悦六方理经载,弟子诗诗当有五事,即 一,当敬叹之,二,当念其恩,三,所交随之,四,思念不厌,五,当从后称欲之 诗教弟子亦有五事,即,一,当令吉之,二,当令圣他人弟子,三,欲令之不忘,四,诸宜南西未解说之,五,欲令弟子智慧圣诗 南海纪归内法传卷三师资之道条,大五四,二二二中,西国相成是师之礼,初夜后夜到其师所,师乃先遣弟子安座,三藏之中随时教授,若是若理,不令空果 查其戒行,勿使亏为,知有所犯,即令至产 弟子方乃为师按摩身体,避叠衣裳,或使扫饰房亭,观虫净水,遍有所作,衔接待位,思则尽上之礼也 此外,道宣语所者教界新学比丘行护律一列举出五十一条试诗法,作为初学比丘试诗之鬼犯 长阿含卷一善深经,四分律序,六门教授席论,四分律形式超资持继卷上三之三,参阅,写卖,2551,P4097 师资七组方便五门,全一卷 副题为,智据抽新录之如佐 日人突逝又详藏有本书被夜行之敦煌写本 一般学者认为本书皆是出,人家师资计,与,顿悟真宗金刚般若达彼岸要则,知精华之要 又,顿悟真宗金刚般若达彼岸要则,与,大成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等相关之敦煌文献 皆为北宗禅系之资料 禅思想史研究第二 P4098 师资邪迈传,请参阅历代法宝记 师森,堪为人师之森 又为众森之敬称 须堂和尚与陆卷一大四七,九八八中,父举习有老素,以下不为师森说话,此处师森一词,即众森之意 又于丛林中,美称能自立,自行承担之禅僧位,师森家 如碧言鹿卷四第三十三则,大四八,一七二中,云门云,尚书且莫草草 师森家抛却三经五论来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不自奈何 尚书又贞得慧,P4098 师执,佛适时,舍为国义婆罗门名 幽济无子,往义佛处战相,佛为其相有子,起而请佛吉众比丘至其家受供养 众比丘受供后,于归陆寓意弥猴,起阿南之,以密供养佛 为九弥猴即死,附身于师职家,明魔头罗氏职,后出家得到 咸于经卷十二,P4098 师坛,坛月,师主,与师森之并称 说法明言论,一日诗坛,百节节元,P4098 师蕴 973,五代僧 金华人 身性率真,欲试多直言不讳 梁龙得年终,九百二十一,九百二十三,与得少禅师节旅参访 先后参游清凉,苍无,祝荣等名山盛静,后驻天台山般若似 师之为人,滑稽突梯,凡欲好戏虐者,则与之清净,如交四期 故一般以高风量节,自持者多不屑语之谓武,为得少亿人墨而时之 宋开宝六年七月,无极座中,如入禅定,适寿八十余 诗之酷暑,停诗十四日,身体端坐,无梢偏移,翘孔亦无晦气 火化之后,除射力之外,并见舌根不坏,色如红莲,柔软若身 或以施在身之时别无其特,火于之舌根必未偶尔幸存 故重烧多次,然其色犹如红莲,无丝毫退意,后人多以之辟美揪摩罗时 宋高森传卷二十三,P四千零九十八 诗世,为后代诗家所传述之著作,及后世诗森之传述,著书等,而与佛所说之经,菩萨阿罗汉所造之论相对称,P四千零九十九 库子,又做库司行者,为禅家司长会计事务之行者 此职需则有心力,能输算,律己严谨者人之 赤修百丈清规卷下两序章东序之事负四条,禅院清规卷四库头条,P四千零九十九 库木土喇千佛洞,又做库木土拉石库 位于新疆库车县西南约三十公里为干涸出山口之东岸 开凿时代约当堂出至送出 共计九十九窟,窟内塑像太半损毁,仅三十亿窟壁画保存较完整,主要为圣堂时期之作品 石窟存有汉文及规茨文提记,壁画内容有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等大乘佛教故事,及释迦,弥勒等诸佛菩萨像 参阳,千佛洞,737,P四千零九十九 库主,指禅林一般库司之称,亦为兜四,兼四,负四三职之总称 此外,亦有指称兜四位库主者 参阳,库头,四千一百,兜四,五千两百九十,兼四,五千八百四十七,P四千零九十九 库伦,位于图拉、哈拉二河之间,的当中俄要充,为蒙古喇嘛教兼政治、经济、交通及工业之中心 库伦,蒙古名NG,成圈之义,因四周植木炸以为堡垒,故称之 西人称其为沃河、鸟儿,亦及宫殿或贵族之账目 古蒙古人称库伦为,大四庙的 清朝十一中俄北京条约,将库伦辟位商部,是皆分三部,中卫活佛宫殿所在,称宫殿区,宫殿之建筑,君壮丽宏伟,摩拜者慎重,西卫诸寺院所在,称喇嘛区,又名西库伦,或西银子,东卫商场所在,称买卖城,又名东库伦,或东库伦。 库伦有,赤色英雄之兜,之称,出其库伦哲不尊丹巴乎图克图,活佛,于清廷正至,经济庇护之下,于贝加尔湖南百里之地,建一石造寺庙。 康熙五年,1666,以该寺为中心而成为都市薄新之音。 燃民国十年,1921,后,活佛应洗移交政府,库伦宗教地位遂大位削减。 反宗教运动兴起,将寺庙改成工厂,仓库,高级喇嘛是同反叛分子,处已即行,下级喇嘛则边未熬明。 近年,库伦积极极整顿,有工业,教育等近代设施,人口巨增,从苏俄之伊尔库斯有铁路通辞。 蒙古游牧纪十六卷,张牧,后出塞路,公之药,近代蒙古史研究,史也仁医,P4099。 库恩·库恩·库恩·阿罗伯特,1812,1881,德国之印欧语言学,神话学学者。 其代表著作为Zero-Testing-Geschichte in the Germanis-Konfil-Aker,1845,透过印度、日耳曼语族语言学解释之考古学研究方法, 而对印度古代文化、比较神话学、印度学、佛教原典等研究,有极重大之贡献。 1852年以来有Zeitschrift F. Arvoglietrands Prequissenshoft杂志之编转刊行。 此外上有Diherkin-Fidde-Fuers-Undde-Gautastri-Bankens,1859, Mythologist Studium,1886,1912等名著问世,P4100。 库礼,七堂加兰之一。 又座库院、厨院、香积菊、库下、库堂、刨厨、石厨。 后来遂相对于殿堂,并称厨房、僧房为库礼。 库者,即住物之所、礼者,即屋礼之意。 为调度佛、菩萨之饮食、香花等供养物及住僧食物之房屋。 P4100。 库头、禅林中,执掌出纳者。 本位东旭六知识之一后又称副寺,又称贵头、财博、 位在兜寺之下、司掌寺内数物之职, 即管理日常之谷、钱、博、米麦等之出入, 职位低而任务重。 据百丈清规告乡图所称, 古时于兜寺之下有负四三人, 位于为那上一人,为那下二人, 前者称上负四,后者称下负四。 在负四之下令设有之库之职, 后负四一间其职,掌管山门之财政收之出纳等。 赤修百丈清规卷下两序章, 东序之事负四条,禅灵象气间植卫门, 批四千亿百。 做,梵雨桑那之意义。 因义做阿萨纳。 指佛、菩萨、诸天、比丘之座所获作物而言。 据诸经之载, 释迦牟尼开悟于菩提树下, 极座于用吉祥草枫瀑布而成的金刚座上。 后世仿慈,于法会时, 长老之座具,称为草座。 又修法之时,行者所用之座物, 意味草座。 安置佛,菩萨像之台座, 有所谓的狮子座,莲华座,须弥座等。 因佛在人间是最殊胜者, 故以万寿之王的狮子御佛, 而其台座则称为狮子座。 然在密教则认为, 狮子座系指真实形象之狮子座, 而无辟喻之意。 此外,亦有乙酸泥, 狮子之义种, 欲佛,而将佛,菩萨, 或王者,之台座称为, 尼座,者,尊称高德朔学之师为尼座下, 尼下即由此而来。 下,含有座下拜福之意。 莲华座,为莲花形之台座, 亦称华座,华台。 观无量寿经中即载有阿弥陀佛即观音, 是至二菩萨同坐于宝莲花上, 及九品往生者亦居于净土之莲花上之说。 此外,在密教中, 金刚界之大日如来座于狮子座, 阿如来座像座, 宝身如来座马座, 阿弥陀佛座孔雀座, 不空成就如来座加楼罗座。 一般为普贤菩萨座于白相, 文书菩萨座于狮子, 诸天通常则座于莲叶形之荷叶座。 虚弥座是模仿虚弥山形之台座, 台座之大者, 称为虚弥坛。 说法, 说界之师与讲会导师通常使用高座, 说法时登于高座, 在禅宗称为深座。 至于僧人之座物上有神庄, 驱禄等。 把座位分办给他人座, 称为分座, 在中本起经卷下有世尊留办座给家业之说, 而法华经卷四亿载, 多宝佛让世尊办座。 禅宗之首座代理住持分担皆化之责任, 亦称为分座, 首座代替住持向大众说法, 则称为分座说法。 此外, 计算佛像, 或计算说教之习术, 所用之单位, 亦位, 左。 杂阿含经卷四十一, 佛本行经卷三, 法华经卷六如来神利品, 大品般若经卷一续品, 金刚顶于家中略初念诵经卷一尊圣佛 所顶修于家法仪轨卷上, 大制度论卷七, 卷八, P4100。 座员, 右座首座, 第一座, 即僧堂内座位之元首, 赤修百丈轻规卷五蟹挂条, P4101。 座主, 亦及一座之中, 学得兼具, 看座座中之上守者, 或指一山之指导, 住持者。 二禅陵用语, 又称座主。 禅陵中, 每称从远方来参问之讲经僧位座主。 景德传登陆卷六江西道一禅师章, 大五一, 二四六中, 有一讲僧来问云, 为审禅宗传池合法, 师却问云, 做主传池合法。 三于日本, 系指大四支主管, 通常皆由政府任命。 P4101。 作功德, 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之中, 佛八种功德之一, 即指阿弥陀佛所作莲花台之为妙庄严。 净土论中所述之, 无量大宝王为妙进华台, 即指此作。 其论住详述此作之庄严, 为无量大宝王乃是能臣之重宝, 为妙进华台则为所臣之华台, 故为此作为重宝交世所臣。 其能臣之宝妃依, 故称无量, 其所具之魔尼珠等乃宝中之最盛, 故称大宝王, 以此作为大宝王所臣, 故称为妙进华台。 官无量受精华作官, 净土论随事, P4101。 作光, 又作光作, 即台作与后光。 诸佛菩萨, 功德天向台作之后多有光环。 陀罗尼吉经卷11, P4102。 作望, 又作作望。 作禅时望却自家现前之世界。 道家自古义有作望之说, 只静作而达于望我之静, 与佛家应作禅而静悟人我皆望之庙位有异曲同工之指去。 参阅, 作望, 两千八百三十六, P4102。 作汤, 禅灵用语。 有大小之别。 如库斯于四节请全山大众, 称为大作汤, 于下莫特为下中之一之人而设者, 称为小作汤。 禅灵象器兼引淡门, P4102。 座头, 一指数人列座, 座于右手者。 二位, 座头屏风, 之略称。 右座隔板。 高约一公尺之小屏风, 细位门口左右之座手而设立。 禅灵象器兼器雾门, P4102。 庭仪, 于日本真言宗, 行灌顶曼陀罗宫时, 由集会处前往堂前亭上所作行道之一式。 此一式乃魔仿龙猛菩萨开南天竺之铁塔时, 于塔前所行之一式。 其设备及作法, 应派别, 时宜不同而稍有益。 通常, 灌顶法会前, 于会场之前设宜曼门, 众森文报中而参集一处, 依法腊身前顺序一列而行, 至曼门之前, 十分二列, 直中一直四个直伯, 脑, 法罗等法器, 通过曼门后全体力停, 此时, 赞头, 领唱停赞, 法器齐奏, 后大阿蛇离入会场后, 使开启法会。 受菩萨介仪, 显密威仪便懒卷下法式堂上庭一条, P4102。 若欧狐, 若, G-A-O-H-V-A- 狐, O-H- 循序未密教金刚戒曼陀罗三十七尊之中, 金刚钩, 金刚锁, 金刚锁, 金刚灵等四摄菩萨之种子。 参阅, 四摄菩萨, 1854, P4102。 静山, 位于浙江于杭西北约29公里处, 高约960公尺, 周围约29公里, 在天木山之东北风, 应以小径通于天木山而得名。 四面七风为灵霄, 玉爱, 天险, 堆珠等, 如手指高耸, 登至顶上, 这将盛景及于一谋, 实为天下其景。 山路之心圣万寿禅寺, 乃我国五山之一, 为灵迹俱杀。 唐代天宝元年, 742, 牛头宗之道清, 法清, 禅师入此山结安, 学者福凑。 大历四年, 769, 代宗墓其为人, 四, 国义禅师, 之号, 下诏, 急于其安止见, 静山寺。 其后, 见宗, 红阴皆驻此。 至宋代, 环悟克勤, 为灵, 乐义等高僧义驻此山。 高宗少星七年, 1137, 环悟之门人大会禅师来驻此寺, 弟子来即者多达1700余人。 显仁皇后, 高宗之母, 高宗皇帝皆常行信于此, 孝宗皇帝清书, 兴盛万寿禅寺, 并赐元绝经解。 其后又有无准师范, 须唐至于等灵纪龙相驻此, 可谓历代皆有名得驻之, 为天下丛灵之观。 宋高僧传卷九, 景德传登陆卷四, 卷十, 卷十一, 静山至, 大明义统至卷六十八, 大清义统至卷二一六, 批四千一百零三。 静山佛建, 一千一百七十八, 一千两百四十九, 宋代僧, 四川子同仁, 俗姓雍, 明师范, 好无准。 年九岁旧英平道清出家, 于绍西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四, 受聚足界, 庆元元年, 一千一百九十六, 于成都镇法寺坐下。 年二十头玉王山秀严师瑞, 十玉王山有佛照得光居东安, 宗首宗应任分座, 法习人物之圣, 为东南第一。 师平, 无替法之姿, 十人常以乌头子称之。 后至杭州林颖寺, 参业松原重月, 往来南山, 七指六年。 时文破安祖先驻苏州西华秀丰, 往一之。 为己, 又至长州华藏寺师士顿安宗衍, 居三年, 赴海林颖。 侍郎张姿兴开创广会寺, 请破安住之, 师益往事三年, 又随登进山。 破安事迹之时, 以其师贤劫之法一顶相复之。 少定五年, 一千两百三十二, 奉赤柱进山。 一年四月堂舍离大火, 七月奉赵入大内修陈殿, 申辞明殿说法, 帝生感之, 赐, 佛见禅师, 之号, 且赐银眷, 冲进山寺之银闪。 纯幼九年三月十五日, 即弟子主后世, 书以表示数种, 言孝斜血如平时, 十八日世纪, 世寿七十二。 有五准师范禅师与陆五卷, 五准和尚奏对与陆一卷行事。 世事鸡鼓略卷四, 大明高僧传卷八, 续传登陆卷三十五, 批四千一百零三。 进山寺, 凡十四卷。 明代宋奎光传。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堪第一集。 进山位于浙江天木山之东北风, 应有小净通于天木山, 故称为进山。 唐天宝元年, 七百四十二, 国义禅师隐居于此, 并行开山。 经宋元, 名利带高僧经营, 佛教史记灵力, 其教住者有接待寺, 大安禅寺, 万寿禅寺, 静山寺, 安乐寺, 法华寺, 万寿振叙寺, 广化禅寺, 顺庆禅寺, 妙记禅寺等十余座。 明天起初年, 一千六百二十一, 一千六百二十七, 宋奎光传著, 静山寺, 十四卷, 分门十八, 列祖, 法律, 智赤, 续文, 塔明, 碑记, 游记, 书起, 记, 名识, 外户, 殿语, 静氏, 名胜, 下院, 古姬, 四产, 济氏。 调理井然, 搜罗完备, 即明代天起以前静山佛教史迹之大臣。 P4104 静时低如极, 凡五卷。 清代森山夺真在边, 十元基云序边, 康熙二十一年, 一千六百八十二,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一七册。 细灵纪宗无准师范之道迈传统之从传。 自无准师范, 及其法寺第一世静山静慈四之段乔妙轮至第十七世, 除去别收于雨露之九人外, 共计二三八人, 计数其本路及雨药。 真在世纪后, 游门人机允许成此级。 P4104 徐文伟 一千九百三十七, 极冠不祥。 自卫如, 归一帝贤法师, 法名贤锐。 适于清末成立北京客经处, 天经客经处, 历经数十年, 校客经典禁二千卷。 其中最精湛, 布置最大者为华言搜悬祭, 华言探悬祭, 华言纲要。 民国元年, 一千九百一十一, 上海的楚清发行佛学从报, 是请印光大师于从报发表文稿, 署名常惭愧僧。 七年, 又极印, 印光法师文超, 行事。 P4104 徐童卿 六百, 随代人, 曾任晋王府祭久。 博师多文, 学冠佛儒。 这有, 通命论, 二卷, 书中皆是儒家学说中隐含有三世因果之义, 且多方隐正经史典籍之正文, 将儒家运命论与佛教因果论, 融合阐述, 以显阳儒家宗风, 并辅义佛教之宣化, 盖其用意, 旨在排除众意, 消弥如佛论证。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P4104 徐昌志, 明末五元, 位于江苏, 人。 法名孝莲, 别号无一道人。 任杭州府海宁县严官。 因独仁严经而器官舍如, 去入禅门。 崇祯元年, 1628, 夜金素四之密云元物, 寿元物之法四十车通臣之前堆。 崇祯十一年, 从飞隐通荣驻于天同山, 寿命赚辟邪吉。 其后, 立参金素四之隐元龙旗, 福岩四之寿和尚等。 清顺至十三年, 1656, 接受飞隐通荣之附法, 其间为飞隐通荣所转之五灯岩筒座序, 并独立堪行之。 常为靖山至几百痴行元, 隐元龙旗等人之语录座序。 转有祖庭指南二卷, 省市录八卷, 高森摘要四卷, 无一道人录二卷, 百痴和尚犯盛散录一卷等。 五灯全书卷七十一, 无一道人录自序, 批4104。 此小穆大, 天台宗所立之五十中, 在第三方等时之会作听文但偏稀小, 探大包园之说法, 乃发其修持小臣之浅烈, 轻目大臣之尊高之心。 此乃方等时具有但喝之意。 法华经文句卷四, 法华玄义是千卷十, 参阅, 但偏稀小, 六千零二, 批四千亿百零五。 慧怒, 田慧愤怒之意, 鱼贪, 甜, 吃三毒中称为甜毒。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四下, 颜色长和, 莫香为力, 获食心震, 有所慧怒, 批4105。 慧节, 九节之一, 众生因田慧广行不善, 遂昭未来生死之苦, 流转于三界而不能出离。 节者, 细腹之意。 未惧或所细腹, 故不能离生死之苦。 参阅, 节, 五千一百七十九, 批4千一百零五。 恐怖, 范宇贝尔。 何者应恐怖, 此一问题在南传经典增之不知, 中极说是现世之罪, 如偷盗他人之物而受亡之刑法。 无人应恐怖现世之罪暴, 无人该恐怖罪暴, 应养成恐怖罪暴之习性, 如此, 才能从一切罪暴中解脱, 上述经义教无人欲避免犯罪, 需预先考虑罪暴之恐怖。 其后之大臣佛教则认为, 罪乃无法避免者, 犯罪之后, 恐怖之感即接踵而至, 若非请求诸佛社受其恐怖, 或将自己绝对投入于 以特定人格者之怀抱, 令自己进入无我之境界, 此外则别无拔除恐怖之法。 上述思想之起源, 细从即坐禅修行进入无畏, 犯阿佩阿, 境界之结果而产生。 推究原因而言, 恐怖乃因于痴心而生起, 心有挂碍, 只有我法而患得患失, 即无妄而不恐怖。 经中说恐怖有五种, 一,恶明畏, 二,不活畏, 三,死畏, 四,恶道畏, 五,大众畏得畏。 参阅,五部畏, 一千一百一十, 批四千一百零五。 宫建纳普罗国, 宫建纳普罗, 泛名K.O. Kansas City, Pura。 右座图建纳普罗国, 建纳普罗国。 为南印度古国名。 据大唐锡玉记卷十一载, 该国周围五千余里, 国大都城周围三十余里, 土地高于, 架色滋盛, 气蓄温暑, 风俗造烈。 人民形貌离黑, 性情广报, 燃好学业, 尚得意, 尽性佛法, 建有迦兰百余所, 僧徒万余人, 奸习大小二圣, 天祠数百, 亦道杂居。 王公臣策有大家兰, 驻三百余僧众, 并安置一切亦臣太子之宝官。 右臣北多罗树林, 其夜长广, 其色光润, 可供诸国书写之用。 臣西南有阿玉王所见之苏独播, 传有, 文二百亿罗汉, 范如塔维艾特科爱, 曾于此宪大神通, 画度众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寺, 释迦方誌卷下, 批4105。 宫玉陀国, 宫玉陀, 泛名Kagoda, 东印度之谷王国, 位于乌图国之南, 一大唐西玉际卷时所在, 该国濒临海域, 土地湿热, 气候温暑, 风俗猛烈。 其人行为貌黑, 略通礼意, 崇敬外道, 不信佛法。 因其领海之故, 多其宝, 出大清相, 可供远臣之用。 玄葬西游时, 此国为借日王所征服。 其都城位于金之坎加姆氏, Gonggem, 与喀特克氏, Katech之间。 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寺, 解说西域记, P4106。 恭敬, 范与Sethkae, 巴利与Sethkae。 自谦而尊重礼敬于他人。 恭敬通鱼身口一三叶。 石柱皮婆沙论卷二, 大二六, 二九上, 恭敬, 明念其功德, 尊重其人, 此就一叶而言。 同论卷二又云, 大二六, 三灵中, 恭敬, 明尊重礼拜, 迎来送去, 和掌亲事, 乃至深叶而言。 幼童论卷二, 大二六, 三灵中, 以小乘法教化众生, 名为公养, 以辟知佛法教化众生, 名为奉给, 以大乘法教化众生, 名为恭敬, 此以口业之说法教化而名恭敬。 令据大唐西玉记卷二记载, 古印度行致敬之已有九种, 一, 发言慰问, 二, 扶手示敬, 三, 举手高一, 四, 平拱合掌, 五, 屈膝, 六, 常柜, 七, 首西聚德, 八, 五轮聚驱, 九, 五体投地。 西方要觉卷下主张, 净土之行人需修五种恭敬, 一, 恭敬有缘之圣人, 二, 恭敬有缘之相教, 三, 恭敬有缘之善之士, 四, 恭敬同缘之伴, 五, 恭敬三宝。 佛性论卷一缘起分, 大制度论卷三十, 批四千亿百零六。 恭敬师, 为法身菩萨三师之一, 又作供养恭敬师, 即对他人信心清净, 恭敬礼拜等。 大制度论卷十二, 大二五, 一四七上, 恭敬师者, 信心清净, 恭敬礼拜, 将送淫逆, 暂绕恭养, 如是等种种, 名为恭敬师, 批四千亿百零六。 恭敬头, 范北之义种, 又作略范。 法式之初, 为赞叹佛德, 表示恭敬信礼之义。 禅愿清规卷六中严斋条载有唱颂之文, 万序一一一, 四五四下, 一切恭敬, 信, 敬, 礼常住三宝, 禅灵多于中严斋时唱颂。 P4106。 恩, 一切事物皆依因缘方能相互生存, 此及恩之所在。 佛教所说之恩, 可分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面。 积极的恩, 即心存恩念, 此为修行佛道之根本要素。 例如大臣本身心地观经所举父母之恩, 国王之恩, 众生之恩, 三宝之恩等四恩, 为无人所必须常思常念者, 其中, 由言孝养父母之功德与供养佛相等。 此外, 如来以大愿力救度众生之恩得亦须思之, 感知。 消极的恩, 例如亲子, 夫妇之恩爱, 常妨碍佛道之修行, 故必须斩断。 据法院朱灵卷二十二载, 僧吕于出家的度时, 有一季云, 大五三, 四四八中, 流转三界中, 恩爱不能脱, 弃恩入无畏, 真实报恩者。 我国与日本皆重视恩之思想, 而印度佛教则不慎强调, 如于, 仁师社论, 巴巴格拉, 帕阿提, 一书中言即是兼职的重视与赞美之人有二类, 一为施恩者, 另一为知恩而又感恩者。 知恩者, 其巴历文源与为喀巴, 执意知, 则未能感知他人恩惠之人。 汉字中恩字, 即, 因, 语, 心, 所构成, 其意与原语之意可谓不谋而合, 故意可谓无论何事, 举凡促成今日状态之一切原因, 皆需长存心内, 深刻思念。 增益阿含经卷十一, 参阅, 四恩, 一千七百四十七, 批四千一百零六。 恩田, 三种福田之一, 亦为八种福田之一。 对于父母, 师长, 和尚, 阿舍礼等, 于己有恩德之人, 能知恩, 感恩, 报恩, 则可生福德, 亦如田地之能资生长养穀物, 故称恩田。 幽婆塞借经卷三, 据舍论卷十八, 参阅, 福田, 五千八百五十二, 批四千一百零七。 恩度, 即出家的度之意。 恩, 原只感知他人所失与自己之好处, 善意等, 于中文中, 由, 英, 语, 心, 合成其字, 盖位恒常于心上敏感形成今日状态之一切原因。 此一借说圣符合佛教之报恩思想, 如大臣本身心地观经等所揭示, 佛道修行者应常感念父母, 国王, 众生, 三宝等之四恩。 故以出家一事言之, 若了之今日出家的度之因缘, 必来自其所形成之一切是缘, 其中有以佛之大愿力未然, 则亦必能生感此意的度之恩。 以事之故, 恩度又未出家的度之别称。 东陵善法唐记, 张吴静, 参阅, 恩, 4106, 批4107。 恩海, 四恩之广海。 四恩即父母恩, 国王恩, 众生恩, 三宝恩。 姓灵即卷七, 参阅, 四恩, 1747, 批4107。 恩缘德, 三种缘德之一。 魏如来利他之行功德圆满, 即如来具有使众生永脱三恶去, 或出善去之生死, 而安置众生于善去中或三圣中之功德。 据社论卷27, 批4107。 恩爱, 父子, 兄弟, 夫妻之间互相执着之情爱, 称为恩爱。 世人沉溺于情爱之中, 因而为恩爱所付, 不得解脱, 故可视世界为恩爱之间欲。 佛教主张世人应舍弃恩爱而屈入佛道, 能入佛道方位真正之报恩。 故法院朱灵卷二十二, 大五三, 四四八中, 流转三界中, 恩爱不能脱, 弃恩入无谓, 真实报恩者。 朱经要吉卷四, 参阅, 恩, 四千一百零六, 批四千一百零七。 恩爱奴, 凡人贪者爱染, 犹如恩爱之奴婢, 亦因之而轮回三界, 流转生死。 长阿含金卷十, 朴贤观金, 批四千一百零八。 恩爱和, 父子, 夫妻兼之恩爱细父之身, 犹如河海, 难度难测。 大智度论卷一批四千一百零八。 恩爱欲, 娑婆世界犹如监狱, 人人为恩爱所束缚, 不能解脱自在。 长阿含金卷一, 参阅, 恩爱, 四千一百零七, 批四千一百零八。 恩德, 为佛所具足的三种德相之一。 如来臣大愿力而救度众生, 故对众生有大恩德。 大日金卷六, 大臣本身心地观金卷八, 参阅, 三德, 六百六十八, 批四千一百零八。 习画, 佛陀习指教画而入于涅槃之位。 法华文具记卷三上, 大三四, 一九七下, 开拳即是法华之乡, 习画即是涅槃之真。 指观辅行传红绝卷一, 批四千一百零八。 习心, 一贩语, 沙门之古义。 参阅, 沙门, 两千九百七十二, 二级坐禅之义。 批四千一百零八。 习是基贤戒, 二戒之一, 略称基贤戒, 又坐遮戒。 如杀, 道, 赢, 妄等, 不带佛制而其自身即聚罪者, 称为信戒。 除信戒之外, 比丘之戒法多未持比丘之资格, 且只习世人之基贤而制定者, 例如禁止贩卖, 作煤, 饮酒, 十五星等戒条鼠之。 北本涅槃经卷十一, 参阅, 二戒, 一百九十六, 信戒, 三千两百二十八, 批四千一百零八。 希望修兴宗, 华盐宗五祖宗密, 七百八十, 八百四十一, 于禅元诸全集都续卷上之二宗, 将禅宗诸派总分为三宗, 其一集为希望修兴宗。 此宗系指南生, 北秀, 宝堂, 宣识等之门下, 即牛头, 天台, 会仇, 求那等畅道之禅。 此宗主张外境与内心各有分线, 如能背境观心, 即可袭灭妄念, 能袭妄念, 即觉悟而魔所不知。 此机指北宗禅。 P4108 习记加弥, 泛语Sagdijman, 意义座以来, 小臣四果之第二, 此果之圣者已断玉界九品私货之前六品, 若欲断其后三品之私货, 尚需至玉界之人间与天界受生一次, 故称以来, 亦来者, 一度往来之意。 坐禅三昧经卷下, 大智度论卷三十二, 参阅, 四相四果, 一千六百八十三, P4108 习记加弥, 习记加弥, 只习一切灾恶。 秘教修法中, 有习记加弥, 增益, 降福, 敬爱等四种修法。 解身秘经卷一大日经书卷三, P4108 习记加弥, 严命, 即习记加弥法与严命法。 由真言四种修法中之增益法别开而立严命之修法。 P4108 习灾法, 习灾, 泛与Antica, 为密交四种修法之一。 又坐记灾法, 除灾法, 寄净法, 寄染法。 为消灭天灾, 战祸, 火灾, 激井, 疾病等灾恶, 或无始以来之烦恼罪业而举行之修法。 举行该法时, 需安置白色圆坛, 圆炉, 并穿白衣, 面向北方基座, 以右足踏于左足之上, 而观自身便法界成白色圆坛, 并依据以轨而行应器, 送咒等。 丐白色系表水大之色, 水具自性清净之意, 能洗涤各种不净灾恶, 故以白色为习灾法之相应色。 习灾法又可分为四种, 一, 灭罪习灾, 如四重五逆十二等罪。 二, 灭苦习灾, 如三图八难或人事之极苦。 三, 除难习灾, 如三灾七难等病苦, 或千凶百怪等灾难。 四, 西的习灾, 预期的上, 中, 下, 或是, 出世等西的, 成九。 七具之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 苏西的杰罗经卷中善底加法品, 密藏记, 参阅, 修法, 4044, P4108。 习灾谈, 为密教修习灾法之护摩谈。 参阅, 习灾法, 4108, P4109。 习灾炉, 密教修习灾护摩法时所用之炉。 其炉为白色, 圆形, 炉中之硬气多成轮宝形。 通常密教之习灾法系以白色为主, 故习灾炉异味白色。 其形状成圆形乃因, 一, 圆形为水轮之行, 水可洗净污秽不净, 亦可灭却重苦之热恼, 故具习灾之义。 二, 水字之种字含有, 离言说, 之义, 以离言寂静之故, 遂与习灾之义义相应。 三, 圆形表示辨至十方, 不止这一处, 而一切灾难皆起自执着, 故圆形自含习灾之义。 游士, 金刚, 胎藏两部经轨大多主张, 习灾圆炉, 增益方炉, 之说。 参阅, 习灾法, 4108, P4109。 习雀安雀, 西藏佛教纪念释迦释迦也诗, 及大祠法王, 与宗喀巴入祭之节日。 习, 藏语, 4, 指二十四日, 习雀, 指色拉寺创建者释迦也诗之入祭日, 即藏力十月二十四日。 安, 藏语, 5, 指二十五日, 安雀, 指格鲁派祖师宗喀巴之入祭日, 即藏力十月二十五日。 每年逢此二日, 信徒于室内, 屋顶宫登, 以示纪念。 P4109。 习苦, 只习生死轮回之苦。 一切皆苦, 为佛教根本思想之一, 若能脱离身心诸苦, 疾能了生死, 致涅盘。 如老, 病, 死等三种生苦, 与贪, 甜, 吃等三种辛苦, 乃佛教所立, 身心之苦, 的典型代表。 参阅, 苦, 3942, P4109。 习词, 范语, 阿玛尔克之旧义。 心义作沙迷。 乃出入佛门者, 虚习指示情, 行词既重之矣。 四分律山凡捕阙行事超沙门别行篇, 参阅, 沙迷, 2976, P4109。 习律宁心, 修禅定之位。 即停止思律分别, 习律, 令心专注移境, 宁心, 使不散乱。 P41110。 嫩, 意味着, 或如何? 宋代之俗语, 只是某种事情或肯定, 或疑问时所用之词。 在禅宗语录中, 甚未常见。 其类似用语有, 语, 识, 慎, 怎, 入, 坐等。 P41110。 悦重, 泛语Karma, DNA。 因译做结魔陀纳, 又做知识。 知其识, 悦其重之义。 森植之名称, 司长森团中知识物者。 大宋森史略卷中, 参阅, 知识, 3461, 为那, 5890, P4110。 悦, 生起真智, 反转迷梦, 觉悟真理实相。 迷, 知对称。 如称转迷开悟或迷雾, 染尽中之物。 有证悟, 悟入, 觉悟, 开悟等名词。 佛教修行之目的在求开悟, 菩提和涅槃为所悟之智合理, 菩提为能证之智慧, 涅槃为所证之理, 佛及阿罗汉未能证悟者。 佛教由于教理之深浅不同, 悟之境界亦有区别, 小臣断三界之烦恼正则灭之理, 大臣为时宗说悟入为时之信, 三论宗畅至不可得控之欲, 华言正入时佛之自境界, 天台正诸法时相, 禅宗则主见性成佛。 总之,大臣之物界乃是正见真理, 断除烦恼之扰乱, 原具无量妙德, 应万尽而施自在之妙用。 在地狱,恶鬼,畜生,修罗, 人间,天上,声闻, 原觉,菩萨,佛等十界中有迷雾之分, 前六界为弥界, 后四界为物界,称六凡四圣。 若以九一相对来说, 前九界为阴, 后一界为果, 圆满之物界为有佛界。 又从物之程度而言, 物一分为小物, 物时分为大物。 若依时间之持素, 可分见物, 顿物。 依至解而言, 解之其理, 称为解物, 由修行而体达其理, 则称正物。 大佛顶首人严经卷四, 法华经玄一卷八下, 古尊素与陆卷三十龙门佛眼和尚与陆, P4110。 物一, 1922, 江苏泰州人。 法明体州。 年十二, 于静业安里勒英, 勒如二师PT出家。 年十九, 于宝华山寿聚足解。 民国三十三年, 1944, 毕业于娇山佛学院。 并常至香港新雅书院修学。 师先后清至太虚, 智开, 谭虚, 法坊, 虚云, 应顺等诸大德, 习宗门法药, 及受学于钱穆, 唐军义, 梁寒操, 曾吕川诸学人门下。 先后担任南京社三七辖寺, 香港陆野院, 新竹福严金舍之间院及台北善导寺住持等职, 并与南亭老和尚及星云大师共同创办私立志光高级商工职业学校。 师热心于佛教事业, 早年长撰文发表于各佛教刊物。 现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 世界僧家大会秘书长, 金山分院住持等职。 民国七十一年, 因筹办世界佛教僧家大会, 曾蒙总统奖金国先生接见嘉奖。 P4110 误入, 以误实相之理, 入于实相之理。 法华经方便品位, 佛陀预令众生误佛之见, 故出现于是, 预令众生入佛之见到, 故出现于是。 二 世卿菩萨与众贤论师之师。 世卿者具舍论, 众贤者顺正理论已破之, 然其批评不无失当之嫌, 误入尊者乃者入阿皮达摩论二卷, 婉转以明有不知教义。 其后世卿之明大造, 尊者密告世卿或必至, 应于或前先必至加师弥罗, 后果的宴,其人之温厚可知。 于是既不详。 婆守盘斗法师传, 据舍论宝书卷一, 大唐西玉记卷三加师弥罗条, 批4111。 物缘,1615,1678, 清初灵记宗森, 当胡,浙江,人,俗姓曹, 号亦初, 十岁即解佛经妙义。 年十八父母聚丧, 李同月演之渊胡妙用和尚, 后因妙用父名, 遂从心善弘远落法。 四年妙用返天同山, 驻同月演, 师致此轻视之。 师二十八岁, 妙用在傅敏之际, 请师身坐于剑宁, 福剑, 普明寺, 师以养病辞雀。 后受其师之主父, 叶宝寿四之时与明方, 请为妙用之与路作序, 赴叶东塔之雪桥原信, 请为妙用全路之鞭客敬礼。 康熙十七年世纪, 享年六十四, 法辣四十二。 旭登正统卷三十四, 武登全书卷六十八, 批四千一百一十一。 武他, 泛语parasavid, 英明用语, 为英明二物之一。 物, 有二义, 即, 一, 迷, 之对称, 乃觉之义, 即明了真理。 二, 对经验事物事实之理解。 他, 只立论者以外之人。 包括问男, 义政等诸外人。 物他, 即以言语令他人了物正理, 获得政治。 英明入政理论, 英明政理门论, 英明入政理论物他们浅示, 参阅, 二物, 两百零八, 批四千一百一十一。 物字, 泛语TMASAVID。 英明用语, 为英明二物之一。 自己了物之义。 与物他合称二物或二义, 乃英明所发挥之功效。 批四千一百一十一。 物忍, 又作喜忍, 信忍, 为无身法忍之别名。 乃实信味之忍味, 亦为净土三忍之一。 为勇猛专精, 观想尽世之庄严, 心思见之, 功夫济身, 阔然而悟, 乃得无身之忍。 如为提西夫人已献见阿弥陀佛, 或然开悟, 得无身法忍。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三定善意, 批四千一百一十一。 物明, 一千九百一十二, 河南南水人, 俗姓李, 明灵权。 法明仁恩, 十四岁匹替于湖北逐西观音阁, 李能静法师为师, 二十岁于湖北汉阳归原禅寺受据足解。 后任上海刘云禅寺之客, 监院, 其后立主法云寺, 接影寺, 江宁云居禅寺。 来台后, 任台北石浦寺, 观音山陵云寺监院。 后创建护国大碑院, 海明禅寺。 又任西云禅寺住持, 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 理事常, 先后创办海明佛学院, 玄葬育幼院。 这有人恩梦存, 美游心影等。 批四千一百一十一。 悟空, 七百三十一, 唐代义金森。 金兆云阳, 陕西静阳, 人, 俗姓车。 明法界, 自悟空, 为北魏拓跋之远矣。 天保九年, 七百五十, 继兵国前大首领萨波达干 与三藏设立愿魔来求和, 一年朝廷前中使张韬光等四十余人遇会, 十寿师佐卫, 加入其行。 取道安息, 经历诸国, 至祭兵东都臣建陀罗国。 张韬光等祭毙十命, 将归, 师病不能随, 人流彼国, 后即建权, 岁头三藏设立愿魔落法, 法号达摩陀兜, 法界之义, 十年二十七。 二十九岁, 于加施弥罗国受巨族界, 刘蒙第四, 习根本律仪, 兼学范语, 并寻李诸佛寺, 历尤凡四年。 后南游至中天竺, 李加皮罗法苏堵成佛将身处塔, 拜摩截陀国菩提道场成佛处塔, 于菩提寺度下安居。 四瞻里居施纳承梭罗双陵入涅槃处塔等, 后驻纳烂陀寺。 广德三年, 七百六十五, 请归国, 唐氏许之, 遂携范本时的经, 回向伦经, 十利经, 及佛牙舍利, 取北路而归。 所经诸国皆有激流, 图中欲物提提西于, 施罗达摩等而溢出实力, 毕经一卷, 十的经, 回向伦经。 于真元五年, 七百八十九, 九月, 随中使断明秀归国, 竟佛设立即所义经, 奉斥正度, 赐明悟空。 后返云阳记二轻目, 不知所终。 赤藩经三部十一卷, 编入真元新定式教目录。 原照录其形状, 见大唐真元新一时的等经济,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宋高森传卷三, 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十七, 批四千一百一十二。 悟空禅师与录, 请参阅真些清了禅师与录。 悟沙, 沙, 魏沙多罗, 泛Ketra, 之略称, 乃土田, 国土之义。 悟沙, 即只开悟之人所住之国土。 原诀经, 大一七, 九二零上, 若能归悟沙, 先去贪田吃, 批四千一百一十二。 悟真寺, 位于陕西中南山雾征谷, 蓝田之东约九公里处。 随开黄, 五百八十一, 六百, 年中, 竟饮寺会远之门人竟业于蓝田赴车山, 开金采薇, 有终老之志。 朱清姓室卫驻山房, 结成凤阳。 室卫本寺之滥商。 为九, 南岳会思之门人会超义来住此, 与敬业共住八年。 另有宝宫, 会应等期隐于此。 唐真官初年, 法臣至该寺, 见其处狭窄, 景荣一床, 乃开灵心堂, 于寺南横岭创建华严堂, 并化千佛像, 刻造经济于山路严崖, 大营寺官。 后有慧远亦及藏以古于北延, 居留此寺, 后至长安, 宣说佛法。 善导亦曾致此修观想, 被见净土之庄严。 然其后之严格不详。 全寺分上下二院, 相聚约一公里于。 上寺于物真谷内西盘山崖上, 竹林翠, 俗称竹林寺。 下寺在物真谷口外蓝水南岸。 其水路殿, 为明代建筑, 后更名为水路庵, 殿内必素为古代著名之雕塑品, 列宿各种庭园, 楼阁, 殿宇, 人物, 佛, 菩萨及佛本身故事等。 旭高森传卷十一, 卷十二, 卷二十八, 佛祖统计卷二十七, 洪赞法华传卷三, 批四千一百一十二。 物竞, 一千六百一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卿出灵济宗森。 嘉兴, 浙江, 人, 俗姓张, 浩介安。 又年随同月眼之渊湖妙用, 半年后, 李龙池之万如通为替法, 物库氏, 废寝旺时, 刻苦生力打坐。 一日, 诗文辅浊大墓之音有神, 乃王剑宁, 福剑, 在参妙用, 豁然大悟。 其后立柱进山之观音殿, 嘉兴金明寺等, 大正禅封, 四法弟子颇多。 康熙十二年世纪, 世寿六十二。 这有戒安静禅师与陆十卷, 戒安和尚园留诵。 武登全书卷六十八, 批四千一百一十三。 物开 一千八百三十, 清代净土宗僧。 苏州墓读人, 俗姓张。 自豁然, 浩水云道人。 又通经史之学, 但博功名。 嘉拼, 遂气如从商。 一日行商图中寓一森度化, 中归三宝, 李祥丰文公, 更拜高明如剑和尚禀俱足戒, 参九有年, 演法于京南之显清寺, 后退隐于灵眼宝藏安, 自行化他, 精进念佛, 提思后进。 道光十年九月二十日世纪, 年寿不详。 这有静业之经, 静业初学须知, 念佛景策, 十六观古道秦等各一卷。 净土圣贤序录, P4113。 悟道, 又做得悟。 极乐见心性, 彻悟大道。 专心修习佛道, 以其达到悟道之妙处, 此乃各宗修道之共同纠集目的。 然悟道一语, 多位禅宗用于得法开悟者, 称为见性悟道。 P4113。 悟达, 811, 883, 唐代森。 梅州红雅, 金四川红雅, 人, 俗姓陈。 法明之玄, 自后觉。 又及喜见佛像身行。 七岁至宁一四听法太讲涅槃经, 仿佛目睹前因, 事业及梦该四殿之佛以守摩其鼎。 十一岁随法太出家, 言习涅槃经。 两年后于蜀的大慈寺, 奉丞相之命申堂说法, 听者日记万余, 莫不害叹其会, 皆尊师为臣菩萨。 后从辩真律师受巨族界, 赴随安国信法师学为时, 自言荆棘及百家之说。 师常恨相应之不堪讲经, 应诵大悲咒, 遂感神僧于梦中为其唤蛇, 一日, 与应及便。 既常, 有屡帝经, 五宗目道家之臣先语化, 独照师与道士抗论, 师直言不讳, 与风才便, 己知或罪, 帝虽不纳其言, 然亦加叹其实简。 智轩宗吏, 照师于大内讲经, 并赐紫家沙, 属为三教首座。 师常于一宗清灵法席赐审相未坐时, 应生欢喜心, 遂昭磊氏冤业于其膝上身人面疮, 后以加诺家尊者之助使酌除。 后起归故寺, 居蓬州丹景山。 西宗姓属时, 四号, 悟达国师。 士夫多喜与之交由, 礼商隐归田后, 与师共住最久。 中和三年世纪, 士寿七十三, 僧腊五十四。 这有慈悲水颤法三卷, 圣满经书四卷, 班若新经书, 金刚经书等二十余卷。 宋高僧传卷六, 神僧传卷八,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士士鸡骨略卷三, 批四千一百一十三。 物词, 一千九百二十六, 台湾台南人。 民国三十一年, 一千九百四十二, PT于麻豆宝祭寺。 四十一年, 创建观音讲寺, 组织佛教青年讲习班。 四十四年, 创办台南佛学书院, 法英杂志社。 五十年东渡日本, 先后在东京居泽、 立正等大学攻读, 并于京都大古大学修满博士课程。 归国后, 于五十八年, 接任台南开源寺住持。 其后, 获得美国东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六十四年, 创建慈爱医院。 后又接任宝祭寺住持, 蒲门仁爱之家董事长, 致力于红法及慈善事业。 撰有法华经讲话, 冷言经讲话, 超圣世家, 佛法僧三宝讲话, 佛道二教的冷战等书。 P4114 雾西河上语录, 请参阅虎学录。 雾西录, 请参阅虎学录。 雾影塔, 位于河南汝南之南关外。 俗传东至正五五塔营, 故又称五影塔。 塔面南而建, 乘六角形, 为九级楼格式砖塔, 高约二十余公尺。 塔身自第一层以上宽度渐小, 高度翼均匀地减, 故塔之轮廓呈现优美之抛物现行。 塔身下位单层须弥坐, 束腰部分嵌有气砖雕花卉及动物画像。 塔身第一层南壁有圆圈门, 北壁有砖刻四抹求文革扇门, 其余四壁则有砖刻求文革眼之方, 形甲窗及破紫磷甲窗, 造型优美、玲珑秀丽。 塔岩下位仿木结构之豆拱装饰, 各层塔壁或嵌弃佛像雕砖, 或辟射门、捆门、圆圈门。 一脚下位砖雕双半支老脚梁头, 乘以砖雕飞檐、瓦剑、形似飞鸟展翼。 自塔之建筑结构分析之, 本塔硬建于北宋中, 早期,为玉南地区现存最古之砖塔。 P4114 物禅、参物禅礼,称为物禅。 禅礼之参物, 或修习实际之座禅功夫, 或从古则公案中参究佛法之选址, 总之,皆以身心脱落, 明星见性未参禅物道之药物。 禅灵类聚卷物,P4114 物禅、1922 陕西咸阳人,俗姓孔 法明真详。 年十六, 李拜西安崇仁四纯德和尚PT出家。 月二年,于西京大兴寺受剧足解。 常先后跟随中南山寒敬老和尚及四川能海老法师席禅, 后至西藏拉萨哲邦寺学习藏文及英明等诸学。 民国四十七年,1958,赴印度,并常驻比邦红法。 先后担任印度佛陀涅槃场双灵寺, 陆野院中华佛寺之助持。 后创建玄葬寺于迦尔各达, 并担任菩提场中华大爵寺助持。 P4114 悔,心所知名, 即忏悔自己所造之业。 与,恶作,一词同意。 成为时论卷七,P4114 悔过,忏悔罪过之乙。 只为减轻或消除罪业而于佛, 僧之前,自述所犯身,口, 一等三页之忏悔一试。 书写一试之程序者, 为忏仪,或作忏文。 忏文是其所具之经典不同, 而有法华颤文,金光明颤文之分。 于舍利福悔过经,文书悔过经等, 载有悔过之功德。 另于广宏明集卷二十八路有梁辰诸第一经悔过而作之文, 如摩赫波若颤文, 金刚波若颤文, 圣天王班若颤文等十篇悔过文。 于日本,举行忏悔之一试, 依所奉佛像而有药师悔过, 吉祥悔过, 阿弥陀佛悔过等之别。 P4115 善,取风或用于理事之举。 佛在世时, 弟子常执善善佛, 此善建于阿含诸经中。 幽波离解极律葬时, 波斯逆王赐与世有象牙之善, 令其旨以颂律。 随样帝次高僧竟脱阔九十六公分之大竹善, 入大内讲经论。 以上皆为后世之元善之类, 非者善之类。 此外, 僧履于法事时, 于佛前持善, 以作为理事之用, 犹如近身之持户。 P4115 善面血经, 又称善面古血经。 为日本藤原末其流行之一种血经方式, 即于善面上画各种文样, 诗以彩色, 并上金银箔, 撒沙子等, 附于其上书写经文, 如法华经等文具。 现有各四级私人之收藏, 皆为具有历史价值之贵重一品。 佛教美术及历史, 世界印刷通史卷一批4115。 善插, 犯语AHA之音译, 意义作皇门, 指南子无生之弃者。 有先天, 本性善插, 与后天, 损坏善插, 二种, 各相当于五种不能难, 中之身不能难, 与并不能难。 据舍论卷三, 参阅, 五种不能难, 1175, 批4115。 郡多, 范与Kunta, 巴丽与Kuntha, 原意指小虫, 昆虫, 意义作郡多乙, 乙子, 折脚乙等, 畏乙类之乙种。 此外, 乙指乙斑之乙卵, 法运族论卷以瑜伽师的论卷八, 瑜伽论记卷二下, 顿伦, 批4115。 郡时教, 即时取落岁之教。 为天台宗对涅槃经教之称呼。 于涅槃经教之前, 有法华经会之开显一臣, 或有众生未堪闻法华, 或自甘退席, 或移至他方, 更呆涅槃经教之郡时, 使具珍藏佛性, 以入大涅槃。 涅槃经郡时法华经会所一泻之根基, 故以秋收后之时取落岁未誉, 而为法华为大收, 涅槃为郡时。 法华经文句卷时上, 观音玄义记卷一, 天台四交仪, 批4116。 补述, 佛以鸟鼠欲称破戒之僧, 故补述即毁破戒僧之乙。 佛藏经卷上, 是门规境以卷上, 参阅, 鸟鼠僧, 4845, 批4116。 邪善去求, 解释回向之意义所用之词。 与解释发愿之, 指尔去求, 相对。 发愿与回向, 前者乃上无善根, 为求往生成佛, 故称指尔去求, 后者则已有善根, 并以知求得携带善果, 故称协善去求。 慧远之观无量寿经义书卷末, 大三七, 一八三中, 指尔去求, 说之为愿, 协善去求, 说未回向, 批4116。 正光, 1927, 湖南岳阳人, 天资隐悟, 身柄善根, 为人谦和。 民国四十二年, 1953, 批涕于风源慈光寺, 为酒, 受聚足戒, 清净律行法师, 并成其一, 赌治苦行。 师位释心愿, 曾在佛前二度染指, 并多次次写, 书成经咒术部, 及佛门锦与八十余福。 52年, 受台中式慈善寺护法委员会之聘, 近山担任住持。 20年来, 重建该寺, 并予以扩大。 两度传授三坛大界, 同门有广源, 广人, 广化等诸师, 民国七十三年4月21日, 礼请佛光山新云大师担任慈善寺导师。 批四千一百一十六。 正灵, 即为供养密教本尊及慎重而设之一种做法。 于刑法中, 先则的结界设道场, 请本尊海会必, 以火愿密逢劫护道场, 四县二家沐浴诸尊, 设华座居之, 四镇灵以欢喜慎重, 四地县诸种供养。 此法虽以准硬度接待宾客之仪, 若就深密之一言之, 行者观想自新本具之本尊, 则语劝请本尊不二, 二家可喜成构, 显出清净本具菩提心, 八叶华座则为标示心连开夫, 做此华座, 即表示成佛而做佛座之上。 既成佛, 则自立圆满, 更附化他法门, 说法不掩, 即为正灵之意。 又古来正灵即有经觉, 欢喜即说法三种意义。 经觉者, 经觉本尊即受者之意, 如曼陀罗公即贯顶三昧耶界仪中最初之正灵即可称为经觉之灵。 关于正灵之做法, 依诸派而有不同, 有甚多标志, 故时, 及口传诸觉等。 此外, 供养毕后之正灵, 特称为后灵, 为欢诵诸尊归还本处而奏乐之意。 五大虚空葬菩萨素及大神宴秘密是经, 金刚鼎莲华步心念诵仪鬼, 青龙四鬼祭, P4116。 癌渣, 禅灵用语。 癌, 即强劲, 扎即逼迫之矣。 禅家问答应宠互相交换意见之事, 以其相互堪厌悟道之见之深浅, 作为向上之姿。 碧颜路卷三第二十三则之垂是, 大四八, 一六四上, 玉江火事, 金江石事, 剑江茅事, 水江丈事。 至于那僧门下, 一言一句, 一机一进, 一出一入, 一挨一扎, 要见深浅, 要见象背, 且到江什么。 是请举看。 童则之平唱, 大四八, 一六四中, 宝福, 常庆, 静青, 总臣四雪峰, 他三人痛的同症, 同见同闻, 同年同用, 一出一入, 地相癌渣, 一臂严及肿电超卷三肢解, 轻触约癌, 强触约渣, 即以轻重之语严及动作互相试验之矣。 其后此语副转作应答, 应呆, 返礼之矣。 必言陆卷五第四十九则, 必言超卷三, 批四千一百一十七。 廖剑, 右左廖剑, 了剑, 亮剑, 亮剑, 廖剑。 只善能分别选择正法。 盖此语散见于诸家之章书中, 但用法, 含义则不同。 亦以种种观点来论究之意, 即以问答方式做精密之议论。 二位灵记义玄位导学人误入之方法, 有夺人不夺境, 夺境不夺人, 人境俱夺, 人境俱不夺等四料简之说。 此时, 此四料简未真如十项之四种范畴之意。 三, 日本天台宗用语。 由于经文兼有彼此矛盾相反者, 故设法为之条和而解释说明, 称为料简。 四, 一般乃转止理解, 宽幼之意。 P4117 旁生, 即止畜生。 上自龙兽禽畜, 下即水鹿昆虫, 皆是夜轮二去, 非人天之正道, 故称旁生。 参阅, 畜生, 4188, P4117 旁浙浦, P4JB, 及印度五河地方之音译。 印度河之之流中, 有五之流流经该地。 太古之时, 亚利安人南下入侵此的, 并定居于此, 而产生独特之沸陀, 泛飞的, 文化, 在印度文化史上, 位极重要之地区, 约在金旁浙浦之北部。 P4117 詹玉佳, 古印度国王明。 佛陀入灭后七百年初, 读信佛法, 重建紫园经社。 据法院朱灵卷三十九载, 指缘经社缘为指托太子与须达长者共造, 其实占第八十寝, 共一百二十院, 东西约里, 南北则七百余部, 然经二百余年全被烧尽, 复经五百年, 有詹玉佳王者, 于原的附建, 然所成者十部及一。 P4117 詹陀罗, 范语CALA之音语。 右座詹陀罗, 詹陀罗。 意义为言斥, 暴力, 执恶, 险恶人, 执暴恶人, 逐杀人, 治狗人等。 印度社会阶级种姓制度中, 居于守陀罗阶级之下位者, 乃罪下级之种族, 彼等专氏域族, 贩卖, 屠宰, 鱼猎等值。 根据魔奴法典所在, 詹陀罗系指以守陀罗为父, 婆罗门为母之混血种。 增益阿含经卷十八, 大二, 六三六上, 或有一人, 生悲见佳, 或詹陀罗种, 或诞人种, 或公施种。 法华经安乐行品, 官无量寿经, 食送绿卷九, 参阅, 四姓, 一千七百零五, 批四千一百一十七。 詹陀罗吉多, 泛名康瑞格普特, 意义为岳户。 印度孔雀王朝之创始者, 约于纪元前三一六至二九三年在位。 出生于南陀王朝, 范南德, 统治下之摩羯陀国, 范摩德德, 元属卑剑之阶级, 西元前三一七年左右自西北举兵, 进攻摩羯陀地方, 击破南陀王朝之地九世达纳南陀, 范特南德, 推翻南陀王朝, 合并临近诸国, 建立孔雀王朝。 西元前三零五年, 叙利亚王西刘克斯, 斯益勒克斯, 疑似入侵印度而为其击退, 割让经阿富汗等地, 故坂图北至喜马拉雅山, 南达直达南方地域, 东至孟加拉湾, 西至阿拉伯海与新都库石山脉, 为印度最早之统一大帝国, 已有花兜之称的波罗利福多罗, 范匹埃勒普多罗, 经之巴特纳市, 卫首都。 詹陀罗吉多是印度最大之王, 国民的英雄。 其成功多得利于贤民宰相高迪里之谋略。 又与西方西刘克斯王朝关系颇为友好, 后者曾派遣美加苏德尼斯, Megasdenes, 西元前350、290左右, 为驻印大使, 致孔雀王朝首都。 逗留期间, 这有件文录, 印度至TA Indica, 乃了解印度当时情况之宝贵资料。 詹陀罗吉多王寺信奉其那教。 其后记者冰头梭罗, 范冰德尔斯阿瑞, 魏王之子, 阿玉王及其孙。 P4118 詹陀罗吉多仪式, 泛名康瑞·格普特。 西元四世纪吉多王朝, 吉多, 泛名格普特, 因一股普塔, 之创始者, 西元320-330年在位, 父祖以来, 原为摩羯陀地方之一小王, 与理查费族之公主库玛拉得为, 范冠德尔斯阿瑞, 结婚, 是利因之扩大。 波罗利福多罗, 范冠德尔斯阿瑞, 为其首辅。 最初号称为诸王之大王, 范冠德尔斯阿瑞, 范冠德尔斯阿瑞, 其后, 并吞临近诸国, 占有恒河中流地域, 奠定极多帝国之基础。 其继位之年, 320, 为年代学上重要的古普塔纪元。 其子沙姆陀罗吉多, 范冠德尔格尔格尔, 为其后继者。 P 4118 存佩河 日王,又称为克拉玛蒂特亚,范菲克隆德亚,西元380-414年在位。 吉多王朝,范高普特,第三代之王,继承其父沙姆陀罗吉多王大远真之伟业,灭亡西萨陀普诸神,并吞马拉瓦,乌瞻,普拉雅各等地,入吉多王朝。 除印度半岛南部及西南部外,版图及于印度大部分地区,为吉多王朝之最盛其。 我国法宪及于此时,405-411,至印度。 其实,有加里陀沙,范凯丽德沙,者,具有施盛之称,为吉多文化黄金时代之先驱者。 P4118 占遮摩纳,范名CIC,M-Novica。 右座占舌膜,占遮,占遮,占遮,怀盘女子。 意义未报志。 指防爱世尊度众之婆罗门女,与提婆达多,瞿家里,孙陀利并称。 世尊于指缘金舍说法时,其身欲日龙,外道及之,按浅此女入金舍,细目于于怀中,为庄认父,入大众中扬言,此说法人与其通,父中之子乃是种。 十大众一之,帝是天乃化白鼠,入其一中,断所细思,于初是险,众一是然。 十的自裂,女堕入阿比地狱。 法险,玄葬西游时,人见大生坑之遗迹。 初药精卷食肥磅品,高森法显传,大唐西玉剂卷六,P41119。 占坦尔,巴黎语,Skara,Madeva,又称坦尔,坦荣,坦树尔。 未生于占坦树之木生。 习食印度一般是为是所稀有之珍贵食物。 据长阿含卷三游行经记载,习食佛于波婆臣之龟头原位断公之子周那,范康的,巴童,说法。 周那闻法性受欢喜,遂请世尊赐日至其舍皆受供养。 一日,佛陀帅重负其舍,周那奉以沾坦尔根,其时佛陀欲试周那,物语其余之比丘。 佛陀时候复说法,至中叶及涅槃。 然据巴黎本大班涅槃经所在,周那所用以奉佛者为Skara,Madeva,西方学者即根据此一巴黎语考证之,Skara, 亦做猪,Madeva,细枯,干之乙。 故Skara,Madeva应解是做野猪之前肉,另有将其解为一种柔软之野猪肉者。 然据日本之印度学学者高南顺次郎之考证,巴黎语之Madeva,细饭语Madeva,即真味之乙。 故将其解为野猪所吃之真味,即一种称为君子之物。 法华玄义卷七,西藏传印度佛教历史卷上,印度佛纪实写解说,P4119。 占谈香辟之佛,泛名Candana,Gantar,Pratyakabuddha,密教胎藏界佛名,为四元觉中之灵域独觉。 位于胎藏界曼陀罗世家院上行北端第八位,密号清冷金刚。 其形象稍瘦,全身成金色,通肩着袈裟,右手指袈裟角,左掌直竖向外,坐于赤帘之上。 大日经据原品,诸说不同纪卷七,胎藏七纪卷中,P4119。 占谈,指佛陀之涂皮。 涂皮,为火葬之义。 佛陀之涂皮以占谈卫星,燃之臣,故以,占谈,为佛陀涂皮之代称。 P4120。 瞻谈瑞相,幽田王誓愿所臣之瞻谈墓世家相。 又坐瞻谈瑞相。 佛陈道后,申刀立天为母说法三月,交赏弥国幽田王南静思墓之情, 遂请皮手结摩天,以牛头瞻谈造佛形象,是为佛像之使。 与幽田王造瞻谈象之同时,波斯逆王亦造金象。 大唐西玉记卷五载,交赏弥国之大金舍,高六十尺,至幽田王索克之瞻谈象。 玄藏西游时曾礼拜此相,并摩刻携回。 令梁武帝曾夜梦世家相东迁世,于天间元年,502,浅好迁,谢文华等八十八人至印度舍为国求之。 天间十年,五百一十一,摩像来至,地律百官迎入太极殿公养。 原帝时,于荆州城北造大明寺安至。 梁高森传卷一竹法兰条载,后汉明帝时,蔡英等西史,的释迦画像归,明帝命画公图写于清凉台中及显杰林上,此相今已不存。 若所言属实,此为我国最早之佛像。 四位后勤究摩罗时东游时所积之相,思相古来灵验,代代相传,朝野尊崇,宋,其,梁,臣寺朝供奉于江南龙光寺,随时移至扬州长乐寺,五代之济南唐都精灵,千至长仙寺, 北宋出至于汴京开宝寺之永安苑,太宗时营入资福殿供养,更于西华门外建开盛寺安至,原代公于大内,清初营至旧封寺,康熙五年,一千六百六十六,一至红人寺。 庚子之乱,一千九百,四毁,相义不知所终。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批四千一百二十。 沾檀树,沾檀,范与Kandana,八粒与铜。 右座沾檀树,沾檀树,沾陀纳树,沾檀纳树,沾檀纳树,沾檀。 本草纲木称为白檀,檀香。 属檀香科。 为长绿枝桥木,干高树杖,其材芳香,可供雕刻,盐根味粉末,可味檀香,或炙香油,夜长约五公分,枪封状对身,防状花。 求行和果,带如蚕豆,熟食成黑色,剖腹枝叶,和肾坚硬,树枝有三突灵。 悬应应一卷二十三位有赤,白,紫珠种。 惠灵应一卷三位,此香出南海,有白,赤二种,而以赤檀位上品。 又惠灵应一卷二十一影会愿意卷上所在,为白,谈可辽致热病,赤檀可驱除风肿,皆能除极安生,故又意味,与乐。 又有牛头沾坛,范沟R.A.,肯德纳,蛇星坛,范鲁桃GasR.A.,肯德纳,浅者成灰黄色,香气浓郁,古人用以雕刻佛像,如幽田王以此香木所刻之佛像,举世文明,后者又称乌洛家沾坛,以其特具消除蛇毒之孝,故称之。 中阿韩卷三十四玉京,大智度论卷十,大唐西玉记卷二,卷十,参阅,牛头沾坛,一千五百零七,批四千一百二十。 沾坛纪逆渣王,吉悦之国之家逆色渣王。 威德赤圣,志气雄猛,勇见超市,所向无敌。 据父法藏因缘传卷五载,王征服中印度华士臣,何一时要求华士臣赔偿九亿金宝,华士王以马鸣菩萨及佛代替,王大喜乃遣兵回国。 王对佛教尽力护持,其中以佛典结即位最著名。 参阅,加逆色家王,三千九百七十六,批四千一百二十一。 沾坛心境,指佛陀之涅槃。 佛陀之徒匹以沾坛卫心,故为佛陀之灭度犹如心境火灭。 法华经续品,批四千一百二十一。 靖山,靖,靖之意,山,寺院之意。 新任住持出入寺院继承法务,称靖山。 其时所举行之仪式称靖山是,为禅宗等所行。 右座靖院,靖山,入院。 据赤修百丈清规卷上住持张入院条之载, 唐代行靖山是时,必顶立腰包至山门之首,下立,入门住香,有法语。 而后至僧堂之前解包,于平处卓足,取一批搭,入堂住香, 复至圣僧之前大展三拜,参随之仁一同拜。 挂搭乙,即至佛殿粘香,时有粘香法语,随之大展三拜。 赐于土地堂,祖师堂前住香,亦各有法语。 其后入方丈巨式,亦有法语。 如此赐地开堂住道,乃堂代所行之靖山古事。 其后之诵,缘,明及靖带丛林所行之靖山是则见趋于隆重复杂, 其如堂前明钟,寻堂一扎,知事巨状,香灯番盖,茶汤斋时, 全山巨威以及各仪式法语等,远教古事之靖山是繁复, 其仪式戏则被载于隐缘和尚之黄博清规。 禅怨清规卷七,禅灵备用清规卷四,禅灵向器间从鬼门, 批四千一百二十一。 十,一范与KLA,八粒与铜,应一加罗,十节之意,百法之一。 未为十宗二十四不相应行之一。 有为诸法相续千流,令身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之差别。 一般佛教之观念,均认为,十,乃假立者,圣论外道或识论师则认为, 十,乃实在者。 有不及称是无别体,乃依法而立者。 因此在大制度论卷一位,佛教经典中,不以加罗表示,十,而称,十,为三摩耶,犯三美尔。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二,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二,参阅,三摩耶,六百七十二,加罗,三千九百七十九,二印度将一年分为三期,即,一,热时,一月十六日起五月十五日。 二,宇时,五月十六日起九月十五日。 三,寒时,自九月十六日至一月十五日。 总称谓天竹三时。 以上三期亦称为热记、雨记、寒记等三记。 关于三期与月日之分配,则有多种一说。 三指朝夕为二时,或指加罗时,三摩耶时,三昧耶时,等为二时。 四古印度人以时间之最小单位为刹那,一百二十刹那为一达刹那,六十达刹那为一辣腹,三十辣腹为一目忽利多,三十目忽利多则为一昼夜。 最长之时间单位刹那,三千七百三十一,批四千一百二十一。 十起父,范语直。 意义作舌,其原意为火焰,即能长之乙。 盖以公物投入火中即神时,火焰即为神指,能长,之表现,故立代皆将此字一作舌,而以君分瑞亚一作舌根。 大臣法愿意灵章卷三本,批四千一百二十二。 十分,古印度立法昼夜之分法有多种? 一,依佛法以昼三夜三之六十位常法,佛说阿弥陀经,大一二,三四七上,昼夜六十,与天曼陀罗华。 二,一般民间分位八十,大唐锡玉记卷二,大五一,八七五下,居俗日夜分位八十。 三,分昼夜为十二十,乃仿大吉经卷二十三所说十二十神寿之说。 此一分法,我国及日本自古及习用之。 四,分昼夜为三十十,大制度论卷四十八,大二五,四零九中,日明从淡至淡,初分,中分,后分,夜亦三分,一日一夜,有三十十。 五,分昼夜为六十十,大日经书卷四位,印度立法昼夜各有三十十,各有名号,白昼则以日隐藏短季度之,日中行事,各有定规,某时做事积极,某时则凶,某时中平,各有项类。 参阅,十二寿,三百四十七,批四千一百二十二。 十一,比丘应和十一这一之位。 如入王宫,聚落时这森家离,居房时这安陀会,入狱时这狱一等。 大制度论卷二十二,批四千一百二十二。 十宗,日本净土宗流派之一。 又称游行宗,游行众,十众。 建制二年,一千两百七十六,至真,又作一变,一千一百三十九,一千两百八十九,创立。 至真于既一雄也神社的神域,顿悟他立之秘义,后携劝敬仗,念佛闸等游行诸国。 以神奈川县藤则之清净光寺,游行寺,为本山。 净土三部经中,特依阿弥陀经历其宗义,宗名即取自阿弥陀经,灵命忠实,之文。 十宗之宗旨即,阿弥陀名号具无限功德,众生若能于平身虔诚念佛,灵命忠实义必能平静念佛,死后即可往生净土。 十宗信徒仿其开祖行机,游行全国,劝敬布施。 布教时则利用各地神社,例如一是神功,雄也神社,而向神社之参议者说法施教。 至真末后,第二是他阿弥之,方确立宗规。 第五是安国时,正是以清静光四位本山。 第十二是尊观法亲王,号称忠心。 后分裂成十二支派,经仅存七支派。 一遍上人语录,他阿上人法语,神宣游行念佛迹,净土邪脉论卷下,批四千一百二十二。 十常华言,即后分华言之矣。 相对于,前分华言,乃天台宗所言。 即佛陀于晨道三七日后,对智慧立根者所说之华言法门。 于华言经七处八会,新一座七处九会,中,自第一会,寂灭道场会,至第七会,普光法堂众会,等六处七会,为佛陈道三七日之所说,称为前分华言,其第八会,是多灵会,即入法界品之一会,乃自陆也愿至法华涅盘之期间的常识之所说, 称为后分华言。 盖佛出成佛果,转无上法轮,眼华言之大义,然众生根顿基小,未能登堂入世,如龙若雅,佛乃回待向小,赞眼华言而喧小成阿寒, 歹因缘成熟,欲顿大之基者,乃眼华言妙意。 法华玄一卷十下,华言经书超玄弹卷一批四千一百二十三。 十十,一指四药中之十药,包括蒲蛇泥,驱蛇泥,石石,石浆。 日日卫星,由淡至日中所福之五种蒲蛇泥,饭头正亚,意义做正食,即饭,干饭,鱼,肉等。 又五种之蛆蛇泥,饭,鱼,亦亦做不正食,急之,叶,滑,果,细墨磨石等。 此外,有时时与时将,时时指蛮精根,根,藕根,萝根,萝卜根,制毒之草根等,时将指一切之果之,粉之,乳烙浆等。 有部百一结魔卷五、四分绿山繁补雀形式超卷二、二范语KLA、Pojana、巴黎语童 指正当时间内之禁食 出家之生活规定仅限于早晨至正午之间可以禁食 过午以后之禁食乃被禁者称为非食食 此意味我国与日本将晚餐称为药食之原因 出家大纲、参阅、非食食、3710、P4123 食处诸园、食、未食二、食、处、未禁处或不禁处、诸园者、及生活、人事、记忆等 故知食处诸园一词相当于随时随处之意 P4123 食魅鬼、又作精魅鬼 三鬼之一 于半夜子时化为子属精灵或作少男少女之行 或便可谓之相等厌媚作禅之人者 此时禅人各时其时 与此时来者知其为属受则直呼其名 精魅即散 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四 P4123 食量、论及时间之种种单位 依据舍论卷十二所在 古印度人以最小支单位为刹那 范KAA 百二十刹那为一达刹那 范TAT KAA 六十达刹那为一辣腹 范Lava 三十辣腹为一目忽利多 范Martia 三十目忽利多为一昼夜 范Ahertra 三十昼夜为一月 范MSA 十二月为一年 范FAR 更有小节、中节、大节、阿森纸节等单位 又一年分寒祭时、热祭时、语祭时三期 此外 一念与刹那 生灭之关系 旧人王班若经卷上所述 一念为九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灭 故一念之间既有八万一千生灭 令于杂星论卷二位 一坛纸有六十四刹那 大制度论卷十五则位 一坛纸位六十刹那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摩赫纸观卷三上 批四千一百二十三 十解脱、不十解脱之对称 又称呆时解脱、十爱心解脱 身文四果中之阿罗汉可分六种 于六种阿罗汉中 前五种之退法、私法、护法、安住法、勘达法等五种顿根之人 未入宪 faenu procent 必待圣缘具足之时而解脱抭 由六种 其所呆之圣缘又可分位六种 即好识、好衣、好卧据、好说法、好处所、好人等 中阿含卷49大空精 巨舍论卷25 大皮婆沙论卷101 P4124 石浆 四药中属于石药之浆类 即止一切之果汁 粉汁 乳酪浆等 四分绿山繁补雀形式超卷2 参阅 四药 1849 P4124 石卫 1303 1381 袁代森 属灵纪宗阳旗派分支破眼派 温州乐卿 位于浙江 人 俗姓金 浩万丰 是称万丰石卫禅师 母镇是叶孟如是二人入寝室 吉旦产二子 四子吉师 但时有一光照世 众怪而欲弃之去 姑乃欲之 于强宝中见僧哲为孝合掌 十一岁的渡 习法华经 宋志 诸法从本来 忽有所醒悟 岁四出游方 年十九寿巨族界 餐叶虎跑朴臣 天台山无见仙堵 后头扶龙山千严远长门下 契机正物 铸西州 广西 松山 后宜西苏州 邓卫山开圣恩寺 三十年间到丰大阵 从其寿三规五界 会向奉寺者不可以数计 鸿五十四年世纪 世寿七十九 增集续传登陆卷六 续世世纪古略卷二 批四千一百二十四 时论外道 又称时纪外道 时境外道 时散外道 印度外道之一 彼等以时间为万物之音 认为其常驻不变 万物之成坏 生死都为时所使然 故 时 常生一切物 为涅槃之音 于外道小城涅槃中 称其为二十种外道之地时期 大日经驻新品 显阳圣教论卷五 大制度论卷一批四千一百二十四 十轮达特罗 范名 泛名 パー and 代不得得得得得益 略作 卡雷卡卡 、 唐忏, 卡拉恰库拉秘法 又称时纫密法 为西藏皇教主要教学内容之一 据根本达特罗之著述诗书维玛拉普拉巴 范菲莫拉普拉巴 在根本达特罗一万二千颂 乃佛陀涅槃前二年 金刚守菩萨之化身苏坎德拉王 范菲肯拉向佛陀请问 而流行于香巴拉 范恩哈拉等国者 六百年后 香巴拉国地一代卡尔基 康基 为文殊之化身耶舍王 范耶 为了对抗将于二百年后 兴起于麦家 麦卡 而可能灭亡香巴拉国之回教 乃究极范天 师婆 皮色奴教徒 并将其召入十轮曼陀罗内 严禁杀身 给予十轮大秘法灌顶 并宣说拉古达特罗 范拉格 Tantra 三千颂 此极现行之十轮达特罗 其后 第二代卡尔基魏观音之化身分 陀利华王 范普 U.A.R. Kansas 蒙佛受计 且随顺根本达特罗 作著式之书 维马拉普拉巴 关于十轮达特罗 与维马拉普拉巴之传承 有诸多一说 总结诸说 则约于西元1040年以后 活跃于印度摩羯 陀佛国之大石族 范克罗马皮尾 藏德斯沙夫 Champio 与小石族 藏德斯沙夫 Champio 二位学者被推断 为十轮达特罗 与维马拉普拉巴之作者 故十轮达特罗 成立之年代 最早为1027年 十轮达特罗之内容 细了一之斑弱 姆达特罗 与方便 复达特罗 之双入无二 以实现真实之智慧 为最高目的 实现之方法 为观察宇宙之结构与活动 即日月星辰之运行 及其千流变化 并控制与此对应之人体脉管 范N 轮 范Cadcro 气息 范PRA VU 之千流变化 以其达到究极合一之境界 故提供了天文学上有关力学之技术 为此达特罗本质上之重要性 此外 亦反映出当时回教侵入印度所造成恐怖与混乱之状态 从达特罗成立之传说 亦可看出其假借皮色奴教有关乡巴拉国之传说 与皮色奴地实权献卡尔基在世诱人之构想 并结合印度原有之诸宗教 以扑灭即将席卷印度之回教徒之意图 而呈现出回教文化与印度文化冲突之一面 十轮系立观基本的课题 与田野薄油 教于 十轮 位置 与田野薄油 教教交涉一段面 回教对策目的 十轮形成于 与田野薄油 不顿 藏布拉德 Stone 全书第一部至第五部 P4124 时机相应 施教法之时代 时 即接受教法之对象 机 事宜 称为时机相应 幼时与机已经十分成熟者 称时机纯熟 P4125 时机纯熟 亦佛印众生之机而说法 四地幼影 应机而化 初说潜略之法门 建入玄妙殊胜之身意 时节行仪 根基意见调手 至于堪受教义 待时机纯熟 自可游列向圣 回小向大 二佛陀入灭后 佛法分正法 向法 末法三十 由此次第 根基建列 教法之化意义健薄 以修而殊胜之法门乃能传步 此以修之法门即为时机纯熟 时机相应之教 P4125 P4125 书语 1645 1721 清代律僧 江苏武近人 俗姓唐 自一节 浩佛安 浩佛安 幼时通如学 一日文僧 送行愿品 应蒙出家之志 22岁 依京口家山自迁剔度 扶秦继九 从精灵宝化山龙昌寺 剑阅独体受巨族界 并清静之 以研究律部 康熙22年 1683 与定安德基赴杭州招庆四陵坛眼界 遂止于该寺主持其事 凡38年 美岁春冬两旗红界 四方僧俗西级 受巨族界者达万余人 39年离火灾 一年新宫在建 陈大雄宝殿 戒坛等 四语轮幻一新 52年寿赐龙藏 60年世级 说祭座定入祭 享年七十七 这有饭往经菩萨界出经八卷 皮尼日用切药香乳剂 沙弥律一药略数亿 二部森寿界一世 结魔一世各二卷等 大昭庆律四至卷一 卷二 卷八 兴旭高僧传卷二十九 中国佛教史卷四 批四千一百二十六 书状侍者 又称内计 内使 侍状 三大侍者之一 或五侍者之一 执掌禅家 助持网复文书之起草 书状 及有关之一切点 汉文末之侍者 赤修百账轻规卷四四者条 大四八 一一三一下 凡助持网复书问 制作文字 先具草城 如雀书记 山门一英文汉 书状是者执之 禅林相器兼职位门 批四千一百二十六 书记 禅林六头首之一 掌文书汉末之之称 又称书状 既是 外史 外记 书记 原为古清规之书状 执掌文汉 樊山门之榜书书问 祈祷之词语 西属之 盖古之名山大沙 凡凤圣旨之赤 住持集聚谢表 世纪之时 亦需聚仪表 或有所赐 或有所问 聚奉表径 而住持专柄大法 文字之事少有研究 故特赦书记之职 主职山门之书书 然古无书记之名 仅有书状 书记乃取原荣之木 府属记是参军之名 于禅林特请书记已执之 非百丈禅师所设者 赤修百丈轻规卷下两序章 西序投手书记条 禅林向器兼职位门 批4126 书贞 明末清出律森 云南陆丰人 俗姓王 自静观 通如学 然发觉成之志 从翠丰西林寺新田出家 通达内典 便由诸方 明崇祯十七年 一千六百四十四 至精灵 执三昧 寂光之报 恩寺开戒谈 应以的戒 感他顶有子 燕飞腾之锐 遂称五道 狮子儿 长一指宝华山 转修绿布 原著寂光之图 剑月 独体红戒 获任教授 获司结膜 遂受副主森 加礼一 清康熙年中 长见绿堂 受怀俊净土 禅林之迎请 起见戒谈 求戒者接踵而至 王公清向目 其道风 亦多随从 至年七十专事著作 有随机结魔书超六卷 皮尼甘露 则药石卷 绿学日云药本 等书传世 诗不仅专经绿藏 亦伯通禅学 曾于定中游天台 见阿罗汉逞旗 据传节魔书超完成之际 长梦里道宣之塔 岁有 智者之后生 南山之再来 之称 纪年雨寿 响君不祥 颠世纪卷三 兴旭高森 传卷二十九 批四千一百二十六 书写 遗范语 Lecana 十种法行之第一 有关经典受持之方法行仪 其第一者即是书写经典 二五种法师之一 称能精通经论 书写洪通佛法而为人之师者 批四千一百二十七 暗瓜二帝 三论宗及藏评判二帝说之用语 暗瓜于水中 首举则刮现出其体 以知比喻是帝 首暗瓜则没其体 以知比喻 甲体即空 知真帝 俗帝显而易见 真帝则不易显 非常人所能了知者 故以暗瓜比喻之 二帝一卷下 参阅 二帝 两百四十四 批四千一百二十七 暗达罗王朝 暗达罗 泛名安布拉 又作暗陀罗王朝 于阿裕王室后 统领南印度之王朝 自西元前二三二年至西元二二五年 历三十代 凡四百五十年 据传其乃亚利安族与土著之混血种族 于统一独立前及有三十都市 无数村落 十万步兵 两千骑兵 一万项队 武力强大 第一是王位师摩加 范斯蒙克 其是明梭多婆赫 范斯托弗娜 以及王室之称 西元一世纪莫曾受世家族中之两部族之侵略 至106年因主乔达米普特罗西达卡尔尼王 范高等普塔塔克埃 即位 使振兴其国事 其后 国事复逐渐衰退 至西元二二五年中告灭亡 又西元二零零年 按达罗王朝曾特意保护着明知佛教 遗迹阿摩罗婆提大塔 范阿玛法 之建设 与阿占多 范阿占特 窟院之初其开决 又于耶奇纳设立王 范Jajari 时将黑风山之洞窟赠与大乘佛教民宿龙树 范M.G.G.N. 且予以保护 故此王朝之德业对于大乘佛教之心龙时有极大贡献 据大唐西玉记卷时所在 按达罗之都城为平齐罗 风俗猛烈 全国加兰二十余所 僧徒三千余人 其西南部远处有一苏赌波 乃无幽王所见 其地位佛陀说法的遗迹之一 陈西南二十余里处有一孤山 山岭上之石塔及席时成那造英明论之处 西玉记复云 按达罗之东南为陀纳结哲家国 后者又称大按达罗国 南海记归内法船卷寺 解说西玉记 东南印度诸国研究 P4127 按达罗派 巴黎明恩德克 布派佛教之名称 此派根据的为南印度按达罗 范恩布拉 巴恩哈 又做按陀罗 地方 据佛音 范布达侯耶 之论是住 巴卡斯 巴斯 巴克拉 阿哈克斯 按达罗派共有东山驻步 巴巴巴 贝斯利 西山驻步 巴巴巴瑞斯利亚 王山驻步 巴阿扎扎扎埃 吉亿臣步 巴斯德塞 等四部 均为后世出现之部派 此一 按达罗之名称非为佛音 以前所用者 然有关部派诸书中 对于属按达罗的四部派 导师 巴迪帕巴巴斯 指出在佛灭二百年中十七部派分裂后产生六部派中之王山驻步 亦臣步 东山驻步及西山驻步等四者 南传大统使 Mahvi A S A V 亦同说 清辩 范 A V A 之一部宗经 是 藏 S D E P T H A D P A R B P D N P A B A 之第二说 亦在八部的大众部中接出东山驻步 藏A R J Y I I Po Po 西山驻步 藏Nab J Y I I Po Po 王山驻步 藏Mkio Po R I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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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亦臣步 藏Dong Grab Po Po 等四部 据事有之一部宗伦论所在佛陀入灭后第二百年门时大众部有大天者驻至多山与大众部森政论于所有等五式至生乖政分裂出至多山部西山驻步及北山驻步相当于岛使等至东山驻步等三部 对此论是二之一至五佛因之驻位于所有为东山驻步及西山驻步之主张无知由于他另入等三是为东山驻步之主张到因生故起为东山驻步等所主张大致吻合 是有位说王山驻步及一臣步而系出于岛使等记载 由此推测 此二部在西山驻步及东山驻步以后分裂 更在岛使接触后其分派的大众部六部之一 后王山驻步 巴阿普拉 阿杰德里克 大统始作金刚部 Fiori 系由王山驻步分裂出者 节级分派思考 小城佛教思想论 印度佛教固有名词词典 M The Aspects of Mahuaya and A Buddhism J.Thomas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 J.D. Malala-Sakura Dictionary of Pili Proper Names P4128 案头 及几案 在禅宗寺院之众疗内 为众僧阅读佛典祖论时 所使用之几案 禅僧于放餐 参禅后之休息时 大众回到众疗中 各就案头为 相向而坐 随意吃汤 又在辽宗之案头上 不得安置 佛菩萨之相 以免无礼 永平原禅师 清规卷上 卷下 P4128 桑西 最早翻译汉文佛经 为藏文之义经师 俗姓八 传为京城公主石流藏汉人之后义 曾为契立宿赞王 704 755 所派遣 往长安取经 返藏时 契立宿赞王已是 其子其双提赞 742 797 又年即位 因全臣之敬佛 桑西岁藏所携迁于卷汉文经典于清浦 经桑耶附近 石窟中 及其双提赞建长 桑西与信佛之臣属共义心佛事仪 桑西乃将所藏佛经进城藏王 并略数其大义 赞普大悦 命于汉人梅马国 加施弥罗阿南陀等共义为藏文 P4129 桑方卡马哈亚尼康 为古代爪哇之书名 乃大臣圣教之义 其内容戏叙述密教于家行者之修道及正果 由梵文叙迹于古代爪哇语之本文组成 叙迹有四十二颂乃劝说修行者 可助于三世诸佛大臣妙道真言行之礼去 守护三昧耶 的金刚萨朵之加倍 知诸法无自信无浊 而于世间开示真言之礼去 自持金刚硬器等 尊重于一切诸佛平等之阿蛇离 并供养之 应求达到佛位为目的 本文采用古代爪哇语之问答题 不分章节 然后仍分之为四章 第一章略说修行者入波罗密行所作 有关先行准备之住处及资据之规定 第二章详说十波罗密及布施等六波罗密 与此A喜舍等四修 第三章则细说修行者在波罗密城闷后 应恋行之瑜伽 并基于锻炼气息之不二定等 以及皆是秘密之解说 文字应生之秘事等 兼有援引成那之说者 第四章之祖之甚为挫杂 旨在说明修行者必须到达的诸菩萨 诸在定佛及其非所具有之秘密 一等 Chapter Elliott Hinduism and Buddhism Arthur Fett's Buddhism in Java Peace 1934 Peace 14129 桑鼎寺,位于西藏山南浪卡子陷进白地湖,杨卓雍湖,南面。 系西藏唯一女活佛桑鼎多吉帕姆注西之所。 由琼波南交之后被兴建,属西藏佛教加尔居派乡巴加尔居之派。 P4129 桑渊寺,西藏名Psan,Yas。 全名Psan,Yasmi,Jyurahong,Jyisgropahajsa,Lak,Ka。 又称桑一寺,桑耶寺。 位于拉萨,藏Eha,Sa,东南方,雅鲁藏布江,藏TSa,PO,北侧之近郊, 为西藏最早创建之寺院。 唐大利元年,766,起双提赞,藏Kri,Sr,O,D,San,为正户西藏国而建。 一说大利二年奠基,真元15年,799,落成。 另一说建于大利十四年。 创建之初,曾受当代高森技护,范Mkirakita,即莲华生,范Padmese M. Hava,之原著, 据传莲华生曾修秘密法,调幅恶魔,奇迹颇多。 本寺模仿印度欧丹多复离寺,范Udaapura,形式,柔和藏,汉与印度之建竹风格兴建,故又称三样四。 其行至,中央位须弥山,外有四大洲,八小洲及日月二轮,最外有圆墙围绕,四角各建四设立塔,四门各立四碑。 四中包括一座大殿,四大学院及其他建筑,四周围已高墙,环绕长约2.4公里,墙上有砖塔1030座。 正殿大佛像高达16公尺,四中所供佛像大多纯金铸成,并是以珠宝,佛前供契义大多已经营造成。 四前方柱形石碑立于其双提赞,742、797、时期,捐有藏文明文。 今四遭破坏,文物无存。 四中设有益经院,藏Scrubb,BS,Jayurah,Ka,内藏有印度原点,习于1810年大部分被烧毁。 印度学生如桑提卡尔帕,范Antigabha,维修达兴赫,范Vir Desiha,等,以及西藏翻译森曲奇南巴,藏Chas,Kyina,Pah, 庞德纳,庞德纳穆加,藏Ben Namka,等人,曾与其双提赞之臂护下,与本寺从事印度佛典之西藏语翻译事业,又奉斥与卡乌贝尔詹库,藏Scar,Beapo,Brasax,鲁易纽宝,藏Kuisi,Pio,等人合集珍藏于田加尔,藏Dan,Kar,宫殿之经藏目录。 本寺落成之第二年,常自印度招请十二名有部律之律僧,依此制度首批藏人出家之七位僧人,号称七爵士,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之寺院。 本寺于西元九世纪中,土藩进佛教,曾遭封闭。 十世纪后半期,佛教恢复。 经由萨迦派之喇玛森统侠,然寺内之助森大部分为宁玛派,藏Ri,马,帕,僧人。 所助森旅约有千人。 LA Without the Buddhism of Tibet, Evans, whence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 Tsang, Lingshan and Shen, Chilu Tibet and the Tibetans, S.Khondra Das Pak Samjong Zen, H. Hoffman Die Religion and Tibet's, The Religions of Tibet, A Ferrari M.K.M. Brusa's Guide to the Holy Places of Central Tibet, P.4129。 历驼,范习,犯 sym kekayla,右坐汉历驼, 意义味肉团心。 乃义根之所脱,其形由八半枝肉叶构成。 参阅,肉团心,2513,P.4131。 孝定清规,请参阅丛林孝定清规总要。 效量数诸功德经,请参阅曼书是历咒藏中效量数诸功德经。 效量探,又作格量探。 欲赞探任何之功德,先假举一大功德,使之其分量,再以此比较其他功德,则他功德之大,亦能不欲而知。 法华经随喜功德品之所名者即是此理。 P4131 根,泛语因瑞亚之意义。 通常指器官,机能,能力之意。 佛教用语中,根,一词意含有器官能力之意。 草木之根不仅具有增长方,且可衍生出枝干,花叶果实等。 又如人类之眼,耳,鼻,舌,身等,不仅有助于人类之觉悟,且可促进性,精进,念,定,慧等,故以五根称之。 教中经义,有关根之用法甚多,大别之,可有如下两大类,一,乃只强而有力之作用,又称增上,之意。 共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生根,义根,女根,男根,命根,乐根,苦根,喜根,幽根,舌根,性根,情根,念根,定根,慧根,未知当之根,乙之根,惧之根,惧之根等二十二根。 最初之眼,耳,鼻,舌,身,义,称为六根,其中除一根,心,外,前五根属感觉器官,五根,或是感觉机能,由物质,色,所形成,故称为五色根,简称为五根。 数论派认为此五根具有知觉之作用,故称之为之根,五之根。 其在五之根外另加五作业根,手、足、口、大便处、小便处,即一根,而立十一根之说。 而沸潭多学派则立十四根之说。 眼等五根分位思感觉作用之剩一根,相当于不可见的神经系统,和有辅助作用之浮沉根,眼球,骨膜等, 乃血肉形成之外部器官,在一切有不认为此剩一根才是五根。 二十二根中之乐,苦、喜、忧、舍等五根能感受外界之印象感觉, 而语言等五根区别,称为五受根。 此外,性、情、念、定、慧等意称五根,以其能除烦恼、真胜道,有其殊胜之作用, 故意以根称之,然为别语言等五根,而称为五无漏根。 又有为之当之根,以之根,拒之根等三根,其本体多为义、乐、喜、舍、五无漏根等九根, 为之当之根在见道,以之根在修道,拒之根在无学道所引起,此三根又称三无漏根。 副次,二十二根中之女,男、命根等,指命根与受命。 女根,男根即即与女,男具有性真之力量,特指性气而言。 从男转变成女或由女转变为男之一性,称为转根。 一般所称之二根,有指圣一根与浮沉根者,或指女根与男根者。 二,根有根基,根性之义,表示受教者之性质,滋质。 因根有优劣之分,故有所谓立,顿二根之别,或上、中、下等三根,立、中、顿等三根之别。 若以修道立修炼之,从顿根,下根而见修至立根,上根,称为炼根或转根。 各种转根之中,由指由生文,下根,至圆绝,中根,再往上至菩萨,上根,者。 据舍论卷三,大乘一张卷四,参阅,三无漏根,六百二十九,五根,一千一百三十七,批四千一百三十一。 根力,指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惠根等五根,与性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惠力等五粒。 法华精辟预品,参阅,五粒,一千零四十三,五根,一千一百三十七,批四千一百三十二。 根力绝分,又作根力绝道。 指五根,性,精进,念,定,惠,武力,性,精进,念,定,惠,七绝之,责法,精进,喜,清安,念,定,舍,及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经济,正念,正定。 参阅,七绝之,一百二十五,八正道,两百八十,五粒,一千零四十三,五根,一千一百三十七,批四千一百三十二。 根上下智力,泛语Indria,P-A-R-Para,J-N-A,Bala,乃如来实力之一。 右座蜘蛛根胜裂智力,知众生上下根智力。 如来具有了解众生根基性情上下等差异,即的果大小等不同之佛智力。 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三,佛实力经,参阅,实力,三百六十一,批四千一百三十二。 根本大塔,为日本高野山重要建筑物之一。 其建筑式样细仿自南天竹铁塔。 下层有方五间长街之外镇,与八角形之内镇,上层为圆形,上下连接如叠满头形,屋顶为方形。 P-四千一百三十二。 根本中堂,位于日本比瑞山之东塔,为严历四支中心建筑物,故称为根本中堂。 堂内置有不灭之长明灯。 中堂之构造,内镇低外镇高,皆以石块铺铸而成。 现存之建筑物乃宽永,一千六百二十四,一千六百四十三,年间在建者。 P-四千一百三十二。 根本心,为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二所说。 三心之一。 乃凡夫未拔除之烦恼心,有此一根本心,则不能正得法身。 宗静鹿卷八十九将此根本心配合于第八十。 第八十未万法生起之根本,故称根本心。 参阅,三心,五百三十二,P-四千一百三十二。 根本正形论,泛明MLCRA。 凡十二章。 印度奇纳教空一派赐药盛典之最古者。 约成书于一世纪后,五世纪前。 注释迦瓦修南丁,非苏南丁,十二至十三世纪请,为本书作者维瓦塔凯拉, 范V.A.A.Kura,并为各张定名,二十八种根本道德, 范M.A.A.,欽画,略说,放弃,范S.A.K.E.P.A., 出家阵型,范Sam.C.R.A.,五种阵型,范P.A.C.R.A., 清静知诗误,范P.A., Mommy.A.,RIP.I.A.,十二种思索, 范Devi.à New Preけ,叫法经养,范Sam.A.S.R.A., 借德、范LA,GUA.,等 relative与学者主张。 一、本书内容叠有重负,并及有其他宗派之论述,顾凯拉因为编撰者而非著作者。 二、另有书名相同,内容类似,而以康达康达,范康达康达,之名堪行者,孔系后人委托改篡之作。 P4132 根本印,密教之诸尊君有其根本之印与名,而以之为彼等内正本式之标志。 印者印器,名者陀罗尼。 诸尊之印名通常有三种,即根本印,心密密印,随心印等,与之相印之陀罗尼为根本陀罗尼, 大心咒,心真言,心中心真言,随心咒,例如如一轮以轨所说之如一轮根本印真言, 十一面以轨经中所说之十一面观自在根本印真言等均属此类。 密藏祭司超卷六,P4133 根本佛教,广义而言,为原始佛教之同意与,狭义而言, 指佛陀在世时之佛教,亦指佛陀所觉悟之内容与所说之教法。 佛教自古及有大小二圣之别,乃为小臣之修行目的仅限于身文, 原觉,系属全门方便之教,为佛教之出门。 静待于佛教研究法及教理史之介说上则改变基准, 避免使用小臣佛教译词, 而称最早期之佛教为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 其时所奉之教义即是尊职阶之言教, 而大臣佛教则以此类言教敷衍而成。 现今之司里兰卡,原称西兰、缅甸、泰国等级属前者, 而尼泊尔、西藏、蒙古、中国、韩国、日本等则属大臣或大小奸习者。 参阅,原始佛教, 四千零六十一,P四千一百三十三。 根本成就论,泛名MLRden。 系印度奇纳教空一派森西瓦亚, 泛斯瑞亚,所编转,由2170纪组成。 Rden一语,为奇纳教专门用语, 系为人于死亡之计, 使能完全实践其纳教教理。 本书完成于,以断食死亡而达到成就, 之说法盛行之时代, 故强调断食死亡乃通亡Rden之道。 内容论及十七种优劣之死亡方式, 可略分为五项, 一,即瑜者之死,即被教者之死。 二,瑜者之死, 虽具有正性但仍未远离五顾者之死。 三,即瑜即贤者之死, 具有正性而与五顾半分离者之死。 四,贤者之死。 五,即贤者之死, 以断除烦恼的权制者之死等。 其中,贤者之死, 向目下, 论及修炼断食死者, 可就其死亡场所是否移动而分成二类。 若受蛇虎猛兽之袭击, 则亦影响其场所移动情形, 又受蛇虎等之侵害, 亦可依其受损程度而分成三种, 损害,强烈损害, 完全损害。 P4133 根本咒, 以又称根本陀罗尼。 密教诸尊中, 非特指任何一尊, 而犯指诸尊之内正本是功德中最强要之真言陀罗尼, 于真言之中, 乃属根本之大咒, 故称为根本咒。 此类陀罗尼甚多, 例如无量寿如来根本陀罗尼, 甚如一轮观自在菩萨根本陀罗尼, 弥勒菩萨根本大咒等君属之。 二至观音之大悲咒, 乃大悲心陀罗尼经所说之八十四句陀罗尼, 诵之能除重罪, 驱除邪恶。 应圣灵验, 故诵之者多。 参阅, 大悲心陀罗尼经, 八百五十九, 大悲咒, 八百六十, 批四千一百三十四。 根本定, 范语Dheena, mola, 右座根本禅, 根本等质, 八定根本, 八根本定, 略称根本。 四净律, 四禅, 与四无色定等八折各有根本定与净分定二种。 生人在欲戒, 未生于色戒或无色戒时, 以其修行完全断除下地之修或其所得之上的定, 称为根本定。 然欲断境修或以得此定书非容易, 故需先的准备行为, 加行, 之定, 即虽未断境修或, 而可及压服, 以至的定, 即为得根本定前在挣扎之位, 未未尽分定。 此为根本定之入门。 此复有八种, 其中, 初禅之净分, 特称未未制定。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 杂阿皮弹心论卷七, 巨舍论光继卷二十八, 参阅, 九的, 一百三十二, 批四千一百三十四。 根本法轮, 三论宗集藏所立三法轮之一。 指华严经之说法。 为佛出臣道有华严之会, 其时纯为菩萨开意因一果之法门, 此为根本之教, 然薄浮顿根之流无法会的误入, 佛乃应积而化, 故令有五十说法之眼部。 法华由一卷上, 批四千一百三十四。 根本陀罗尼, 以幼作根本咒, 根本真言。 于密教诸尊中, 表示其内政本是功德最想要之真言陀罗尼, 而于真言之中, 乃属根本之大咒, 故称之参阅根本咒, 四千一百三十四, 二全称无量寿如来根本陀罗尼。 又作阿弥陀大陀罗尼, 十甘露真言。 出于无量寿经教行仪轨, 共有十句。 诵此真言, 身中之四重, 五无见罪及一切业障皆惜消灭, 赋于命中之时,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来营, 而得往生极乐之上品上身。 因其能消根本业障, 使能往生, 故称根本陀罗尼。 P四千一百三十四 根本思维经, 请参阅范经。 根本或与根本烦恼同意, 即众生所惧之贪, 甜, 吃, 慢, 疑, 恶剑等六种根本烦恼。 恶剑又分身剑, 边剑, 斜剑, 剑取剑, 戒进取剑等五种, 称为五历史, 前之五种, 称为五顿史。 使, 乃烦恼之别名, 因烦恼能驱使众生流转于生死。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六, 卷五十, 杂阿皮弹心论卷四, 参阅, 根本烦恼, 四千一百三十五, P四千一百三十四。 根本智, 范语MLAJNA。 右座根本无分别智, 如理智, 实智, 真智。 无分别智之一。 相对于后的智, 乃诸智之根本, 以其能弃正真如之妙理, 平等如实, 无有差别, 故意称无分别智。 于社大臣论事卷八中, 称此智乃为正正之慧, 盖以此智远离各种推求考察之行解, 亦无分别之智用, 然此智之任运可逐照法体, 气慧真理, 故为正正之智慧。 又以此智慧智之正体, 而非化用, 故又称之为正体制, 乃时波罗蜜中之般若波罗蜜。 瑜伽诗的论卷五十五, 成为时论卷九, P四千一百三十五。 根本无名, 泛语ML5D。 又作根本不绝, 无始无名, 原品无名, 相对于, 之末无名。 集诸烦恼之根本, 不绝迷惘之心。 于真如之海中, 启动最初之一念者, 即此根本烦恼。 圣满经义成章, 大一二, 二二零上, 世尊。 心不相应无始无名注地。 世尊。 此四注地力, 一切上烦恼一种, 此无名注的, 算术辟欲所不能及。 世尊。 如是无名注地力, 与有爱术四注的, 无名注的其力最大。 譬如恶魔波寻于他化自在天, 色力寿命卷属重拒自在书胜, 如是无名注地力, 与有爱术四注的其力最甚。 横杀等数上烦恼一, 亦令四种烦恼九注。 阿罗汉, 辟之佛至所不能断, 为如来菩提至之所能断。 因落本夜经卷下大众受学品, 大臣其信论, 大臣其信论一记卷下末, 参阅, 无名, 五千零九十四, P四千一百三十五。 根本会, 又做成生会, 结魔会。 纸密教金刚界酒会曼陀罗之中央会, 此会为大曼陀罗酒会之根本总体。 密藏记, 参阅, 金刚界曼陀罗, 三千五百四十七, P四千一百三十五。 根本夜道, 无论善恶事, 每一夜均可分成加行, 根本, 后起三部分。 做仪式时, 其前之方便称为加行, 完成其式之刹那, 其表夜与无表夜即称根本夜道。 其后再有所作, 称为后起。 例如杀生一世, 杀之刹那, 所作与所由作而熏发于身中之五表夜, 称为根本夜道。 参阅, 夜道, 五千五百零二, P四千一百三十五。 根本烦恼, 泛语MLA, CLEA, 又做本货, 根本货。 略称作烦恼。 与, 随烦恼, 对称。 指珠或肢体可分为贪、 甜、 吃、 慢、 健、 以等六种根本之烦恼。 其中, 健负分为五, 称为五粒使, 其他之五烦恼则称为五顿使。 两者合之, 即为时随眠。 此外亦有八十八使或九十八使之分类。 反之, 之末烦恼乃从属于根本烦恼, 具有染污心之作用, 染污之心锁, 又称随烦恼, 随祸。 据摄宗主张之末烦恼共有十九种, 乃大烦恼的法中之放逸, 懈怠, 不幸, 昏沉, 调剧, 吃除外, 大不善的法之无惭, 无愧, 小烦恼的法之愤, 富, 千, 急, 脑, 害, 恨, 惨, 狂, 焦, 不定的法中之睡眠, 恶作等。 为十宗则在十九种中除去不定的法, 二, 而在大烦恼的法加入失念, 散乱, 不正知, 三, 以上共为二十种, 称二十随烦恼。 富次, 大烦恼的法又称待随烦恼, 待随祸, 大不善的法称中随烦恼, 中随祸, 小烦恼的法称小随烦恼, 小随祸。 巨射论卷十九, 卷二十, 成为十论卷六, 瑜伽诗的论卷六十六, 参阅, 见获, 两千九百九十七, 烦恼, 五千五百一十五, 批四千一百三十五。 根本圣典, Degrens, 英译为阿底格兰特。 印度西克教之主要经典, 西西克教第五代祖师阿尔琼在位时所编撰, 共收集三千三百八十四首赞歌, 一万五千余诗篇。 主要以旁这普文写成, 体力不拘一格。 内容为历代祖师之赞歌及生平事迹, 并有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思想家之演说及言论等。 参阅, 圣典教书, 五千五百七十九, 批四千一百三十六。 根本说一切有不, 泛名MLA, Stiffding, 又作说一切有不, 为小臣二十部之一。 佛陀入灭后三百年寝, 由上座部分出者。 而后独子部等诸部父由此部分出, 故对于由其所分出之诸部而言, 称为根本。 参阅, 说一切有不, 五千九百一十九, 批四千一百三十六。 根本说一切有不, 皮奈耶, 泛名MLA, Sarvstiffda, 分美啊。 凡五十卷。 属小臣律部经典。 唐朝五后长安三年, 七百零三, 易静义。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三册。 佛陀入灭后三百年初期, 由小臣佛教上座部系统分出之, 根本说一切有不所枕边而成, 细规定戒律之典籍。 其内分四波罗仪法, 十三僧加法施杀法, 二不定法, 三十尼萨止波义底加法, 九十波义底加法, 四波罗底提舍尼法, 众多学法, 七灭政法等八科, 大多被载各戒法之至戒因缘。 余汉易诸律本中, 本律与识颂律最近似。 其戒本位根本说一切有不戒经, 一卷,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此外, 其余语说一切有不有关之律本律文甚多。 开源氏教路卷十三, 真源心定氏教目路卷二十三, 卷三十, P4136。 根本说一切有不所依六部论书, 请参阅阿皮达摩六族论。 根本说一切有不皮奈耶杂事, 泛名MLA, Swarfstiffa, Venea, Keyudraka, Fastu, 凡四十卷。 属小成律不经典。 唐代义静义。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细说一切有不所及有关智界之各种因缘及佛陀与弟子间之故事。 义静令义有根本说一切有不略皮奈耶杂, 杂事设诵义卷, 乃本书设诵部分之结本。 开元式教路卷十三, 真元新定式教目路卷二十三, P4136。 根本说一切有不别除尼戒经, 全义卷。 略称比丘尼戒本。 唐代义静义。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本经属于根本说一切有不知比丘尼戒本, 其体财同于比丘戒本, 戒条总计三五八条。 西藏律之比丘尼戒条与此步律最为相似, 然以众学法计为一一二条之故, 教此步律增多十三条, 总计三七一条。 开元式教路卷九, 真元新定式教目路卷十三, P4136。 根本石, 范语MLA, FHMA, 略称本石, 根石。 据大众部之说, 根本石乃耳石, 眼石等一切石之总根源。 据此, 为石宗为大众部已暗示出阿赖耶石之存在, 故说根本石乃阿赖耶石之以名。 赴次, 为石宗即肯定阿赖耶为根本石, 前七石则由此根本石所变现, 故皆称转石。 摄大臣论卷上, 瑜伽诗的论卷五十一, P4137。 根力有的无遮, 根性锐利而不为烦恼所遮, 故能成就道业, 如摄利福, 根性锐利然为烦恼所欺负, 不能出离, 如阿蛇是王。 摩喝止观卷二下, P4137。 根见佳, 又作眼见佳, 石见佳, 之相对于, 极力眼根能见色静之说者, 相当于小成说一切有不等。 古为五十一五根各源自静时, 眼时能见色乃至深时能觉处, 或眼根能见色乃至深根能觉处者。 共有四种, 一, 根见, 二, 石见, 三, 根石相应之会见, 四, 根石和合见。 大批婆沙论卷一四二, 巨舍论卷二,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七, P4137。 根深静, 指阿赖耶石常以种子, 五根, 气界等三种为所愿之静。 根深静, 即指眼, 而等五根深为阿赖耶石之相分。 参阅, 阿赖耶石, 3676, P4137。 根性, 根者, 能生之义, 人性有生善业或恶业之力, 故称根性。 指官辅行传红爵卷二之四, 大四六, 二零三下, 能生胃根, 树席成性, 据法华经科注载, 三圣根性之中, 已能断或出戒者位力。 P4137。 根门, 眼, 耳, 鼻, 舌, 身, 亦称为六根。 六根未露出种种烦恼与进入种种望尘之门户, 故称根门。 杂阿含经卷十一, 大二, 七三下, 善关闭根门, 正念设新柱, P4137。 根缺, 五根不具足, 或缺一, 或缺二, 三者之位。 如龙, 芒, 芒, 亚之类。 P4137。 根基前, 右坐种符前, 香火前, 大礼前, 小礼前。 卫明, 清间部分民间宗教向教徒收取献款之名称。 种符, 几种弥勒佛下凡时代之福德, 届时的常识被。 P4137。 根拜, 一位眼, 二等五根拜坏而不畏用。 唯摩经佛道品, 唯摩经书, 慧远, 二位根拜二圣之略称。 乃至声闻, 原觉二圣之人仅之自立自度, 无成佛之心, 遂至拜王佛道之根芽, 坏灭佛果之因种。 参阅, 根拜坏种, 四千一百三十七, P4137。 根拜坏种, 又作根拜二圣, 拜种二圣, 拜根, 拜种。 或称交雅拜种。 乃大臣对声闻, 原觉之贬称。 声闻, 原觉既无成佛之心, 结果丧失证物佛果之因种, 称为根拜坏种。 二圣之人堕于空里, 谨知孤掉自度, 不知力他度他, 终必归于寂灭, 且败坏佛道佛果之根芽因种。 此语出自为摩金不思义品及佛道品, 系大臣非难小臣之词。 十柱断结经卷二, 十柱皮婆沙论卷五义行品, P4137。 根敦珠八, 1390, 1475, 西藏名Dodge, Dangraub, P4, 又称罗伦家穆措, 西藏达赖喇嘛第一世。 生于后藏日喀则西南萨迦附近辖堆地方, 又以聪慧文, 好学勤读。 年七岁于纳唐寺, 藏斯拉, THA, 出家, 精通各书, 利浩根敦珠八。 二十岁受巨族界, 学士量论, 网各四弘法, 得望见者。 二十四岁时赴前葬, 入宗喀巴门下, 时宗喀巴五十八岁, 正从事喇嘛教之改革。 明永乐十七年, 一千四百一十九, 宗喀巴世纪, 跟敦珠八师是锦六年, 然于众弟子终身欲最高, 未追到乃师, 遂奔走各地, 欲请援助见寺。 正统十二年, 一千四百四十七, 一说锦泰元年, 一千四百五十, 位于后藏, 历十七年之闸十轮步寺, 藏克拉, 伊斯亨, 批欧, 完成, 岁自认该寺持八, 法台, 二十余年。 成化十一年入祭, 是寿八十六。 这有量理庄言论。 该寺后成为班禅喇嘛治理后藏之居馆。 昔日宗喀巴江世纪时, 曾主其与凯珠代代转世, 互为师兄弟, 以统四众。 顾其入祭后, 该四岁寻得其转身灵而根敦加木措, 助持教化, 为格鲁派呼必勒喊治之时。 万历六年, 一千五百七十八, 土莫特蒙古安达汉尊索朗朗加木措, 甚时一切瓦奇尔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金刚直持, 之称号达赖之名自此起端, 根敦珠八被追认为达赖一事。 后世所谓的活佛即将达赖喇嘛神格化, 而成为全教团最高之法王。 此一思想于根敦珠八时尚未出现, 直至第五世达赖十方显著展开。 西藏佛学原论, 吕邓, 蒙藏佛教史, 妙周, 圣武祭卷武, 西藏喇嘛教, 乔本光宝义, 西藏佛教研究, 常伟雅人, P4138。 根敦珠穆措, 1475, 1542, 西藏名Dog, Dog, Mchia, Mchou, 及达赖喇嘛第二世。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 一说十二年, 生于后藏日喀则西北之达那地方, 又习宁马派秘法。 二十一年进扎十轮不寺, 四年从龙日家木措寿进世界, 同年出家, 寿沙迷戒。 正德七年, 1512, 任扎十轮不寺刊部, 主持。 十二年任别棒寺刊部, 长期在前后藏传法, 广收门徒, 修建寺庙。 家境五年, 1526, 兼任瑟拉寺刊部, 九年于别棒寺创设甘丹破章, 设立第八制度, 以管理寺鼠庄园。 二十一年, 一说二十二年, 世纪于布干店破章寺, 市寿六十八。 后市追任魏达赖喇嘛第二世, 批四千一百三十八。 根臣, 又作根茎, 乃五根与五臣, 或六根与六臣之并称。 色之所依而能取茎者, 称为根, 乃认识对象之器官, 根之所取者, 称为臣, 亦称茎, 乃所认识之对象。 五根即眼, 耳,鼻, 舌, 身, 加上, 义, 则称六根, 五臣即色, 身, 相, 味, 处, 加上, 法, 则称六臣。 根臣二字并举, 犹如主观, 客观之并列, 含有相依又相对立之矣。 据舍论卷时, 大二九, 五二中, 虽有根茎不发于十, 而五有时不脱根茎, 此外, 六根六茎何之, 称谓十二处, 十二入。 参阅, 根, 四千一百三十一, 批四千一百三十九。 根茎时, 又作根成时。 即有发时取茎之作用者, 称为根, 所愿者, 称为茎, 能愿者, 称为时。 五根, 五茎, 五时等, 称为前十五戒, 六根, 六镜, 六时等, 则称十八戒。 例如眼时以眼根为所依, 色镜为其所愿。 又如意识以意根为所依, 法镜则为其所愿。 据舍论卷一, 卷时, 成为时论卷三, 批四千一百三十九。 根茎, 植物之根能生长之干花叶, 器物能容物, 然所生所容, 有大小, 多寡之不同, 修道者能利益有高下, 故以根气欲之, 俗未学道者未有根气即此意。 大日经书卷九, 大三九, 六七一中, 观众生, 量其根气而后语之, 批四千一百三十九。 根基, 以人之性辟诸目而未根, 根之发动处称为基。 修行之禁止, 教法之心肺, 乃由此根基之如何而定。 参阅, 基, 六千两百四十九, 批四千一百三十九。 根时, 阿赖耶时十八名之一。 因阿赖耶时未诸时之根本, 故有此称。 成为时论了一灯卷四本, 参阅, 阿赖耶时, 三千六百七十六, 批四千一百三十九。 根边运, 范语, MLNTK, Scantha, 与, 一味运, 对称, 乃小臣经量不知主张。 从无始以来相续不觉之维系一事, 未有情生死相续之依据。 以受, 想, 行, 十四运味体, 从未常断绝者, 称为一味运, 若以此一味运味根本, 而引起, 后边, 的其他有断绝之五运, 即普通之五运法, 则称为根边运。 义部宗伦论述目论卷五, 批四千一百三十九。 环玄, 三百六十九, 四百零四, 自靖道, 又名领宝。 东靖大司马桓温之子, 以其举兵入京, 篡东靖安帝之位而自立, 故靖书卷九十九将其列位叛逆。 自东靖臣帝贤康年间, 三百三十五, 三百四十二, 以来, 有, 沙门不敬王者, 之论证, 环玄即为主张沙门应敬王者之一, 会远则者, 沙门不敬王者论, 以驳斥之。 两方网复对论之文, 接收于红明集卷十二。 参阅, 沙门不敬王者论, 两千九百七十三, 批四千一百三十九。 桂林断崖石佛, 位于广西北境之桂林, 历来及有, 山水甲天下, 之圣明, 于境内之郡风其洞中有庞大断崖石佛群。 离江流京市区, 西岸有迭彩山, 富波山, 独秀峰, 离山, 西北部之西北山区有观音峰, 石余峰, 西峰, 老军山, 离江东岸则有岳崖山, 七星山等。 由上举诸峰中, 近来陆续发现刻有唐高宗调漏元年, 六百七十九, 文之阿如来作相, 唐宋时代之时佛像语造像记, 经碑记, 画刻时, 即骚人默刻留下之题词和诗文遗迹。 佛教传至桂陵之年代已不可靠, 而现存最古老之开源四系建于隋代, 西山之阎陵四建于唐高宗前期, 然由于唐五宗之废佛, 四与石佛大多遭受破坏, 其后佛四支建竹岁移至岳崖山。 故离江西岸的区及西山之石佛, 皆足以说明唐代盛其以弃后期石佛之演变过程。 石佛群中, 最引人注目者位位于西山观音峰, 于掉漏元年雕城之佛像, 像高一点四公尺, 佛像左手安于大腿, 右手伸向膝下, 陈处地应手势。 像旁有同年十二月昭州礼时所书之造像祭, 故广受众事。 由偏重北方佛教和雕佛技巧之唐代雕刻史而言, 此座佛像可谓别具风格。 此一时期, 乃北方龙门奉仙寺大佛雕刻完成之时, 虽同位唐代作品, 然奉仙寺之大佛雕像宏伟, 厚重, 而南方佛像则着重于表现官能性和柔软性, 穿着贴身之薄肠, 两肩宽阔, 露出风鱼之胸部。 大体研知, 唐代不但输入中印度之极多样式, 且将此样式融入唐代雕刻艺术之写实风格中。 南方雕刻之作品, 可以此为代表。 除上纪外, 赴波山海珠洞中之诸佛像, 亦保存良好。 客于海珠洞侧臂之菩萨利像, 尚存唐宣宗大中六年, 八百五十二, 制造像名, 应受持镜瓶, 而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像。 由此种密宗雕像之完成, 可将贵灵佛像雕刻史追溯至中唐时代。 P4140 贵安玄树, 1427, 1508, 日本灵济宗森, 长门, 山口县, 人, 号岛英, 早岁于京都武山沿席内外点, 长于宋学。 应人元年, 1467, 奉赤来华, 曾入燕京, 叶明献宗, 魏帝赴诗, 深授加赏。 随后游学苏杭之间, 诗世硕德, 潜心于诗书经世及诸子之学。 七年后归日本, 便有九州。 文明十年, 1478, 应导经中昌之寝儿至萨摩, 任国首逝独之职。 令幼堪克四书新著, 为日本四书著本之最早者, 形成江户时代诸子学薄新之基础。 永正五年世纪, 享年八十二。 这有导音于唱, 导音杂者。 汉学纪元卷二, 卷五, 武山历代, 批4141。 贵称, 八百六十七, 九百二十八, 五代禅僧。 乃清圆形私系统下之地七室。 常山, 位于浙江, 人, 俗姓里。 素有出臣之志, 一万岁四无相大师替法受戒, 专学疲靡。 然以持戒数身非解脱之道, 乃转至游方, 参访南宗诸诗。 先夜雪峰一存, 参训禅药, 其魔所见。 制服周玄沙师被坐下, 得一言启发, 阔尔托洛众祸。 十张周周目于闽城西方十三间的藏院, 请师演法, 驻西十八年, 学徒集者二百余人。 师不清义是法, 然于密学恳请者则开眼之。 后驻张周罗汉院, 大产悬要, 南北参徒争凑, 契机开悟者不知其数, 世人尊以, 罗汉贵称, 知好。 唐天成三年秋, 至闽州之旧旨, 便由禁城之范语。 以俄市集, 安座数日告终, 享年六十二, 僧腊四十。 世号, 真应禅师。 弟子有清凉文艺, 清晰宏敬, 清凉修复, 龙继绍修, 严庆传英, 南台首安, 天禅院秀等。 五灯会员卷八, 宋高森船卷十三, 批四千一百四十一。 童鱼, 以童木所致之木鱼。 禅陵巷器间第二十七类北器门, 禁书张华传云, 吴骏林平暗崩, 出一十股, 垂之无声, 帝已问华, 华曰, 可取属中同才, 可谓于行, 寇之则明矣。 于是如其言, 果身文数理, 批四千一百四十二。 童华寺, 韩国佛教三十一本山之一。 位于庆上北道达成郡公山面道 鹤洞之八公山山腹, 距经大秋约三十分钟路程。 关于本寺之言格, 根据朝鲜四沙史料卷上之记载, 有二说, 一说为吉达和尚创建于新罗赵治王十四年, 四百九十二, 出称于加, 加, 四。 献得王十七年, 八百二十五, 王之第三子新帝王师在建, 十直严东, 境内白雪矮矮, 童华盛开, 岁改称童华寺。 另一说为文圣王二年, 八百四十一, 普照国师至那所开创。 高丽太祖十七年, 九百三十四, 中列王二十四年, 一千两百九十八, 均曾重建。 文禄之义, 遭日军兵火焚焚。 礼朝宣祖三十九年, 一千六百零五, 四名, 松云二大师再度重建。 现今四中之三层石塔, 石雕皮卢遮那佛坐像, 摩雅佛坐像, 为新罗时代之遗物, 而须摩提殿之精同阿弥陀佛塑像, 则为高丽时代之作品。 P4142 格外, 格, 意指规格, 法则, 规定等, 引申为世间之尺度。 较中美以格外一词, 用表超出常格之外, 非比寻常之位。 此类用语甚多, 例如格外勾, 即指超越常格之语句, 格外玄机, 指大物之人超越分别情律之玄妙机用, 格外玄指, 指超脱常人思律之自在妙指, 格外力量, 指超越一切对立之伟大生机。 碧岩路卷四第三十八则, 大四八, 一七六下, 垂钩四海, 指调宁龙, 格外玄机, 未寻之以, 批四千一百四十二。 格西, 西藏语, 格威喜莲, 之简称, 意义作善之事。 相当于博士或教授。 西藏佛教格鲁派之学至, 森重循序修学五步要论, 现观庄严论, 入中论, 戒律, 俱舍, 并于学成其间, 每年冬季兼学一月英明论, 学至俱舍论时, 由各中部学院之, 看部, 主持, 主持者, 量其学历, 而授予, 格西, 之学贤。 以足业成绩之优劣, 分位四等, 一等位拉然八格西, 二等位曹然八格西, 三等位灵色格西, 四等位日让八格西, 度让八格西。 P四千一百四十三, 格屋, 亦为护身佛合, 指藏蒙佛教徒所用内装小佛像或护身佛咒之金属小合, 一般挂于胸前, 亦可斜挂身旁或置于衣内。 四品官以上之贵族则可待于法纪中, 为官位品级之标志。 P四千一百四十三, 格义, 即以道家或外教之义理来解释佛教之道理。 佛教东传之初, 知识分子常以其类似老庄思想而接受之。 至未近时代, 三、四世纪, 更以老庄思想来说明般若知空理。 此重过渡时期之学风称格义, 当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人物。 佛教遂被老庄空理的清潭之风所影响, 举凡佛教讲述, 佛典注释, 皆常引用老子, 庄子, 易经之用语。 后世亦有以儒家思想比赴佛法者, 此亦可视为格义之义种。 梁高森船卷三支主法雅船, 大武林、三四七上, 雅乃宇竹法朗等, 以经中士数拟配外书, 为身解之力。 为之格义。 而主法雅, 康法朗, 道安皆于中山, 河北定县, 致力以格义弘扬佛教。 然格义之南达佛教真髓, 以为当时高森所食, 例如初三藏记及卷八所收森瑞之皮摩罗杰提经书序, 大武武、武九上, 自会封东善, 法言流勇以来, 虽约讲四格义, 于而乖本, 六家篇而不及信空之宗, 其所说之六家戏指, 本无宗, 吉色宗, 心无宗, 石寒宗, 幻化宗, 元慧宗, 为东径之时专门讲究班若学之六大家。 道安, 三百一十二, 三百八十五, 初一以格义讲述佛教, 注释佛典, 然身自戒具, 唯恐格义歪曲佛教教义, 故主张应以印度佛教原义正确翻译佛典, 并借由佛典本身探究佛理。 然真正得以并除格义之影响, 而弘扬佛教真义者, 则为纠摩罗时, 三百四十四, 四百一十二, 及其门下。 汉卫两进南北朝佛教史第九章, 汤用童, 批四千一百四十三。 柴飞无书机, 禅灵用语。 书, 为门之转轴, 机, 为门捆。 为柴门简陋, 不需使用书, 机等物, 隐身为不拘于去来之自由禁地。 批四千一百四十三。 柴头, 从林中, 于饭头之下管理柴心之之之意。 其主要植物为入山采芯, 以供大众使用。 景德传灯陆卷二十, 禅灵象气间植卫门, 批四千一百四十四。 书圣, 是知超觉而稀有者, 称为书圣。 如无人常赞叹极乐净土因缘书圣, 因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普度众生, 凡有一念之善者皆可往生净土, 莲花化身, 使乃稀有之事。 批四千一百四十四。 书圣池, 位于第四书圣殿前之如一池。 六波罗蜜金卷三, 巨舍论卷十一, 批四千一百四十四。 书圣殿, 第四之宫殿。 殿中有种种妙宝孝室, 具足庄严, 必于天宫, 故称书圣殿。 巨舍论卷十一, 批四千一百四十四。 泰山, 又坐冬月, 带山, 泰山。 位于山东泰安。 为我国五月之一。 戏传说中专司召魂之泰山府君所著之山。 与佛教融合后, 泰山府君成为阎魔王之书记, 专门记录人类之善恶行为。 故此山成为道教, 佛教信仰对象之灵山。 山上之神通寺为前秦皇使元年, 三百五十一, 僧朗所创, 出名朗宫古山寺, 至随代, 改称神通寺。 巨云, 亦竟曾于此寺受学。 山上之单层四面石塔与朗宫塔, 以建筑样式持名于世。 山腹之千佛崖, 有唐初所雕之大小时佛数百尊, 若教之云岗, 龙门等处, 则极少受到破损。 此外, 另有刻于花岗岩上之金刚斑若波罗蜜金, 称金十余。 每字大小约三十至五十公分, 至今残存约九百余字, 殊体雄魂, 为唐代之遗迹。 梁高森船卷五, 水晶柱卷八, 泰山智, P4144。 泰山扶君, 一范名Satrogopta, 英译之多罗吉多, 意译奉教官, 指名借主宰者阎魔王之记录官, 为秘教胎藏借曼陀罗之外金刚不愿阎魔天主办十六位之一。 率领鬼众, 是阎魔天, 左持人状, 又执笔。 常识异鬼类查之人类善恶诸业, 记录于布侧, 人死至阎魔王处时, 生前所作诸业, 西依其记录对阵。 大日经书卷六, 燕罗王宫行法四帝, 法院株林卷六十二, 古经图书及陈山川典地十三, 二我国泰山之神, 专司明府。 日本阴阳道将其父会为肃斩明尊而祈求受福。 P4144。 泰山岩, 位于台湾台北泰山乡, 创建于清乾隆十九年, 1754, 出称福山岩。 由李旭燕, 李旭元等人自福建泉州迎奉妈祖而草创。 咸丰三年, 1853, 遭火灾, 四与禁毁, 重建后改称泰山岩。 民国二十四年, 1935, 第二次重建。 同年秋创标居是自普陀山迎回白玉室家慕尼佛像供奉于大殿, 并攻速观世因菩萨像自此该寺乃为佛教道场。 民国五十七年成立财团法人。 民国六十一年全面整修。 P4145, P4145, 泰戈尔, Tagor, Rabindranus 1861, 1941, 印度诗人, 文学家, 思想家。 孟加拉语称为Hker, 出身于加尔各达知名门, 早年受印度传统思想、学艺等教育。 1877年赴英国学习法律, 受近代西欧思想之影响。 归国后接管其赴广大之田产, 此外则专事作诗。 以其民族爱国之热情, 对印度独立运动计以莫大期望, 识人尊位抒情诗人。 后倾向于东方之自然观, 自贤既自然而归入宗教与神秘之名想境界, 乃形成其随想事之师风, 而展开其独特之生命哲学。 主张于生命神秘之调和中, 以爱之实践为第一意。 曾访问我国与日本, 于访问其间之演讲中洋溢着对亚洲之真情, 并严重警告模仿西方文化之危险。 是一生伯通诗、小说、戏曲、随笔、评论、哲学论集、 宗教论集等,主要以孟加拉语者书, 其作品大半以音译。 为东方蒙获诺贝尔文学奖之第一人, 1913。 身平热切注意印度民众之教育与艺术, 自身艺擅长绘画、作曲等。 1901年于加尔各达近交之和平之气的 创建学校教育子弟。 1921年改建为大学, 及泰戈尔国际大学, 后改为国立大学。 该校之建立乃成为 印度独立运动之一股原动力。 P4145。 泰安、1910、1984、 广东五华人。 自幼前姓佛教, 19岁归一庙果和尚位在家弟子, 38岁替法。 初建宝协堂于台北市厦门街, 民国五十九年, 1970, 于台北县五谷相关英山创建宝协禅寺, 颇得地势, 为台北尽交之佛门圣地。 曾任台北市佛教分会理事长多年。 民国七十三年五月世纪, P4146。 泰国佛教, 泰国, 泰国, 位于中南半岛中央, 古称墮罗底, 范德维瑞培地, 又称赦河底, 墮河罗。 居民为台族, 泰, 援助我国云南省西南部, 以受汉人压迫, 建迁至梅南河, 梅宫河沿岸, 西元七世纪左右, 征服靖陵, 建立王国之基础。 十三世纪中叶, 于梅南河, 梅南河上, 中游分别建立兰纳泰王朝, 兰纳泰, 与肃可泰王朝, 苏浩泰, 一千两百五十七, 一千四百三十六, 至十四世纪中叶, 两王朝合并定立国都, 正式统一, 建立阿瑜陀王朝, 欧益河一千三百五十, 一千七百六十六, 又称大臣王朝, 我国称之为恩罗。 统一之前, 佛教信仰以甚兴盛, 造佛建四支风气一级普遍, 据南海济归内法传义所带, 则亦尽知识佛法以及圣行。 大约带族人立国前之佛教可分上座部佛教之传入, 西元前三世纪, 大臣佛教之传入, 西元八世纪, 不甘佛教之传入, 十一世纪, 西兰佛教之传入, 十三世纪, 等四个时期, 至于信使, 则始自苏可太王朝。 苏可太王朝初期之佛教兼阳上座部与大臣, 第五代替太王, Tamara Jalufi, 1347, 1370, 在未通内外典, 这三界论, 详述佛教之宇宙观与人生观, 又领导铸造佛像, 精工于彭世洛府大设立四支清纳勒同佛 与曼谷善建四支大同佛集市。 十四世纪中叶, 大臣王朝, 1350, 1766, 取代素可太, 曾新建佛陀最圣寺, 八考寺, 达来洛家王, Boramatrello Cantitha, 1448, 1488, 更将就王宫改为佛寺, 定名最圣之寺, 拉玛铁波抵二世, Ramathopedi, 1491, 1529, 更赤造十六公尺高之大佛, 宋坛王, Songtham, 1610, 1628, 少年时曾出家, 法明禁法, 曾命建佛寺于苏盘那山, 改名佛族山。 1767年, 皇室清亚, 内乱平人, 缅甸成姬入侵, 后由汉人郑昭光复, 建立吞武李王朝, 郑昭即现今泰国王室之祖拉玛一世, Roma。 拉玛一世曾教定三藏, 1788, 改革僧团, 拉玛三世预令翻译三藏及特别论点位泰文, 其帝即四世, 曾出家, 法号金刚制, 提倡严格戒律, 创法宗派, Dometica, Mekia, 原有僧人众多, 称大宗派, Mek, Mekia, 泰国僧团自此分成两派, 流传至今, 武士朱拉龙公王, Kulalongkorn, 1868, 1901, 以泰文堪行巴历与盛典, 创建大设立四学院为高级巴历文研究中心, 黄缅学院为高级佛学研究中心, 后者并发行, 法眼, 杂志契经, 为泰国佛教最久之刊物, 拉玛六世, 1910, 1925, 这有, 佛陀觉悟什么, 东方犹太, 等书, 拉玛七世, 1925, 1934, 改编巴历三藏, 拉玛八世, 1934, 1946, 十, 佛教僧家组织曾访国会行事, 除僧王位最高领袖外, 设有僧家部长, 僧家议会, 僧家法庭, 又拉玛四世至六世期间, 修建佛统大塔, 高约120余公尺, 周围240公尺, 为泰国最大佛塔。 今日, 佛教为泰国国教, 僧侣备受敬重, 王室一世, 国民教育及生活种种, 盖以佛教为其规范, 且规定男子二十岁时需一度出家, 其僧众于社会各阶层有极大之发言权。 与西兰佛教相同, 据为使用巴黎语三藏, 近代一层堪行泰文三藏, 后更续堪三藏著及藏外圣典。 大唐西玉记卷时, 南海记归内法传卷以古经图书集成编译点第101, 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 泰国佛教简史, 眼培, 南传佛教史第三篇, 近海, P4146。 泰书, 请参阅据舍论书或宝书。 泰清, 974, 宋代法眼宗森, 卫府, 河北, 人, 入法眼文艺门下参禅, 出驻洪州, 江西, 双陵苑, 后千金陵, 南京, 清凉山, 传法于云居到齐。 太祖开宝七年世纪, 受不详, 嗜好, 法灯禅师。 世人多称师精灵法灯, 清凉太清。 景德传灯陆卷25, 连灯会要卷27, 五灯会远卷10, P4147。 泰犯, 778, 858, 日本真言宗森。 25岁于东大寺受巨戒, 学于比瑞山, 师事最臣, 博通天台, 任全山总别当之职。 后与最臣同志高雄山寺, 受空海之灌顶, 即之归空海修密教, 成为空海门下四折之一, 十大弟子之一。 最臣数度催其归山, 比瑞山, 然未归返。 相传曾致力协助空海 筹建高野山, 后被选为东四定俄森之上首, 十年六十。 其后之事既不祥, 或未寄于天安二年。 南都高森船, 本朝高森船卷武, P4147。 涌出, 又坐涌出。 从地下涌出。 诸经中多处载有宝物或佛菩萨突然从空无一物之地下涌出之神妙事迹, 例如法华经建宝塔品有多宝塔自地下涌出之技术, 同经从地涌出品一载有无量横沙大菩萨自地下涌出之情形。 P4148。 涌泉, 泛宇斯特罗, 修多罗, 含有五亿, 此为其第三亿, 为修多罗之文艺不尽, 如泉水之流柱。 法华玄一卷八, 参阅, 经, 5548, P4148。 涌泉奇牛, 禅宗公安明。 乃永泉景星禅师, 十双庆诸之法四, 破除强, 得二禅客的分别之剑之故事。 景德传灯陆卷十六永泉景星章载, 有强, 得二禅客预访师, 于图中见师其牛不实师, 乃随口道, 大五一, 三二九下, 提脚甚分明, 真奈其者不实, 师其牛急速而去。 其后, 二禅客弃于树下监察, 师回下牛进前, 师问, 二禅客, 竟离什么处, 对曰, 离那边, 师道, 那边是坐谋生, 彼二人提起茶展。 师父言, 此游是这边, 那边是坐谋生, 二人无言以对, 师乃道, 末道奇者不实好, P4148, 消福独害陀罗尼经, 请参阅请观音经, 消灾吉祥经, 请参阅赤圣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 消灾咒, 乃禅灵所用似陀罗尼之一, 亦为密教通用之习灾法, 又称消灾吉祥咒, 消灾珍言, 消灾陀罗尼, 乃消除诸种灾害, 成就吉祥士之神咒, 出于赤圣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 代不公义, 一大威德经文佛赤圣光如来消灭一切灾难陀罗尼经, 亦于唐代, 亦者亦明, 赤修百丈轻规卷一所述其情其语, 皆用此咒, 其咒文位, 闹魔三满多亩陀南, 归命普遍诸佛, 阿罗迪赫多舍缩那南, 南迪达沙, 达直他, 吉说, 暗区区区系区系欧欧入罗, 光明, 入罗罗入罗, 赤圣光明, 罗入罗底色渣, 发起, 底色渣色至理, 阙故, 色至理萨普渣, 激发, 萨普渣善底家, 习栽, 是理业, 吉祥, 缩贺, P4148, 销售服, 又做销售衣, 袈裟之一名, 销售, 指烦恼之次第销剪, 穿着袈裟可销剪烦恼, 故称销售服, 金刚斑若书卷二, 参阅, 袈裟, 4784, P4148, P4148, 销售, 销售, 销售经文难解之意, 解释意理之运结, 使月经者易于了解, 磨合纸观卷七, P4149, 聂加多, 泛名, Lugtea, 抑制大风之骚扰, 地震, 雷鸣, 雷击, 细与地中空中之音响与极动之意相通, 此外, 又一座天狗, 大日经书卷五, 大三九, 六三四中, 日天卷属, 不诸直要, 忠略, 于难为之难, 至聂加多, 为天狗也, 其天狗一词, 语意上含霹雳之意, 作流星解, 乃密教胎藏县图曼图罗所描绘日天卷属中之霹雳星, 旧图样则会作雷神, 电神, P4149, 聂加罗, 梵语梅斯凯雷之音哑, 意义作赞时, 成为识论书要卷上本, 大四三, 六一零下, 梵云, 聂加罗阿波利逆腹南达摩, 聂者赞也, 加罗时也, 阿明吾也, 波利元也, 逆腹南济也, 达摩法也, 则赞时无缘济法, P4149, 聂里帝王, 聂里帝, 泛名Neotitanion, 又作尼里帝王, 米里帝王, 异于古印度神话中, 象征破坏, 不幸, 灾祸之女神, 故每被视同死亡之后, 犯M-Type, 一般又视之为疾病, 危险, 恐怖之神婆耶, 范碑阿, 或地狱之母, 其威力胜具, 胜或可超越灾祸, 而成为的辅之之配者, 二于密教中, 转位男性之神, 被称为罗沙天, 系一手执刀刃, 成恐怖形之鬼亡名, 参阅, 罗沙天, 6674, P4149, 灭磐, 泛语Nerva, 巴利语Nerva, 又作尼环, 尼曰, 灭磐那, 灭力磐那, 你父男, 父, 意义作灭, 寂灭, 灭度, 寂, 五身, 与则灭, 离戏, 解脱等词同意, 或作斑涅盘, 斑, 未泛语Pari之音译, 完全之译, 意义作原计, 大斑涅盘, 大, 即殊胜之译, 又作大原计, 原来只吹灭, 或表吹灭之状态, 其后转只燃烧烦恼之火灭境, 完成物质, 即菩提, 之境地, 此乃超越生死, 迷戒, 之物戒, 亦为佛教终极之实践目的, 故表佛教之特征而列为法应之一, 称, 涅槃寂静, 佛教以外之教派虽亦有涅槃之说, 然与佛教者迥义, 佛教大臣, 小臣对涅槃之解释, 亦说纷云, 总曰之, 可大别如下, 依, 具不派佛教, 涅槃即灭却烦恼之状态, 其中复有有余, 依, 涅槃与无余, 依, 涅槃之分, 前者是虽断烦恼, 燃肉体, 亦即残余之一身, 略称, 于一, 或, 于, 残存之情形, 后者是灰身灭至之状态, 即止一切归于灭无之状况, 有不等主张涅槃乃亦存在之实体, 尽量不等是涅槃为烦恼灭尽的状态之假名, 而其本身并无实体, 二, 中论等以石相为涅槃, 石相又即为因缘所生法上之空性, 故与生死世间无有区别, 同时, 南本涅槃经卷三指出涅槃具足如下八位, 即长, 恒, 安, 清静, 不老, 不死, 无垢, 快乐, 称为涅槃八位, 若以此配以涅槃似得, 长, 恒为长, 安, 快乐为乐, 不老, 不死为我, 清静, 无垢为净。 唯实宗称涅槃有四种, 即本来自性清静涅槃, 有余依涅槃, 无余依涅槃与无住处涅槃四种。 其中之本来自性清静涅槃, 略称本来清静涅槃, 性静涅槃, 为一切事物之本来相及是真如寂灭之理体, 乃指真如。 无住处涅槃, 即依于智慧, 远离烦恼, 所知二障, 不至生死之迷戒, 且因大悲救济众生, 故在迷戒中活动, 又不至于涅槃之境地。 大乘佛教之涅槃教说即以此为特色。 此外, 德论宗, 社论宗为涅槃分为性静涅槃与方便静涅槃, 即修道去除烦恼而得之涅槃, 二种。 天台宗则分为性静涅槃, 原静涅槃, 相当于德论宗等之方便静涅槃, 与方便静涅槃, 佛已救度众生故, 视线假身, 原静而入涅槃。 又做硬化涅槃, 等三涅槃。 三, 小臣之声闻, 原觉入无于涅槃, 再回心转向大臣之教, 称为无于海生。 同时, 涅槃乃超离一切差别相撞者, 有味之相, 故又称离相。 净土宗称弥陀净土为涅槃之臣, 亦称无为涅槃解。 四, 出现此事为人的佛, 特指世尊, 其肉体之死, 称涅槃, 班涅槃, 大班涅槃。 入涅槃又称入灭, 心静火灭, 心欲佛身或机缘, 火欲智慧或佛身。 涅槃原意指世尊之臣道, 但经大抵皆作无于一涅槃之意。 客慧世尊入灭姿态之画像或雕像, 称为涅槃像。 举行追目世尊之法会, 称涅槃会, 涅槃祭, 长乐会等。 后世称僧吕之死为元祭, 规祭, 世祭, 入祭等。 杂阿含经卷十八,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三, 经光明最圣王经第一如来寿亮品,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八,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巨舍论卷六, 批四千一百四十九。 涅槃八位, 巨方等班尼环经卷二载, 涅槃, 大灭度之义, 大即法身, 灭即解脱, 度即般若。 此乃三德之秘密礼藏, 在诸佛位不增, 在众身位不减, 具有如下八众法位, 即一常住, 涅槃之礼通彻三世而常存, 原便十方而常在, 故称常住。 二, 寂灭, 涅槃之礼既绝无畏, 生死永灭, 故称寂灭。 三, 不老, 涅槃之礼不迁不辩, 无增无减, 故称不老。 四, 不死, 涅槃之礼原本不生, 然亦不灭, 故称不死。 五, 清静, 涅槃之礼安住清济, 诸杖皆静, 故称清静。 六, 虚通, 涅槃之礼须彻灵通, 圆容无碍, 故称虚通。 七, 不动, 涅槃之礼既然不动, 尿觉无畏, 故称不动。 八, 快乐, 涅槃之礼无生死逼迫之苦, 而具珍藏寂灭之乐, 故称快乐。 P4150, 涅槃山, 一, 佛典中, 常以山比喻涅槃, 另又以何比喻生死, 而有, 生死和, 涅槃山, 之称。 千守经, 大二零, 一零六下, 难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登涅槃山。 二, 佛之入涅槃, 如日之入山, 故以山辟称涅槃。 大日经书卷二十, 大三九, 七八八中, 四集是大涅槃籍反本, 众生有缘之心境, 则如来方便之火席, 故涅槃也, 佛日已隐于涅槃山, 故色黑也, P4151。 涅槃分, 指涅槃之分位, 一级的涅槃之音。 分乃, 全, 满, 之对称。 弹鸾之往生论住卷下位, 凡夫之人虽有烦恼, 义的往生比净土, 则三界之细业毕竟不迁, 即是不断烦恼而得涅槃分。 解释涅槃分之意有三种, 一, 以为缘之意, 则指正得涅槃之意分。 二, 以因之意, 则指应得涅槃而得因分。 三, 以分缘无碍, 则指正涅槃一分, 一级全分而无碍。 华言经探玄记卷五, 成为时论归境序, 批4151。 涅槃四种大乐,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三载, 涅槃有四种大乐, 即, 一, 无苦乐, 为世间之乐即是苦因, 若断世间之苦乐, 则无苦无乐。 二, 大寂静乐, 为涅槃之性远离一切窥闹之法, 故为大寂静。 三, 大之乐, 为诸佛如来具有大智慧, 于一切法息之息见。 四, 不坏乐, 为如来之身, 犹如金刚之不能毁坏, 而非为烦恼无常之身, 以身不坏之故, 称为大乐。 批4151。 涅槃应, 依三法应之一。 涅槃寂静应之略称, 一切众生起或造业, 流转三界, 受生死苦, 故佛决定为说涅槃寂静之礼, 使众生离烦恼生死之苦, 灭尽一切或业, 得至无畏寂静之静。 经中有此法应者, 乃真实之佛说, 犹如世间之印气。 法华玄一卷八, 二保证的涅槃正果之印气。 大吉经卷五十三, 大一三, 三五四上, 若有众生, 为我出家, 剔除虚法, 被伏加杀, 舍不持戒, 彼等西已为涅槃应之所应也, 批4151。 涅槃色, 即黑色, 密教将因为至国位分位五位, 五位之间次第而转, 涅槃当于北方之黑位, 故称黑色位涅槃色。 参阅, 五转, 一千两百零六, 批4151。 涅槃佛, 华言经时佛之一, 又作涅槃像。 佛之印身, 化元祭壁, 乃是献灭度之相者。 批4151。 涅槃宗, 一大臣涅槃经, 宏布,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如来常驻, 无有便义, 之教派。 我国十三宗之一, 又作常修多罗宗, 涅槃学派。 其学者被称为涅槃师。 以大班涅槃经之义者谈无称位开祖, 随唐以前颇为盛行, 而后衰退于天台宗绝心之。 首, 揪摩罗师门人, 人道深研究中境法显与佛陀巴陀罗和一六, 选大班尼环经, 提出, 产提成佛, 之说, 遭学者非议, 乃顿前南方, 于健康开创龙光寺, 又宜居卢山。 其后三年, 即留宋五帝永初二年, 四百二十一, 谈无称于梁州一出大班涅槃经四十卷, 经中名句, 产以成佛, 之说, 学者使探福道深之说而从其论。 道深于所者之法华经书卷上, 立, 四众法轮, 之说, 产阳涅槃经中之常驻妙礼, 并称之为, 第四无语法轮。 又谈无称不仅从事翻译, 更极力洪传, 乃至以讲说促进涅槃研究之事。 佐助其一页的有道朗, 从智等人, 即藏之大臣玄论卷三有道朗所者之涅槃一书, 解说谈无称之一本, 提倡忠道为佛性。 又南方有道场寺之会观, 即谈无称之一致, 欲求残余之范本, 随后有道谱等西行寻求, 然未达成目的。 其实, 会观, 会言及谢灵运同奉创刘宋文帝之赤命, 参着法显及谈无称所义, 加以润式, 整顿品类, 此及南本涅槃经, 即三十六卷, 与此相对者, 及谈无称所义之北本涅槃经。 北的言用北本, 南的则依用南本。 宋、 其、 良、 臣、 随之间, 学者辈出, 涅槃之功纠特圣, 或为之著书, 或努力讲说, 为为一时之学。 宋朝有会敬, 谈无臣, 僧庄, 道汪, 僧亮, 敬陵, 会定, 谈兵, 超敬, 法瑶, 谈记等, 其有道会, 会姬, 僧宗, 谈歉, 僧柔, 敬仪等, 良朝有宝亮, 至秀, 法治, 凡准等。 良武帝特宗涅槃一经, 曾于同太寺宣讲此经, 又修涅槃颤, 并于天间八年, 509, 赤命宝亮至涅槃经一书十万余言。 宝亮之门下有光宅四支法云, 庄严四支僧明等。 随带有谈言, 慧远, 道措, 法力等, 至唐朝人有灵润, 道宏等讲说涅槃, 并有道宣, 法宝等至在涅槃而加以洪传。 彼等诸师之著述, 传之今日者有宝亮所及大班涅槃经及解七十一卷, 乃慧及六朝时代南本涅槃诸世家之历说, 由此可得知成立涅槃宗的当代学者之学说。 诸世家取识相论之学风, 以班若, 诚识论等之意味根底是其特征。 至天台宗兴起, 至已以自家之教官位依准, 而以涅槃经位法华之不住, 且是之为君实教。 而后独立讲说宏不此经者日少, 中至觉。 为经韩国, 日本尤存其余序, 然仅传其教旨, 奉为一般之信仰, 而并未特别标举门封派别。 有关涅槃宗之教判, 最早有会观以涅槃经位佛陀一代最疾之教, 主张五十教判, 此系根据涅槃经中, 乳、 烙、 生苏、 熟苏、 提胡, 等五位之说而立着。 涅槃经集解卷三十五一僧量之说, 以佛教由小而起, 以乳比喻三藏, 烙比喻三圣之杂说, 生苏比喻方等, 熟苏比喻空班若, 提胡比喻涅槃经之法。 如此则有小城, 三圣, 方等, 班若, 涅槃五十。 僧宗父将佛陀一代十教分为小城, 三圣通教, 思义为摩, 法华, 涅槃等五十。 保量义将小城, 通教, 维摩斯义, 法华, 涅槃等次第配以五位而详加解说。 要知, 此宗学者所盼五十之次第及价值之次第, 并以之为究及无余之真教, 佛出世本怀之说。 盖一切众生稀有佛性, 产提皆得成佛, 佛具常、乐、我、敬之四德, 及如来藏等诸说及涅槃宗之主要教义。 婆守盘斗法师传, 大班涅槃经及解卷移出三藏祭及卷八, 梁高僧传卷二、卷三、卷七、卷八、卷十二, 法华经玄义卷十上, 广宏明及卷二十八。 参阅,五十教,一千一百三十六, 涅槃,四千一百四十九, 批四千一百五十一。 涅槃门, 一指极乐净土。 极乐净土乃正的涅槃庙果之处, 故称为涅槃门。 二指念佛, 信心等。 净土宗强调念佛与信心, 并未以之可证涅槃之果, 故称之为涅槃门。 三藏所四门之一。 此系本字密教金刚, 胎藏两界曼图罗均有四方四门之说, 其中, 北方为涅槃门, 分别配以四至大圆、平等、妙观、 成所、中之、成所、 四德、常、乐、我、 敬、中之、敬、 四佛之见、开、 是、物、入、中之、 入、四季中之、 东。 P4153 涅槃周, 众生没于生死暴流中, 佛以八正道之传引入涅槃之道, 如引落水者至周主上, 故以周主欲指涅槃。 大制度论卷七十一, P4153 涅槃界, 界, 含有如下数益, 一,含藏之益, 涅槃能藏无畏之万德, 故称涅槃界。 二, 因之益, 涅槃能生一切世间, 出世间之利乐事, 故有此称。 三, 界叛之益, 涅槃虽无界叛, 然相对于生死界, 则称涅槃界。 增益阿含经卷十二, 成为时论卷十, P4153 涅槃香, 化身佛八相之一, 指示尊入灭之相。 佛陀四十五年间说法教化众生, 化缘寂静, 于中天竺居施纳成拔提河边沙罗双树间, 一日一夜说大班涅槃经壁, 头北面膝, 又斜而卧, 从第四禅定起, 乃入灭。 二十四边双树开白花, 如白鹤群居, 即以转伦圣王之图皮士, 一致金关, 朱利氏族人奉金关制图皮索。 七日后, 鸡大沾潭, 头香竹玉焚之, 而火不燃。 阿楼陀岩, 是呆加叶之志。 十家叶与五百弟子在齐蛇绝山, 之如来涅槃, 欲拜如来最后生。 更经七日, 一图皮索, 如来自金关中出双族使见之。 朱利氏族人头七宝火炬, 一息不燃, 如来以大卑力, 自入火光三昧, 由心胸中火涌出关外, 渐渐涂皮, 经七日, 皆西坟井。 朱王分取舍利, 各其塔供养之。 长阿含经卷四, 四教义卷七, 批四千一百五十三。 涅槃风, 涅槃之妙礼, 可吹诵人至于菩提, 犹如顺风之于行舟, 顾辟之以风。 南本涅槃经卷九, 大一二,六六二上, 适时呼吁大臣大涅槃风, 随顺吹向入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批四千一百五十四。 涅槃时, 又做涅槃饭。 以涅槃比喻饭时, 南本涅槃经卷四, 大一二,六二五下, 烦恼为心, 智慧为火, 以示因缘, 乘涅槃时, 批四千一百五十四。 涅槃城, 涅槃, 泛语尼尔非, 指相对于迷界之误解。 涅槃城, 一语, 旧经论所在, 可归纳为二语, 一, 乃辟语之语, 盖涅槃系阵的不生不灭, 到达安乐解脱之圣者所居, 故已成未誉。 如伦家经卷三, 大一六, 五零零中, 原字绝了, 向涅槃城, 大制度论卷二识, 大二五, 二零六上, 三十七品试去涅槃道, 行事道已, 得到涅槃城。 涅槃城有三门, 所谓空, 无相, 无作, 皆以证悟后之境地称为涅槃城。 并是空, 无相, 无作为涅槃鹰英, 能以智慧观此三门, 或由三十七道品观诸法, 及的身闻, 辟知佛的, 入菩萨位中, 渐渐地成一切种智。 二, 指极乐世界, 盖极乐系无畏之涅槃界, 故为正涅槃祭尽妙果之都城。 如胶内所习称之, 必命植入涅槃城, 即植命中后, 往生极乐世界。 然往生净土之首要条件位具有, 生成信心, 使能与阿弥陀佛相应。 即性机, 法二种, 初性机, 决定身性自身陷为烦恼聚足之凡夫, 自无始劫来, 飘逆无趣, 循环不息, 无有出离之缘, 次性法, 决定身性彼阿弥陀佛, 成就四十八愿, 设受一切众生, 无疑无虑, 专念彼佛名号, 上近百年, 下至一日或七日, 仗彼佛之家被互念, 定能往生极乐涅槃城。 长阿含金卷四, 仁岩金卷十, 批四千一百五十四。 涅槃宫, 涅槃之境乃众圣之所居, 故以宫殿辟之。 聚舍论卷三十, 聚舍光绩卷三十, 批四千一百五十四。 涅槃堂, 又作严寿堂, 严寿院, 严寿寮寮, 重病驴, 阁, 省航堂, 愿, 无常愿, 江熙寮。 收荣未辅老病者之堂语。 古时丛林送老者至安乐堂, 送病者至严寿堂, 彼氏老病者养生送死而无憾。 佛祖历带通载卷三十, 禅灵象器兼卷二, 批四千一百五十四。 涅槃部, 大乘经五大部中之第五部。 开元寺教路卷十一以大班涅盘经四十卷, 北梁潭无称义, 大班涅盘经后义图皮分二卷, 唐代若纳拔陀罗, 惠宁共义, 大班尼环经六卷, 东静法弦, 绝贤共义, 方等班尼环经二卷, 西静主法护义, 四童子三昧经三卷, 隋代蛇纳绝多义, 大碑经五卷, 高齐纳连提耶舍, 法治共义, 等六部五十八卷称为涅槃部。 月葬之经卷二十五除列开元寺教路所载之六部外, 另加大班涅槃经三十六卷, 刘宋慧炎等载至, 大乘方广总持经一卷, 隋代皮尼多刘之义, 祭诸方等学经一卷, 西静主法护义, 即一切福德三昧经三卷, 摇晴纠摩罗十义, 等级重德三昧经三卷, 西静主法护义, 摩赫摩耶经二卷, 萧麒谈谨义, 大放等五响经六卷, 北梁谈无称, 菩萨处胎经七卷, 摇晴主佛念义, 中阴经二卷, 摇晴主佛念义, 莲华面经二卷, 隋代纳连提耶舍义, 等十部, 樊列十六部一二一卷。 大振兴修大藏经则除上 继之大臣方广总持经, 继诸方等学经二部外, 另收大云五响经卷九, 摇晴主佛念义, 佛垂班涅盘略说教戒经, 摇晴纠摩罗十义, 佛灵涅盘记法注经, 唐玄藏义, 班尼环后灌辣经, 西境主法护义, 佛灭度后关脸藏诵经, 义者义名, 加叶赴佛班涅盘经, 东境主谈吴兰义, 佛入涅盘密基金刚立世哀炼经, 义者义名, 当来汴经, 西境主法护义, 法灭境经, 义者义名, 等九部各一卷, 总编收二十三部一二七卷, 大藏经纲目指要路卷三, 致元法宝刊痛总路卷三, 真元心定式教目路卷二十一, 批四千一百五十四, 涅槃会, 即与每年佛陀入涅槃之日所举行之法会, 又称常乐会, 涅槃祭, 佛祭, 所谓涅槃, 原止无有迷惑之境, 亦止佛陀之入灭, 有关佛陀涅槃日之日期, 一说分云, 以梵语书写经典之北方佛教, 如中、 韩、 日等国之大臣佛教, 一般认为佛陀于二月十五日, 日本于近代改用功力, 入灭, 适日称为涅槃节, 故每年于该日悬挂释迦涅槃徒, 并念诵涅槃经, 佛仪教经等, 举行追思佛陀之法会, 我国有关涅槃会之最早记载为佛祖统计卷三十三, 大四九、三一九中, 如来于周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入灭, 凡在迦兰, 必修公社里, 为之佛祭, 于日本, 涅槃会通常复修涅槃奖, 罗汉奖, 遗基奖, 设立奖等四个法, 其, 教简略者, 亦于修四奖中之以我, 大唐西玉记卷一范掩纳国条, 广宏明集卷二十八, 世事要揽卷下, 世修百丈清规卷二佛成道涅槃条, 禅灵象器间报导门, 批4155。 涅槃经, 请参阅大班涅槃经或北本涅槃经。 涅槃经悬议, 请参阅大班涅槃经悬议。 涅槃经书, 请参阅大班涅槃经书。 涅槃经集解, 请参阅大班涅槃经集解。 涅槃经一记, 凡二十卷, 随带静隐四会远传, 收于万序藏第55册, 56册。 本书系北本涅槃经之著书, 其内容初阶声文, 菩萨与顿, 见二教之教叛, 已是本书之立场。 四入题号, 其下则次第竹文是句。 六朝末期, 涅槃学者辈出, 会远乃广及诸师之说, 斟酌损义, 而成其一家之著, 颇为历代学者所重。 P4155 涅槃经一书, 凡十五卷。 随带谈言, 516、588, 转。 唐代道宣, 596、667, 为本书之内容 优于静隐四会远所转之涅槃经一记, 习本书早已散意。 谈言十六岁时, 应听僧庙讲涅槃, 身有所悟, 立志出家。 其后, 博文华言经, 大制度论, 十的经, 佛性论, 宝性论等诸典, 这有宝性论书, 圣满经书, 仁王经书等, 然皆散意。 旭高森传卷十八, 广宏明集卷二十五, 批四千一百五十六。 涅槃经游义, 全义卷。 随朝及藏传。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 本书系以三论宗义为主而解说涅槃经之大纲, 全书分六门, 一, 大义, 二, 宗旨, 三, 世明, 四, 变体, 五, 明用, 六, 廖简。 P四千一百五十六。 涅槃圣, 指道申法师。 道申对法显所义之六卷本佛说大涅槃经将, 与研究, 提出, 产提成佛, 之论, 文者出不幸之, 且遭当时学者之非议。 后谈吴称所义之大班涅槃经初, 众之其说与经说符合, 乃探符而从其说, 故时人誉之为涅槃圣。 涅槃玄义卷上, P四千一百五十六。 涅槃僧, 范语尼弗萨纳。 因亦尼妇歇纳, 尼环森。 亦亦作群。 十三姿聚一之一, 四尼众五一中之下群而稍矣。 南海既归内法船卷二载, 四部之书, 以着群表意, 于一切有部, 两边向外双, 于大众部则以右群促在左边, 向内而插, 使之不舵, 西方妇女之者群, 与大众部无别。 上座, 正量之志亦痛于此, 然以向外直翻旁插位亦, 腰涛之志亦腹不同, 尼众亦亦准森众, 全无别体。 大比丘三千微移卷上载下列五事, 一, 不得道持下者上, 二, 当使四边等, 三, 闭头当近左面, 四, 结代当于右面, 五, 代当三绕, 其两头不得下垂。 四分率三反捕雀形式超卷下一之二, 大唐锡玉记卷二, 会零音一卷八十二, P4156。 涅槃像, 又称涅槃图, 握佛像, 睡佛像, 请世家。 即刻会世尊入于涅槃状况之会画, 雕刻等类。 其像内容通常为, 在四珠沙罗双树之间的宝台上, 世尊整备右斜, 坐睡眠状, 其旁有诸菩萨, 佛弟子, 国王, 大臣, 天部, 幽婆赛, 鬼神, 畜类等五十二众围绕, 并有佛陀之母摩耶夫人出现其间。 涅槃像可作涅槃会之用。 印度现存最古的涅槃像已品在联合周加斯阿, Kesha, 西南之涅槃堂, 亦及佛陀入灭之地, 系一长约六公尺于之沃佛石像, 依其上明文所在, 乃五世纪请所造者。 另据大唐西玉记卷一范言纳国条之记载, 该国都城之东二三里之处有一家兰, 其内有佛入涅槃之卧像, 长千余齿, 其往美于此涅槃像前举行无浙大会。 如此千余齿之巨大涅槃像乃古来涅槃像之罕见者。 此外, 阿占多, 阿占多, 第二十六窟义有著名的佛涅槃像, 此系极多时代之雕刻一品。 我国最早造立涅槃像之记载位出三藏记及卷十二法院杂远远史及目录, 上有宋明帝陈泰飞造法轮四大泥像并宣服卧像记, 等说, 然其所造之像今已不存。 现今我国所存教著名之涅槃像有大铜云钢第六窟东壁, 敦煌迁佛洞第十九一窟, 唐代造, 被视为涅槃像中之特出者, 一二零F窟, 一三五窟等处。 有布皮奈耶杂士卷三十八, 广宏明集卷十七, 大唐西玉记卷六, 释迦方至卷上, P四千一百五十六。 涅槃像曼陀罗, 乃取才字诸经, 有关世尊涅槃时种种情状之曼陀罗。 其上话有, 一, 世尊横卧宝床, 五十二重围绕哀痛之相。 二, 虚空云中有一森邪西藏立于前, 无数天人从其后而降临之乡, 此森乃尊者阿纳律, 摩赫摩耶经卷下载, 于如来涅槃后, 阿纳律尊者身至刀利天, 以示尊入灭之事告摩耶夫人, 夫人闻而思慕, 自天下去于双树间。 三, 佛族之下, 有二老玉府如来族而弃者, 乃悲生平不能供养佛陀。 五, 佛陀前有一笔秋昏迷, 其余众僧垂首而畏之, 乃阿南哀痛欲绝, 头如来前晕绝, 阿纳律安畏之。 六, 大利氏碑梗乌叶之乡, 此尊乃金刚利氏。 菩萨处胎经卷一大涅槃经卷下, 佛入涅槃密金刚利氏哀炼经, 批4157。 涅槃台, 又称化坛。 火葬之济至遗骸处,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图皮条, 大四八, 一一二八下, 丧至涅槃台, 批4157。 涅槃乐, 三乐之一。 远离现世生死之苦, 一切获叶寂灭, 而得救静安稳, 不生不死之境地, 称谓涅槃之乐。 法华经药草玉品, 大九, 二陵上, 皆令离苦, 得安颖乐, 世间之乐, 及涅槃乐, 批4158。 涅槃父, 贪乐染着涅槃之境, 而忽略利益众生之愿形, 乃小臣之境界。 金刚三昧经, 参阅, 涅槃, 4149, 批4158。 涅槃头, 禅灵中, 掌涅槃堂之执事者。 涅槃堂又作颜寿堂, 乃重病者养病之处, 故涅槃头又称颜寿堂主。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批4158。 涅槃堂点, 乃西坛十二摩多之一, 阿字四点之一。 西坛字表示指申时, 于文字右侧加纵列之两点, 此二点, 常称涅槃点。 此点无别字, 故于, 阿字加点后, 常称为 阿字之四点通常可配以, 发心, 修行, 菩提, 涅槃, 等所表示之四方四门, 而自于阿字五转中系表示第四, 入涅槃, 之德, 故称所加之二点为涅槃点。 复因涅槃之猛言, 能烧尽生死, 故意称言点。 范语以罗马字拼音时, 以表示止音, 则称为Visarga, 音译皮沙鲁加, 然涅槃点之称非其语语。 音乃发母音时相伴而生之一种摩擦音, 其发音器官与母音同一位置, 故印度语言学家称为Raya, S-T-H-N-A, B-H-A-G。 西坛字母中, 语同表涅槃之以者有辩口声之, Y-EA-A-E1-L-A-L-A-L-A-L-V-A-A-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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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A-H-H-A-H- E-R-A-E. 其点皆称聂盘点,而此八字音则称聂盘身。 P4158 射进心,又作分别心。 即对现前之事物产生是非、善恶、忍我、大小、美丑、好坏等种种之差别观感, 此种取舍分别之心乃障碍佛道修行之妄想情直。 P4158 福山九代,宋代禅僧福山法院,991-1067,提示学人之宗门语句。 由学人编辑之,名为,佛禅宗教义九代即,略称福山九代。 即,一,佛正法眼藏代,为代冠一切礼麦,直截佛之正法。 二,佛法藏代,为佛法乃教外别传,为方便之故,圣人以之示众。 三,礼灌代,为治理佛法,为严权所不及,阳眉顺目之间尽示佛法。 四,示灌代,为山河国土大地无非佛法。 五,礼式纵横代,为礼式融通,行于佛世界。 六,曲曲垂代,为虽证悟成佛却甘为菩萨而不安住佛位,以及立即度众生。 七,妙间代,为不执着责代用现前。 八,经真双锁代,为自理式纵横代之立场更进一步,不执着于佛世界而自由自在。 九,平淮长时代,为佛法无特别处,日常者依吃饭皆属真实佛法。 人天眼目卷二,批4158。 福山十六题,宋代禅僧福山法远辨别宗旨之十六种范畴。 一,十字宗,虚实本来之宗旨,不落严权思量。 二,死中活,绝思量。 三,活中死,执着言语,则远离真相。 四,不落死活,不堕耳边,不住一色,逍遥自在。 五,被舍,被誓舍理,无凡无胜,离四聚,绝百悲。 六,不被舍,不损事理,随留而不为佛法。 七,活人剑,与话不犯锋芒,放行而自由自在。 八,杀人刀,打破凡胜之剑。 九,平常,日用寻常之中皆是佛法。 十,力道拔身,以佛祖大道救济众生。 十一,言无过失,粗言细语皆合乎佛法。 十二,透脱,迥然超脱一切束缚。 十三,透脱不透脱,超然于束缚,却仅止于此种透脱之境而终为其所束缚。 十四,称阳,高阳举唱佛法。 十五,将剧,不弄言语,默契佛法。 十六,方入园,言语动作一切进入佛法大海中。 五家宗旨转要卷中,P4159。 福牧,人生之难得,佛法之难闻, 譬如海中芒归之逢福牧,千载难有一遭。 杂阿含经卷十五,北本涅槃经卷二,卷二十三, 参阅,芒归福牧,三千四百五十七,P4159。 福事,又做优势,福身。 本位世间动荡不定,充满忧苦,一极无常之事。 据立长者所问大臣经卷上,大一四,八三陵上, 福事匪奸,如梦所见,又礼白春夜宴桃李元旭, 福身若梦,未欢几何,于日本,至江户出其后, 天下太平,此字乃是其原本深刻之含义, 以便而为享乐之义,且具有县世与当世之义为, 故见有,福事会,之名称出现。 P4159 福秋山,位于河南迅县城南义公里处。 山有蝶峰三层,突出平原,若洲漂浮海中, 故称浮秋山。 山上松波苍玉,幽静驱回,山石碧立,景色秀丽。 山之西北有千佛寺,寺内有千佛洞, 现存唐志明代时刻造像九百六十余尊。 千佛寺南卫道教建筑碧霞宫, 原为碧霞园君之行宫, 后改名为圣母庙, 创建于明代, 宫内现存殿于八十余座。 殿内雕梁画洞, 石蓝精美。 训献博物馆设于此, 馆内藏有历代文物, 古代石刻、塔、状等艺术珍品。 批四千一百五十九。 扶十四,位于韩国庆上北道荣川郡。 山号太白山。 一三国仪式卷寺所在, 新罗文武王十六年,六百七十六, 十位唐仪奉元年, 留学我国之新罗森义相归返太白山, 奉旨开创本寺, 并以此为根本道场, 大产华岩一臣之旨, 成为新罗华岩宗之族。 佛殿后有三层石, 碎得浮石之名。 据传, 一厢去四十层于辽门前执障, 后生之夜结果, 石人称为, 鲜飞花树。 高丽朝初期烧毁, 近宗王七年, 一千零四十一, 元荣国师奉王命在剑, 以至于今。 高丽朝第四代光宗王, 九百五十, 九百七十五在位, 以后, 官惠之法门盛行于 以至一山为中心诸的, 号称南越, 西朗则以扶持四位据典, 红法部教, 号称北越, 高森辈出。 四玉景观极佳, 鱼距远楼眺望, 尽得其景。 寺内藏有新罗以来注悉本寺之名僧画像石渔符, 形态怪异, 神采逼人。 此外, 本寺之无量寿殿, 祖师堂, 世家如来塑像, 三层石塔, 无量寿殿前石灯, 祖师堂壁画等皆被列为国家宝物古迹。 其中, 无量寿殿为韩国最古之木造建筑, 寺内所藏六十、八十、四十卷等之华严金板木, 以字体之纤细, 或未为袁荣国师绝宁时代, 九百六十四, 一千零五十三, 所开雕, 燃经以残阙。 朝鲜佛教通史, 朝鲜禅教史, 朝鲜古基图谱, 批四千一百五十九。 佛陀拔魔, 泛名布塔佛门, 又做佛陀拔魔, 意义掘楷, 西域人, 自幼吕操明直, 聪雾拔群, 薄习三藏, 由善阿皮坛皮婆沙论, 常宋持此不以为新药。 后于留宋元家年终来北梁。 沙门到太子岭附近获得阿皮坛皮婆沙论之范本十万计, 请施一支。 施岁于成和五年, 四百三十七, 宋元家十四年, 奉北梁主举驱木坚之命, 于梁州城内贤玉公四一支, 到太比寿, 沙门会松, 到朗语义学森等三百余人考证文艺。 至成和七年夜币, 凡一百卷。 魏己, 魏灭北梁, 经书食物皆被坟荡, 一本亦散亿。 十八摩避难稀返, 不知所终。 其后, 梁王书写六十卷, 传来宋朝, 到挺未知作序, 此即旧婆沙论。 梁高森传卷三, 历代三宝记卷九, 批四千一百六十。 浮屠词, 指祭四佛陀之词, 即我国早期之佛寺。 浮屠, 梁宇伯德之古义, 心义为佛陀。 我国最古之佛陀词, 据传为东汉末年则荣于徐州地方所见, 其中公有外表图经之同造佛像, 为我国最古之经同像。 令储王英吉东汉环帝, 一百四十六, 一百六十七在位, 知浮屠词所公则为佛之画像。 又献存最古之经同佛乃后照建五四年, 三百三十八, 所铸造。 批四千一百六十。 浮屹, 维摩经十余之一。 浮屹聚散不定, 变幻莫测, 以此比喻人生如浮屹, 虚于便灭。 维摩经方便品, 批四千一百六十一。 浮屠, 又做浮屠, 佛屠, 菩屠, 修屠。 一范语佛达, 佛陀, 之而易。 我国古代称佛陀位, 佛陀是, 称佛教位, 佛陀教。 魏书是老志, 佛陀, 正好曰佛陀, 佛陀与佛陀身相近, 皆西方言, 其来转位二应, 华言一之位尽诀。 参阅, 佛, 两千六百零五, 二范语佛达, ST帕, 巴布达, TH帕, 之而略。 至佛寺, 佛塔, 促塔婆而言。 大智度论卷十一, 大二五, 一四四上, 阿书家王一日作八万佛图。 翻译名义集卷二十, 类具名物考卷二十五, 参阅, 塔, 五千四百二十一, P四千一百六十一。 浮尘, 一切有畏之诸法, 虚假不实, 污染真性, 故称浮尘。 冷言经卷二, P四千一百六十一。 浮囊, 渡海人所带防逆之物, 渡海人若无浮囊则有逆水之忧。 诸经论美以浮囊欲止戒律, 为菩萨奉持境界, 其心坚固, 犹如金刚, 譬如渡海之人, 护习浮囊, 唯恐命丧, 丝毫不屑。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一圣行品, 慧灵音义卷三, P四千一百六十一。 浴王, 及汤管。 尸体入关之前, 以温水沐浴, 使之清净, 称为玉王。 从临终, 没有并僧入计, 多行此一事。 赤修百丈清规卷六王僧条, 大四八, 一一四七下, 如并僧明目, 严寿唐主及报为那, 令唐司行者报烧汤, 副手作, 知客, 侍者, 库司, 刹仁台勘玉船, 安排玉王。 禅灵象器兼丧剑门, P四千一百六十一。 玉主, 又坐之玉, 玉司。 禅灵吸叙六投手之一。 禅院中司玉士之职务。 凡玉开玉, 于斋前挂开玉牌, 并铺设玉士, 点式柴火炭煤等。 旗下有玉投行者受其使令。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支玉条,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P四千一百六十一。 玉池, 为玉身所设之池塘。 于印度, 除玉士之外, 有陈寿于水作池, 或胜清流喜玉。 印度为热带, 故随处设之, 以公早玉之用。 试试药篮卷中, P四千一百六十一。 玉一, 巴黎语的达克斯课。 右座玉群, 内衣, 明衣, 与玉衣。 入玉时所者之衣服。 玉具七物之衣。 一五分绿卷二十六, 十颂绿卷十八, 摩赫森纸绿卷四十等, 比丘, 比丘尼不得裸形而玉, 避着玉衣, 若不着之, 则得突及裸醉, 称为玉衣法。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三载, 早玉时用玉群, 以沾部位之, 长五肘, 阔肘半, 绕身而玉。 或于喜玉之计, 以脚部禅度腰, 玉群则于入玉之前后者之。 右, 与玉衣, 一词系源自印度人于及玉时, 出露的喜玉所者之衣, 佛至玉衣法后一言用之。 五分绿卷五,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日用诡范条, 禅灵象气肩伏章门, 批四千一百六十一。 玉佛, 又作冠佛。 乃为纪念世尊诞生, 佛寺举行诵经法会之仪式。 佛陀降生后, 天降香水为之沐浴。 根据此一传说, 于每年四月八日举行法会, 用花草做一花亭, 亭中至诞生佛像, 以香汤、水、干茶、五色水等物, 从顶冠玉, 此外还举行拜佛祭祖, 供养僧侣等庆祝活动。 此一法会, 即称冠佛会, 亦称佛生会, 玉化斋。 佛但劫因此又称玉佛节。 在印度及西域则是将诞生佛像置于车内, 游行市区。 我国堂, 宋时代义盛行此种法会。 传到日本后, 日本义从成和七年, 八百四十, 开始, 每年四月八日均在皇宫中举行灌佛, 此种御佛法会, 称为花祭, 以后一般寺庙义广位流行。 又御佛时所畅之诵文称为御佛祭。 此外, 依盘尼环后贯辣经载, 以佛但日即七月十五下满日举行贯佛, 称为贯辣。 或依辟御经, 而有辣八之御佛。 禅灵中, 于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一行贯佛仪式。 御佛所用之香汤, 其内应以牛头沾痰, 紫痰, 多摩罗香, 甘松, 胸穹, 白痰, 玉精, 龙脑, 神香, 赦香, 丁香等种种妙香互胜而成, 其后置于尽弃。 御佛仪式中, 既以香汤灌洒佛顶, 应以尽水济灌玉汁。 有关玉佛之由来, 在印度一般寺庙每天均举行玉佛, 此乃其因于印度气候炎热, 需每日淋水, 故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寺, 大宋僧史略卷上君为玉佛原非仅行于佛之诞生日, 然至后事件成一年一度之仪式。 玉佛功德经, 世事要揽卷中,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佛降弹条, 禅灵象气间报道门, P4162。 玉佛记, 玉佛仪式中, 以香汤玉佛像时所畅之济闻。 玉象功德经中载有玉象之法, 玉佛仪式中, 向上之水下流石, 为那宣殊碧乃高声举唱, 大一六七九九中, 我今灌目诸如来, 静至功德庄言句, 五着众生令离构, 愿正如来静法身, 四句祭诵。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佛降弹条, 参阅玉佛四千一百六十二, P4163。 玉具, 例如玉京, 小敬平, 玉群, 玉衣, 小, 韩桂等, 特用于玉式之物, 入玉时, 需以右手持入。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日用鬼犯条, 大四八, 一一四六上, 如开玉, 玉具斜右手, 入下肩门内, 此外, 入玉之前, 须先以一步薄包裹玉具, 此一步薄即称玉妇, 或玉符, 亦属玉具之一。 P4163。 玉板, 禅玉室之中, 至一小板, 凡入玉木洗者亦玉加减热水时, 则敲击此板, 玉头行者文板身后, 必依其所记者而加减之, 此一小木板称为玉板。 另于玉板之侧, 玉翼小牌, 称玉室小牌, 其上书写敲打玉板之规则。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支玉条, 大四八, 一一三一中, 室内挂小板, 旁钉小牌, 书云, 明板一身天汤, 二身天水, 三身则止, 以此为节, 批四千一百六十三。 玉室, 八粒鱼娜娜, Kohaka, 大众行喜玉之所。 右座玉堂, 温室, 巴云特戈拉, 汤屋, 五分绿卷二十六载森房舍玉室之由来, 为朱比丘十多美食, 燃增朱病, 其玉, 其婆, 幽知, 乃劝佛舍玉室, 除大众之病, 玉石避者玉衣, 若裸形而玉, 互相开磨, 则得突及裸嘴。 玉石用葡萄皮, 磨楼皮, 枣豆等去够。 禅灵中, 至有之玉, 玉主, 玉头等值。 幽于玉石至拔陀婆罗, 贤护, 菩萨之相, 此尊于玉石依水之因缘而正缘通。 增益阿含金卷二十八位玉石有除风, 病得差, 除去成垢, 身体轻便, 得肥白等五种功德。 此外, 四分绿卷十六, 摩赫森纸绿卷三十四亿载有多种温室喜玉之功德。 于丛陵中, 玉石乃七堂加堂之一, 新僧堂, 西径并称为三末堂。 世事要揽卷中, 禅灵象气间殿堂门, P4163。 玉石禁干, 至于玉石内部脱衣处之竹干, 所脱除之衣物, 如法衣等禁衣, 则挂于禁干上, 其余脏垢之衣则挂于处干。 禅灵象气间气雾门, 较戒律移入温室法云, 入玉石内, 脱禁衣安禁干上, 脱处衣安处干上, P4163。 玉石贤护菩萨像, 又称玉石本尊相。 贤护菩萨, 范名Badrapila, 因一座跋陀婆罗。 此菩萨于玉石依水之因缘而正的缘通, 据此因缘, 后世寺院多于玉石安置此菩萨之相。 参阅贤护菩萨6183, P4163。 玉船, 王者之遗骸于入关前, 需先以温水沐浴之, 其时所用以盛水之容器, 称为玉船, 其形状与玉槽相类。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王僧条, 大四八, 一一四七下, 如并僧名目, 严授唐主及报为纳, 令唐司行者报烧汤, 副手作, 知客, 侍者, 库斯, 岔人抬勘玉船, 安排玉王, P4163。 玉胜, 禅家喜遇圣僧相之法, 安置僧堂中央之相, 总称圣僧, 然大小臣寺院所致之圣僧相互义, 大臣之四安置文, 小臣则安置交臣如或冰头如或大家夜或须菩提等。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支玉条, 禅陵相器兼报导门, P4164。 玉骨, 通知入玉所打之骨, 其敲打之方法由慢缓而见急促, 最后急打一下, 戛然而止, 通常系由之玉, 玉主, 及之。 依骨归, 文骨身时重森先入玉, 后玉投行者入玉, 最后注持, 知事入玉。 后改为第一回注持入玉, 第二回申堂重入玉, 第三回诸辽重与于诸人入玉。 赤修百丈轻规卷八谷条, P4164。 玉投, 又称玉投行者, 从林中, 隶属之玉, 玉主, 之下, 而攻其差遣换使, 处理玉是事物之之一名称,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之玉条, 禅陵相器兼职位门, P4164。 昊陵, 1927, 安徽合肥人, 俗姓黄。 法明元正。 年十四, PT于江苏东台一千禅寺, 礼后宽和尚为师。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春, 于南京保华山受聚足解。 先后毕业于镇江竹林, 常州天宁二佛学院。 大陆沦陷后来台, 曾驻系纸弥勒内院, 清静慈航法师多年。 先后任一千禅寺监院, 善导寺维纳, 松山寺住持等职。 曾赴美红法, 于纽约创建东禅寺。 P4164。 海山寺, 位于台湾台东县。 创建于清光绪元年, 1875, 树金整修, 代至民国前十一年, 1901, 乃全部修臂, 由岳梅山林泉寺 德运法师任第一代住持。 民国四十三年, 1954, 修和法师进任第四任住持, 四地完成大雄宝殿, 大祠讲堂, 仓库, 厨房, 藏金楼等建筑, 并创办幼稚园, 念佛会, 歌咏队, 佛学讲座等佛化事业。 P4164。 海岳岩, 位于福建张浦县梁山东路之寺院, 距城四十公里。 建于宋代, 南卫石帆塔, 屹立于张江入海之波涛中, 北有老人风, 高耸入云。 岩枯细天然石洞, 洞顶覆盖一具石, 石长三十一公尺。 宽十三公尺, 一洞建寺, 寺内石壁雕刻如来佛一尊, 续日朗诏, 称为日出窥禅。 中秋之夜约十二时半, 月光头于岩下阳脚弹, 水光反射, 恰照佛凶, 称为月照禅心。 于寺前平澜眺望, 海天辽阔, 烟波万寝, 颇为壮观。 岩间有时刻六十多处, 以明代刘廷慧所书, 功德权, 畏罪。 又, 洛家境, 知观事观音浮雕, 功益精致, 栩栩如生。 别有天, 古树苍玉, 古称动天盛境。 批四千一百六十四。 海印, 一千八百四十, 一千九百二十四, 湖南原江人, 俗姓鲁。 自含虚。 幼时多病, 十二岁一月全法师出家, 受戒后曾自修多年。 后至日本, 驻高野山, 专学禅密, 年三十四, 德阿舌黎未回国。 后返湖南, 驻原江景新寺, 先后创办佛学院, 普通佛学研究所, 佛教居士林, 念佛社及连社十余处。 有产海珍参一卷形式。 批四千一百六十五。 海印三妹, 范语Sgaramadra, 三代。 右座海印定, 海印三摩地, 大海印三妹。 华颜家以此三妹为华颜代经所依之总定。 佛说法前, 必先入定思维法义, 以及审查根基。 如说法华时, 入无量益处三妹, 说班若时, 入等持王三妹, 说涅槃时, 入不动三妹。 华颜经七处八会中, 每一回均有别定, 即第一回入如来藏三妹, 乃至第八会入狮子奋训三妹。 海印三妹即此七处八会所依之总定。 海印者, 曰玉以利明, 即以大海风止波进, 水尘清石, 天边万象巨细无不映现海面, 辟欲佛陀之心中, 十浪不深, 湛然澄清, 至名至尽, 森罗万象一时映现, 三世一切之法皆兮秉然无不显。 华颜代经即依此定中所映现之万有而如实说, 故称此为海印定中同时秉现之说。 旧华颜经卷六弦首菩萨品, 大放等大吉经卷十五虚空葬菩萨品, 华颜经孔木张卷四, 华颜经探玄记卷四, 华颜五教张卷一批四千一百六十五。 海印三妹十一, 聚宗静陆卷十八载, 海印,玉之义, 三昧, 镇定之义。 海印三昧, 即从玉以利明, 义即以大海之沉迹不动, 应现万象, 比玉如来之至海, 清净湛然, 一切众生之心念, 跟玉, 皆应现于如来三昧至终。 海印三昧具有如下十一, 一, 为如来三昧法性平等, 离诸名相, 不佳功用, 而能显现一切诸相, 称为, 无心能献。 二, 为如来三昧随众生之心而献种种相, 此相如光如影, 了不可得, 称为, 献魔所献。 三, 为如来三昧于能献之至与所献之境, 皆为一念圆荣而十方谱印, 称为, 能献所献非宜。 四, 为如来三昧于能献之至与所献之境, 虽十方谱印不一, 然皆本于一念, 称为, 能献所献非宜。 五, 为如来三昧乃万法献于自心, 此为不来, 其身相于法界, 此为不去, 称为, 无去来。 六, 为如来三昧普遍包容, 无法不被, 众生之世界, 亦含荣而不离于一心, 称为, 广大。 七, 为如来三昧将一切世界设于一心中, 而不简别巨细, 皆能映现, 称为, 普现。 八, 为如来三昧于一切世界当念极限, 无前无后, 色相婉然, 称为, 顿线。 九, 为如来三昧于诸法相, 无有不限之时, 称为, 长线。 十, 为如来三昧既然不动, 然未顺应众生, 故于非应之中随感而应, 犹如明镜, 无心线物, 而对相极限, 称为, 非线线。 参阅, 海映三昧, 四千一百六十五, 批四千一百六十五。 海映四, 一位于福建金门泰武山, 又称泰武岩寺, 始建于宋朝贤纯年间, 明朝万历, 永历年间曾经二度重修, 明国三十八年, 一千九百四十九, 大陆沦陷之初, 曾遭共党阁海炮击, 致电与毁坏。 四十九年, 由国军将士赴建。 此四位金门佛教之信仰中心, 寺内藏有光绪年间所致大中义口。 六十三年, 副总统严家干曾提赠, 海映四, 之扁鹅。 二位于韩国庆上南道陕川俊家耶山, 牛头山。 为韩国佛教三大四之一。 因藏有高丽藏板墓, 故被称为韩国佛四之法宝。 创建于新罗埃庄王三年, 八百零二。 盖王九身背窗, 是直顺应, 立真二师入中国求法归国, 王一二师所教, 中的治愈。 王因是次填二千五百节, 并令二师建造此寺。 后王又遣人至堂的请回大藏经, 并建楼阁安治。 高历显宗二年, 一千零一十一, 赤命雕刻大藏经, 其板墓于高宗十九年, 一千两百三十二, 全部遭援兵焚会。 二十二年, 高宗为求佛力折服蒙古, 发愿在雕大藏经, 历经十五年始完工。 其全部板墓经藏于海映寺, 总计有八六五二五片金板, 即所谓之高历藏。 清康熙三十四年, 一千六百九十五, 至同治年间, 七次遭受火灾, 新罗, 高历时代之建筑, 一物昔归乌有。 为收藏大藏经板墓之舍幸免, 十系不可思议事。 全寺以大际光电为中心, 有珠塘, 珠门, 三重石塔等建筑。 金之迦兰, 多位同治年间所建者, 规模不如席时, 四僧一仅三百余人。 P4166 海岸国, 华盐经入法界品所说善才童子所参善之事五十三人中第三善驻比丘, 范斯, Proudyipa, 之驻处。 以该国位于滨海之地, 故称海岸国。 华盐经探旋记卷十八, P4167。 海底四宝, 巨星华盐经卷五十亿载, 海底有四种赤然光明大宝, 性极猛热, 能引缩有百川注入大海之无量大水, 致使大海无有增减, 以之比喻如来之大智慧海翼有四种大智慧宝, 巨足无量微得光明, 能令众生结爱欲之流, 破除于痴之暗, 四宝集, 一, 日葬光明大宝, 以之比喻如来有灭除一切散善波浪之大智慧宝, 以此宝之光明照处诸菩萨, 令其舍除一切散善波浪, 持心一静而助于三昧。 二, 离润光明大宝, 以之比喻如来有灭除一切法爱之大智慧宝, 以此宝之光明照处诸菩萨, 令其舍离三昧之执着, 而其广大之神通。 三, 火焰光光明大宝, 以之比喻如来有慧光普照之大智慧宝, 以此宝之光明照处诸菩萨, 令其舍离三昧之执着, 而助于大明之家公用行。 四, 禁无于光明大宝, 以之比喻如来有平等无边公用之大智慧宝, 以此宝之光明照处诸菩萨, 令其舍离大公用行, 并喜止一切之公用而入无于之境。 P4167 海明, 1597, 1666, 明代灵纪宗森, 又称通明, 是称破山祖师。 西蜀, 四川, 人, 俗姓简。 年十九出家, 从会法主听人言经, 然屡滋疑不绝, 岁出属东游, 驻于楚之破头山, 独居苦生数年。 一日, 于行走之际, 堕炎伤足, 夜半翻身痛惧, 顿有所省。 遂往参博山云门, 赴参天同蜜云原物于金塑, 积于香气, 得四起法。 崇祯二年, 1629, 出驻于嘉河, 浙江, 之东塔三年, 复印四川铜梁之寝, 立主节月, 大, 万丰, 中庆, 凤山, 七陵, 降福, 无济, 盘龙, 佛恩, 双贵等十余沙, 宣扬宗风。 明末乱起, 蜀川多变, 失智利化岛, 出入新会中, 回护群生, 获救者数以万亿。 清康熙五年世纪, 世寿七十, 法拉四十四, 有破山明禅师与陆十二卷形式, 五灯盐筒卷二十四, 五灯全书卷六十五, P4167, 海东有本县行录, 请参阅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海东高森传, 残本二卷。 高丽森觉训传于1215年, 收于大镇藏第五十册。 内容记载有关朝鲜高森之事迹。 全篇之组织不祥, 现存本为最初之二卷, 卷一标, 流通一之一, 卷二标, 流通一之二。 卷一首付流通篇总序, 论曰, 四位同卷之目次, 共列举顺道, 王明, 一渊, 坦史, 摩罗南陀, 阿道, 父载黑胡子, 元表, 玄章船, 法空, 法云等诸师之名, 四阶出诸师之船。 卷二出列举绝德, 父载名官, 智名, 父载谭玉, 元光, 安寒, 父载胡森, 汉森, 谭和, 安和, 阿里耶拔摩, 惠叶, 惠伦, 玄克, 父载玄兆, 王明二人, 玄游, 父载森哲, 玄大等诸师之名, 四季载以上诸师之船。 各传莫为多付, 赞约, 可知其编制系模仿我国梁高僧传之形式, 右卷二莫阿里耶拔摩以下诸人系转载唐代义境之大唐西欲求法高僧传, 为朝鲜最古之观传僧传。 朝鲜佛教通史上, 朝鲜禅教史, P4168。 海空至藏经, 凡石卷。 一周到世离心, 礼周到世方常传。 右座太上依成海空至藏经。 本经系尾座于唐代之道教经典。 内分食品, 采问答形式, 记载原始天尊及海空至藏真事所讲说之道教教理。 然考其内容, 系将佛教为十之阿赖耶拾及三性说融入道教之说法, 故其内容及形式皆深受佛教影响。 佑佛道二教于高宗显庆三年, 六百五十八至四年, 对于三性说展开一常论真, 故推定本经成书年代, 应于显庆四年之后。 P4168。 海门国, 华盐经入法界品善才童子所参五十三善之事中第二海云比丘, 范埃斯嘎拉, 梅哈, 之住处。 因此国近邻南海, 城门向海, 故称为海门国。 华盐经探旋记卷十八, P4168。 海青, 乃宽袍大袖之堂装, 为我国佛门资宿二众礼佛时所穿之衣, 又坐大袍, 细衣黄袍之行是稍加修改而成, 黄袍, 乃随代以后天子之袍服, 衣袖宽阔, 者之自在。 又将苏无中之地美将广袖之衣称为海青, 以森袍之秀广, 故袁颖其名, 称为海青。 此外, 丛林中卫, 海青, 之名, 乃取海茂之浩瀚生广, 能容万物, 取比波浪之飘逸洒脱, 自在无碍, 取其色泽之青出于蓝, 代代更甚, 亦在鼓力侧镜, 不同凡俗。 佛教传入中国, 由于气候, 国情及实际需要等种种关系, 原有之三衣不再适用, 令至小卦, 中卦, 长卦及大袍。 三衣仅于礼佛, 诵经或集会时, 批搭于大袍之外, 并依实际情况仅则一衣批搭。 现今之海青颜色有二, 亦为黑色, 乃一般资素二众礼佛时所穿, 以受戒者, 可与海青外加搭加沙, 为受戒者, 紧着海青, 不得批搭加沙。 亦为黄色, 唯一四支方丈或法会中之主法者所穿, 一般大众不得穿着。 小卦又称短卦, 及内者衣, 包括卦衣及卦裤。 中卦又称罗汉卦, 长至膝下小腿肚间, 坐物时穿之。 长卦又称长衫, 为僧众之长服, 仿唐装而于邪经部分加以歌节, 逢坠, 以表征福田, 百纳之矣。 P4168 海青寺阿玉王塔, 位于江苏连云市东南, 花果山下大村水库之兵。 建于北宋天盛四年, 1026。 为一座模仿楼阁式之砖塔, 共有八面九层, 高约35公尺。 塔内有回廊, 一至八层建八边形塔心砖柱, 柱上有半圆形佛堪四个。 第九层内五塔心柱和回廊, 闭上至砖造窦拱, 构成八角形枣井。 各层楼梯设于塔心柱内, 上下衔接交错而成。 塔砖内曾发现木骨残疾, 足镇建造之时以采用木骨结构。 清康熙七年, 1668, 7月, 山东潭城发生8.5级大地震, 连云损害颇大, 然此塔微然无损。 P4169。 海珠, 海底之宝珠。 欲难得之事。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大五四, 二零五下, 考其工也, 时至卫山之牢, 和其一烟, 时有海珠之润, P4169。 海仲, 急于丛林的一回众森之称。 又称大海仲, 清净大海仲。 任何姓氏种族出家皆称氏氏, 恰如百川入海, 便灭本名, 但有大海之名, 众森一味和和, 湛然而离差别相。 氏氏要揽卷下, P4169。 海云比丘, 泛名, Esqara, Mekot。 华严经入法界品所说善才童子所参善之事五十三人中之第二。 驻于海门国, 常治海岸官员起大海, 以及比海上人法庄严便不如云, 故从所观, 称为海云。 华严经探玄记卷十八, P4169。 海云菩萨, 为宝庄严土世界之菩萨, 乃海云经之法其重。 海云经, 全称海云菩萨所问静印法门经, 凡十八卷, 北宋为静等义。 此经系大方等大吉经第五分海会菩萨品之别义。 P4169。 海云菩萨所问静印法门经, 请参阅静印法门经。 海云菩萨法门经, 请参阅静印法门经。 海会, 亦禅宗为丛林僧众。 如百川之流入大海, 众僧会于丛林, 称为海会。 二位诸尊圣众之会聚。 以海比喻其德高, 恕众, 故称海会。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一, 大三六, 五下, 云被南斯之海会者, 以声广顾。 为普贤等众, 行德其佛, 恕广沙尘, 故称为海。 三总墓之名, 汲取海众同会一血之乙。 又称海会塔。 参阅, 海会塔, 4170, 批4169。 海会寺, 宜位于浙江航线, 为头子一清宣扬草洞宗风之所。 旧称十佛至四, 又称大臣十佛四。 系吴岳王所见, 北宋祥福, 1008, 1016, 年终改称, 积善海会寺。 后经数十年, 曹洞之宗风大衰, 锦衣云居道英之后系宝其命脉。 其后一清参业福山之法院, 并受其一, 于西宁六年, 1073, 入海会寺大阳禅风。 二位于山西阳城县东十五公里之大乔村。 创建于唐代甘宁元年, 894, 出名郭古院, 唐昭宗改名, 龙泉禅院, 经大定二十七年, 1187, 四僧宗又重修, 改称京明。 贝伊凡山, 面临大川。 佛殿, 经唐祭有六十余间。 寺内琉璃双塔对峙, 分别建于唐代末年, 明家近四十年, 1561。 三位于安徽同城县东约七十公里处置白云山中。 卫阳齐方会之法四白云手端, 1025-1072所开建。 清代康熙, 乾隆, 道光, 同志, 光绪年间均有修器。 经上存佛殿两壮, 与阁宣昂, 颇为壮观。 四前兵陵玉带河, 被依奉黄丰, 四又有响水牙, 飞拳盘旋, 四外竹林挺拔, 四内古松仓景。 大明一桶制卷十四, 大清一桶制卷七十六, 四位于江西庐山南路。 创建于明代万历四十六年, 一千六百一十八, 清代重修。 殿宇红厂, 雕梁画洞, 雄伟壮观。 寺内之珍藏保存完整, 有元代书法家赵子昂书写之妙法莲华经, 新月和尚首捐五百罗汉图踏本, 吉普超森已写书写成之华严经, 契经保存完善。 五级经台湾台南开元寺之旧称。 参阅, 开元寺, 五千两百九十九, 六位于台湾基隆八度。 民国四十年, 一千九百五十一, 由道元法师创建。 四名之游来, 盖取, 连池海会, 之乙。 专持净土法门, 并修奖四分律。 六十年, 创设能人佛学院。 后由住持人光主其事, 并扩建诸堂舍。 七位于台湾台北县新殿。 民国四十三年, 一千九百五十四, 十月由仆人法师开山创建。 曾陆续增建功德堂, 大殿, 灵塔, 山门, 摘堂等。 P四千一百六十九。 海会塔, 又称普通塔, 普通塔, 即众森纳谷之石塔。 海会者, 欲大海能广收重流。 其样式多座五轮塔, 前刻海会塔之文字, 后方有孔, 其上涉盖, 下部之石堪可随时纳谷。 禅陵森宝船卷三十黄龙佛寿清禅诗条, 禅陵象气间殿堂门, P四千一百七十。 海滴, 佛寿四玉之一。 又坐海滴玉。 为一切诸大海水, 若以滴计, 虽然浩大, 然有可属尽其滴数, 而佛之寿命, 无有边际, 不可计量, 远非海滴所能比。 金光明金卷一大一六, 三三六上, 一切诸水, 可知己滴, 无有能数, 是尊寿命。 参阅, 佛寿四玉, 两千七百四十四, P四千一百七十。 海状比丘, 泛名Esqara, Faha, 华盐经中善才童子 所参访五十三善知识之地六。 华盐经书卷五十五, P四千一百七十。 海状四, 为广东扬城, 广州, 八景之一。 相传其地位汉朝千秋寺之旧旨, 至清康熙十一年, 一千六百七十二, 尚可喜出资修建天王殿, 其七建大雄宝殿, 总督许尔显建二殿于后阁, 巡抚刘炳全则建山门, 全寺范围因而大阔。 寺内所知其花一目甚多, 其中之一株因爪树, 乃寺中珍贵植物之一。 另有怪石、明、太湖石、 石形奇异, 有云头与角、 与蒙虎回头两种姿势。 四大金刚, 则为本寺著名塑像, 每尊皆高达二公杖于, 气魄雄伟, 为不可多得之雕塑作品。 P四千一百七十一。 海德, 亦乃出现于过去无数节前之佛名。 于诸佛最初出世时, 海德佛曾为其师。 龙树之石柱皮婆沙论卷无异形品在, 过去无数节有佛号海德, 现在诸佛皆从彼发愿, 寿命无量, 光明照无极, 国土圣清净, 闻明定作佛, 所惧之佛得皆与弥陀佛之德相类。 另于大臣宝月同子问法经中所载之宝身佛, 历来学者亦是之与海德佛为同一佛。 日本净土真宗则以之与九远时臣之阿弥陀佛同一。 二海之美德 于海八德经中举出海之八种美德, 一,汪洋无涯, 二,海潮不迁其, 三,不容死臭, 四,有七宝珍珠, 五,五何巨入而无救鸣, 六,零与柱来亦无增减, 七,重于有巨生, 八,贤卫边中如一。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七亿载有海之八不思义, 新义华严经卷四十二则列有海之十德, 大略相同。 P4171 海会 1145, 今夕宗时代之禅僧。 机冠不祥。 诗又英明, 学不由诗, 竹汉之书过目承颂。 初有蒋寺, 穷达信项之学, 后入五台山, 坐禅十五年, 一日叹为大丈夫当已叫化众生味药, 遂走访燕京, 便立禅寺, 富有令明。 金黄统二年, 1142, 应道太子在上京会宁府, 松江阿城县南, 各建主, 楚庆寺, 一年将旨请诗为开山迪带, 迎瞻谭瑞相公养于寺内之机庆阁。 诗于黄统五年诗记, 诗受不详。 西宗于道平皇后, 清凤诗设立, 立塔五处, 特式, 佛觉又国大禅师。 佛祖历带通载卷二十, 世事基古略卷四, 大明高僧传卷七, 批四千一百七十一。 海潮因, 亦因之大者, 譬如海潮, 一般欲指佛菩萨优美之音声, 或指佛菩萨之印化。 大宝基经卷四十菩萨葬会, 大一一, 二三一下, 如来语言随限而转, 不可思议, 经当略说。 设例子, 如来语者亦解了语, 亦明时语, 不高大语, 中略, 梵天阴语, 海潮阴语, 云雷阴语, 中略, 随须空量语, 一切种妙成就语。 大佛顶首轮言经卷二, 大一九, 一一灵下, 佛心慈悲, 哀敏阿南极诸大众, 发海潮阴, 便告同会, 此系欲佛之音声如同海潮。 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大九, 五八上, 妙音, 观世音, 梵音, 海潮音, 圣彼世间音, 事故须常念, 念念物生疑, 观世音尽甚, 于苦恼死恶, 能为作医护, 此则欲观世音菩萨之应化。 上所隐三经, 大宝基经系说佛的百时语之义及海潮音语。 唐朝道先知法华经文具符正记卷十位, 所谓海潮音, 若有念者, 菩萨及应而不过时, 如潮之不过现。 明代亦如知法华经科著卷七, 万序四九, 二零五下, 称俗赵基, 若熟若托, 时节不差, 明海潮音, 此则表示对念观音者之应化, 时节不差, 如同海潮之无念, 不为其实, 与大悲之音声应时事机而说法相似。 梵文法华经之海潮音为 招拉, 达哈拉, 格尔士特, 招拉, 达哈拉, 系, 保持水者, 之义, 意志与云, 大阳, 格尔士特则为, 响, 之义。 藏义法华经中之海潮音为 Brog, 之Skra, Brog为雷鸣之义, Skra为响之义, 全聚集止, 雷之响生, 死与海潮音之义名不符。 二我国佛教界流行之梵被枪调的一种, 唱枪与流行于名, 台间之古山调不同。 三民国以来最著名之佛教杂志, 犹太虚, 蒋作兵, 陈元白, 黄宝仓等人所发起, 出名, 决设从书, 创刊于民国七年, 1918, 10月10日。 元属纪刊, 为研究及宣扬佛教之杂志。 发行五期之后, 于民国九年改纪刊为月刊, 并改名为, 海潮音, 亦为, 仁海思潮中之绝音。 以, 发扬大乘佛法真义, 应导现代人心正思, 为宗旨。 为民国五十年以前, 国内最受重视之佛教刊物。 该刊第一卷第一期之主编魏太虚大师, 其他历届编辑人员教助者有唐大员, 张化生, 法坊, 之锋, 福善等人。 民国三十七年, 由大型主编, 以战事之故, 携制台湾发行。 应顺曾为社长, 李子宽曾为发行人。 现任, 1988, 发行人为妙然。 设置设于台北善岛寺。 P4171, 海国, 华盐经入法界品中, 善才童子所参访五十三善之世中弥勒菩萨之驻国。 此国为南天竺, 临近海岸, 故称海国。 六十华盐经卷五十八, 大九, 七六七下, 于此南方, 有一国土, 明曰海。 华盐经探旋记卷二十, P4172。 海岛师时遇, 据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二载, 大海浩瀚无边, 需靠海岛师之导引, 方能顺流济世, 以知比喻菩萨于生死大海中作大导师, 令众生皆得远离显南俄去, 震入真空涅槃。 其始种善法为, 一, 菩萨了悟一切善法而精进勤修, 为诸佛, 原觉, 声闻及诸弟子之姓顺许可, 譬如海岛师的国王, 载辅及一切人民之姓许。 二, 菩萨以道横俱足, 而得一切声闻, 原觉及诸天, 人, 龙, 鬼, 叶叉, 甘踏婆等恭敬供养, 譬如海岛师的国王, 载辅及一切人民之恭敬供养。 三, 菩萨能于生死显南中, 为众生方便指示引导, 令其出一切烦恼恶道而得安稳, 譬如海岛师能于显南中, 为人做指引, 令其安稳。 四, 菩萨善巧方便, 为天, 人, 诸外道之一之处, 令其得出生死大海, 显南恶道, 譬如海岛师为诸孤陋困苦者之一之处。 五, 菩萨能为这生死之众生施设方便, 令其发菩提心以延续慧命, 譬如海岛师能供给有所需求之众生, 以祭其命。 六, 菩萨善被福至之资良, 以赦受众生发心行善, 离生死而至至成, 譬如海岛师善被资良, 令伤众得以出险而安稳至其他成义。 七, 菩萨广及诸佛无上最甚法宝之行, 令众生之善愿皆获得圆满, 譬如海岛师于随所之处, 广及财宝, 资生等器物, 以周济匮乏之人。 八, 菩萨于圣法之财, 广能积极, 希求进取之心无有焰足, 譬如海岛师于一切寄生之善财, 常生息取心而不自满。 九, 菩萨善自增益一切功德之法, 能以慈爱之语导引众生, 令其出苦海而至涅槃岸, 譬如海岛师安通水路之路, 能以慈爱之语设受伤众而为先导, 令其获利。 十, 菩萨了之一切法而至一切至成, 以至能破获显力, 成能防恶欲敌, 故此殊胜能力, 可引导众生至一切至成, 譬如海岛师具足大能力, 故能引导众生至彼成义。 P4172 海龙王女, 海龙王之女, 自保井, 智慧立根, 常与家业尊者问答大臣之身义, 佛陀称赞之, 受祭成佛。 海龙王精女保井受绝品, P4173 海龙王寺, 属日本真言律宗, 位于奈良法华寺之东侧, 即日本天皇居所之东北渝, 又称于寺, 邪寺。 天平三年, 731, 光明皇后将其父藤原不比之官邸改建位本寺, 至今仍存有召建时代之西经堂, 另有连仓时期之讲堂。 本寺寺宝有文书菩萨像, 十一面观音墓像, 圣武天皇帝成汉, 墓造四门赤鹅, 墓造五重塔, 卷本着色皮沙门天象等, 大多被列为日本国宝。 P4173, 海龙王金, 泛名S.Gara, N.G.A.R.G.A., P.R.O.P.C.C.H., 凡四卷, 西境竹法护义, 蜀方等部经典,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佛曾于王舍成灵旧山, 为海龙王说六度时得等菩萨之法, 又为燕居阿虚伦, 无焚龙王, 女宝景等分别迹, 宣誓女人及龙王, 阿修罗等皆的成佛。 全经分二十品, 东晋慧远长诵此经起语, 感据蛇之锐, 故而后多用于请语祈祷之时。 梁高森传卷六, 出三藏寄集集卷二, 开源氏教路卷二, P.4174。 海藏, 一辟欲佛之说法。 佛法大海无美丑之别, 亦不论友情, 非情, 一切尽包容其中, 故以海藏欲之。 八十华严经入法戒品, 二唐代森。 生平不祥。 继续高森传卷二十亿绝朗传载, 诗时性坚证, 宗养律学, 吕蒋四分, 少有传四。 武德初年至十大德, 以统筹管理森众, 诗在其中。 后不知所终。 三,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一千六百八十七, 清代森。 安徽合肥人, 俗姓孔。 康熙二十六年世纪, 世寿六十。 敲空仪响卷二, 批四千一百七十四。 海藏寺, 位于甘肃五威县城西北二公里处。 创建于静代, 经历代重修, 现存主要为清代所建牌楼, 山门, 大雄宝殿。 后院之凌军台高约二十公尺, 上有无量殿, 位名代建筑, 上存有成化二十三年, 一千四百八十七, 所立之, 重修古沙海藏禅寺, 劝原信观谈乐祭, 碑。 据传, 凌军台原为水中小岛, 四箭于台上, 故有, 海藏, 之称。 至清初, 祭善和尚主障木画, 步行至今, 请赐藏经, 修藏经格, 正式定名海藏寺。 四支牌楼前额书, 海藏禅林, 四字, 两旁绿柳一天, 相传每年夏秋之初, 有青烟鸟鸟上身未云。 四位五威重要景观, 古博参天, 清流环绕, 甚有佳趣。 P4174 海宝塔, 又称赫宝塔, 黑宝塔。 位于宁夏银川市北郊, 故俗称北塔。 据明代万历, 朔芳心智, 宰, 于五世纪初, 下国国王赫连伯伯曾重修黑宝塔。 清朝康熙五十一年, 一千七百一十二, 及乾隆四十三年, 一千七百七十八, 均因地震破坏再修。 塔高五十三点九公尺, 共十一层, 为砖砌楼阁式建筑。 塔成方形, 每边镇中设有券门, 并略向外突出。 塔之外形线条明朗, 层次丰富, 孤伦秀销, 其独特之艺术风格, 为我国塔中景建。 塔式位方形, 门东向, 内有四道拱旋通向四面。 空间以楼板铺阁, 荀木梯盘旋至第九层, 积木遥望, 微微鹤蓝山, 绵绵黄河水, 塞上江南景色尽收眼底。 P4174 乌游寺, 位于四川乐山县陵云山南方之乌游山上。 乌游山突出江冰, 形如犀牛, 故又称乌牛山。 山上古墓森森, 翠竹幽黄, 飞软蝶翠, 风景绝佳。 乌游寺原名镇绝寺, 创建于唐代, 北宋改经名。 金寺内天王殿, 弥勒殿, 如来殿, 大雄殿等, 系名, 青之建竹。 鸟游之别名, 李磊, 四支山门上提有, 磊底, 二字。 四中大殿公有千手观音像, 雕刻精致, 明文侠尔。 此外, 另有许多著名塑像, 五百罗汉之外, 以风波禅师与济公禅师像最著名。 两座塑像与真人大小相近, 姿态生动, 口角眉目之间由其传神。 四中有尔雅台, 相传系汉奸卫俊锅社人注视, 尔雅, 大之处。 P4174 乌星, 为大日经所说六十种望星之一, 即长存猜一具不知星象。 盖以乌鸟一念身重, 经不心强, 故欲知。 其对智之法, 需修安定无畏之星。 大日经卷一注星品, 大一八、三上、云和乌星。 为一切处经不思念。 大日经书卷二, P4175 乌藏纳国, 鸟藏纳, 泛名UDNA。 又作乌孙国, 乌常国, 乌常国, 乌禅国, 乌常国。 位于北印度建陀罗国北方之谷国名, 相当于京兴都库石山脉, Hindu Kush, 以南之丘陵地带。 东格信度河, 印度河, 与乌拉斯国及加斯弥罗国相对。 据大唐西玉记卷三所在, 其地周围五千余里, 山谷相属, 人民崇信大乘佛法, 有加兰一千四百余所, 僧徒万余人。 此国为释迦佛教化之地, 故有官知本身一迹颇多, 如阿波罗龙泉, 泛A波LA, 为佛陀降化厄龙处, 西罗山, 泛A波LA, 乃佛陀过去世修菩萨行时, 为闻伴计而舍身处。 其他如佛陀为闻正法, 以骨为笔, 以皮为纸, 书写点处, 为尸皮加亡时, 割肉为阴处, 为孔雀亡时, 为解成属之渴, 以口浊, 以求泉水处, 为磁力亡时, 四身血以四五叶差处等。 此外, 首府蒙接黎晨, 泛Mugali, 知西北千余里, 及达利罗川, 德欧附近, 阿育王之部教使墨田地加罗汉, 曾克弥勒菩萨像安置在此。 高森法显传, 开元式教路卷六, 参阅, 玉德言纳, 6980, P4175。 乌卡拉, 梵名阿特卡拉, 巴利名阿科拉, 阿科蒂, 又坐玉加罗。 据绿藏大品所在, 此集提位, 巴塔克萨, 婆利加, 巴巴拉, 二位商人经商之地, 比二人常于商旅归途中, 在佛陀加耶, 范巴佩格伊之地, 布施石密, 供养世尊, 为世尊最早知在家弟子。 乌卡拉, 依推定可能及止经奥利沙, 欧里沙, 地方。 P4175。 乌仪国, 范名阿克尼, 位于新疆之古国名, 又坐仪国, 乌齐国, 以南疆东北部之喀拉沙尔, Karashar, 为中心, 其东位高昌, 西语归姿卫林, 东近末年西行求法之志炎吉宝云等, 曾与此的初会法显, 汉卫两进南北朝佛教史, 汤永童, 第十二章, P4176。 乌旧驱邦, 禅宗公案明。 乌旧, 为唐代之禅僧, 乃马祖道义之法四。 驱邦, 毫无理由的邦达之义。 此公案以乌旧和义僧之问答, 来表示受化学人自在无碍之激进。 碧言录第七十五则, 大四八, 二零二中, 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旧, 乌旧问, 定州法道何四这里? 僧云, 不别, 就云, 若不别, 更转笔中去, 便打。 僧云, 棒头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 就云, 今日打着一个也, 又打三下, 僧便出去。 就云, 驱邦原来有人吃在, 僧转身云, 真奈少饼在和尚手里, 就云, 乳若药, 山僧回雨乳, 僧进钱夺就手中棒, 打就三下。 就云, 驱邦, 驱邦。 僧云, 有人吃在, 就云, 草草打着个汗, 僧便礼拜。 就云, 和尚却嫩魔去也, 僧大笑而出。 就云, 萧德嫩魔。 萧德嫩魔, 批四千一百七十六。 乌一寺, 位于金陵, 江苏江宁, 知佛寺。 旧摩罗时之门人慧瑞, 三百五十五, 四百三十九, 常入庐山随世慧远, 后至金师, 刘止于本寺, 讲说仲经, 大阳宗峰, 后于刘宋元家十六年, 四百三十九, 世纪。 又与慧瑞同时之会议, 三百七十二, 四百四十四, 意著本寺弘法, 并于元家二十一年世纪于此, 另有南齐弹迁, 三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二, 意常驻本寺。 梁高森船卷七惠瑞船, 惠义船, 卷十三弹迁船, 批四千一百七十六。 乌加罗国, 位四分绿卷九所举六种之一, 产于乌加罗国, 位中之上品。 余兰盆金书卷下, 批四千一百七十六。 乌沙斯, 泛名US, 又作乌舍斯, 意义为太白星, 乃贝陀之女神所化, 即印度婆罗门教, 印度教之黎明女神名, 系天父特尤斯之女, 太阳神苏利耶之母或妻子。 以光卫衣, 成光药灿烂之车, 美臣于东方出现, 象征驱逐恶魔与黑暗, 唤醒一切生物。 部分赞歌中称此神缩短人之生命, 反映出厌世思想之萌芽。 悬应应一卷二十二, 批四千一百七十六。 乌纳, 又作乌纳, 乌一, 乌, 乌耶, 乌乎。 表感叹之语词, 丛林中之对话多用之。 连灯会要卷二十三韶山环普章, 万序一三六, 四零七下, 尊问, 韶山路向什么处去, 师以手指云, 乌纳。 清暗暗处去, 批四千一百七十六。 乌波, 义己有, 反拔发。 三有之一, 二十五有之一。 即一切生死之果报, 一切之有漏法。 例如十二元起中之, 有之, 可招致未来果报之善恶也。 翻译明义即卷六, 大五四, 一一六四中, 鸟波, 或云萨遮, 此云有。 婆沙云, 有事何意? 为一切有漏法事。 佛言, 若业能令后生续生, 是名为友, 批四千一百七十七。 乌波提涅槃, 亦知有苦涅槃。 聚会愿因一卷下载, 三圣所得无于涅槃为离便亦生死, 故, 行苦, 相随, 有于涅槃及诸外道小圣所寄之之涅槃为离, 离三苦, 故皆属有苦涅槃。 会愿因一卷下, 大五四, 四四九中, 乌波, 此番位有, 提, 云苦也, 批四千一百七十七。 乌波南陀龙王, 八大龙王之一。 南陀龙王之地。 于密教中, 位于胎藏界曼陀罗外金刚不愿之西门及南门。 深沉肉色, 头有七舌, 右手直剑, 左手开展。 批四千一百七十七。 乌陀仪, 犯名于低音。 右坐幽陀仪, 乌陀仪, 亦佛弟子之名。 未出家前, 受尽犯王之拙, 为西达太子之学友, 奉侍太子, 以便才欲阻止太子舍家弃欲之念。 于佛陀臣道后, 乌陀仪及出家为佛弟子, 善于化岛民众。 增益阿含经卷三, 大二, 五五七上, 善能劝岛福度人民, 所谓幽陀仪比丘士。 长阿含卷十二字欢喜经, 二亦为佛弟子。 本名乌陀仪, 燃阴肤色及黑, 岁有加流陀仪, 范克洛云, 亦及黑乌陀仪, 之绰号。 据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七, 四分绿卷十四等之记载, 加流陀仪行恶多端, 曾于黑夜至一怀任之妇女家中起时, 其时漠然闪电, 妇人乍见电光中之乌陀仪, 经一位黑鬼, 害不堕胎。 以此因缘, 佛陀乃制定过五之后不准起时之境界。 四分绿卷二, 卷三, 卷五, 卷六, 立氏阿皮谈论卷一批四千一百七十七。 乌拉施国, 乌拉施, 泛名乌拉, 又作乌拉插国, 北印度之古国名, 位于加斯弥罗国之西, 即经哈扎拉, 哈萨拉, 之地。 巨大唐锡玉记卷三载, 其地山腹连接, 田愁狭隘, 气候温和, 事宜架色, 花果甚少。 无大军长, 隶属加斯弥罗国。 俗无礼义, 人性刚猛, 多行诡诈, 不信佛法。 都城之西南有苏独播, 高二百余尺, 旁有大臣之迦兰, 僧徒甚少, 然皆学大臣。 其都城即经之哈利谱, 哈萨拉伯。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二, P四千一百七十七。 乌伯, 又作瓦伯, 即木果。 其壮四木瓜而稍大, 芳香可口。 慧玲英译卷五十三, P四千一百七十七。 乌伯揪罗, 据可红英译卷十五之说, 乌伯揪罗乃半语平等无二之意, 后引申为僧众中决断争论者之职位。 十颂绿卷二十, 大二三, 一四五下, 若是乌伯揪罗不能如法, 如彼尼, 如佛教断世试者, 应更立乌伯揪罗, P四千一百七十七。 乌绿绿, 禅灵用语。 又作乌绿绿, 乌绿醋, 乌绿漆, 黑绿漆。 其义作黑漆漆。 常见于禅灵语录。 西岩路, 万序一二二, 一七七上, 主杖子, 姬布密, 通生乌绿绿, P四千一百七十八。 乌洛加沾潭, 梵雨鲁鲁鲁鲤梨。 又作幽陀加梭罗沾潭, 地皮乌罗加梭罗沾潭。 亦作蛇星潭, 为沾潭香木只一种。 会愿鹰一卷下载, 乌洛加本位西域蛇名, 其蛇常饭独热, 盘踞此香树, 以身绕之, 独热便骑, 应以为名。 又为此蛇罪毒,哲人必死,为此瞻谈能治,故以为名。 华言经探玄记卷二十,批四千一百七十八。 乌飞吐走,禅灵用语。 以飞乌语走吐比喻日月,乃至日月之运行。 从荣禄第八十三则,大四八,二八零下,陈平也,天盖的情,把定乾坤,运转也,乌飞吐走,卧旋造化。 P四千一百七十八。 乌巨婆童子,乌巨婆,泛名Yukupaga,又作幽丘婆丘童子。 魏蜜教不动明王之使者八大童子之第五。 此尊系由不动真言之归命剧中所衍生者,通常表不动之金刚波罗蜜,菩提心形, 其乌巨婆一词,乃含超越注释之矣。 此尊之形象,顶带五谷官,献报二之乡,身成金色,右手执金刚杵, 左手杰权印,立于岩上。 圣吾动尊八大童子密钥法品,参阅,八大金刚童子,两百七十二,P四千一百七十八。 乌纳家,范语Vagokka,又作玉池家,幽陀家。 义味水 北本涅槃金卷十三,惠陵阴一卷二十六,悬阴阴一卷二,P四千一百七十八。 乌宿图罩,位于随远归随市西北十公里之大青山南路。 由五座庙宇组成,其中庆园寺创建于明万历十一年,一千五百八十三,广寿寺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千六百九十堂寿寺建于康熙三十六年,法洗寺及众汉寺同建于雍正三年,一千七百二十五。 五座庙宇相邻,各有红墙环绕。 其中以法洗寺保存较完整,结构玲珑,工艺精巧而别具一格。 寺后为东西横更支照长城遗迹。 登陵长城远眺,视野广阔无济。 乌宿图,为蒙古语,多水,知译。 庙宇附近陵墓繁茂,春夏时节风景优美。 P4178 乌其地,咒明,此咒可除禅定之构,却仗道之罪,诸摩邪鬼西能灭之。 七佛所说神咒经卷一,P4178 乌张三黑礼寺,禅灵用语。 以,张三语理寺一般黑,知译,转位扁人之犯称。 P4178 乌眉,半熟之眉味黄色,熏至之则呈黑色,禅灵美用味药。 令于禅灵雨露,每以乌眉玉纸上存本形,然以异于本形之物。 如镜河上雨露卷下,大四八,一三陵下,一个乌眉四本形,蜘蛛结网打蜻蜓,蜻蜓落了两片翼, 看笑乌眉咬铁钉,P4179 乌焉成马,禅灵用语。 为乌,焉等字,于传写之间而讹成,马,字,隐身一事物于众人之间,免转相传,终师本译。 我国古燕亦有,书经三写,乌焉成马,之语。 禅灵中义美用词语讽刺语言文字于次帝相传间之俄悟性。 P4179 乌图国,乌图,泛名ORA 东印度之谷国名,其地相当于金之奥利沙,ORSSA,美辈物为乌常国。 据大唐锡玉记卷石所在,其地气候温暑,风俗广烈,人貌魁梧,颇为好学,读性佛法,有迦兰百余所,僧徒万余人,皆习大臣教法。 其国东南境领海滨,有哲利亚罗城,周二十余里,未入海商人,远方旅客往来之要道。 其陈坚郡,多诸其宝。 国之西南境有康渡山,范Kendigiri,与北方之幽陀耶山,范Uda Yagiri,家国道而相对。 山中多石窟,同属其纳教遗迹,开凿年代为西元前二世纪请。 玄奘西游时,其国佛教圣行,唐德宗真元十一年,七百九十五, 乌图国王清笔书写范本四十华言经上贡唐事。 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解说西域记,东南印度诸国研究,P4179。 乌色逆沙最圣尊,为密教中,一切如来乌色逆沙最圣总持法门之本尊。 乌色逆沙,佛顶之矣。 人若供养此尊及送其陀罗尼,可长寿安乐,得无量力。 一切如来乌色逆沙最圣总持经一卷,法天意,详说此种功德。 又聚该精彩,此尊身有千光,坐莲花月轮上,面如满月,三面三目八臂,右面成善香,金色,左面愤怒香,丽芽,青莲花色,正面圆满,白色。 右第一手当心,直结魔储,第二手直莲花,花上有无量寿佛,第三手直剑,第四手结诗愿印。 左第一手做金刚拳,直锁,拇指竖起,第二手直弓,第三手结无味印,第四手直宝平。 顶带宝塔,锦上有,鞍,字,心上有,阿,字,鹅上有,欧,字,旗上有,驱,字,族上有,气里,字。 P4179 巫鼠僧,粉刺末法时代之堕落僧吕。 右座鸟鼠僧,巫鼠,即蝙蝠。 蝙蝠虽能飞行,然欺于洞穴而非欺于树上,故意于鸟类,其外形虽酷似鼠类,然又非鼠鼠类,故以之比喻末法时代之僧吕,未必等僧行堕落,非僧非俗,犹如蝙蝠之似鸟飞鸟,似鼠非鼠。 禅家规见,万序一一二,四六零下,莫法比丘有多班名字,或巫鼠僧,或雅阳僧,或突居士,或地狱子,或被夹杀贼,P4179。 乌图墨罗树,为形状四只子之树木。 密教中,修其羽之法时,以此木为护摩木。 大陀罗尼墨法中一字星咒经,P4180。 乌魔妃,乌魔,范明安。 原为古印度婆罗门教神妃派索特崇。 又称杜尔家,范德克,雪山神女,范皮瑞瓦特。 印度神话中,乌魔妃具有大神威力,常受诸天之请,击退阿修罗天,而显现石壁,乱法,成狮子, 解手,杀阿修罗王等诸形象。 后于密教中,不具习时之神威力,仅被列为外金刚愿之以尊。 为摩西守罗天,大字在天,知妃,皮纳叶叉之母,位于胎藏界曼图罗外金刚不愿之西方,大字在天之左侧。 右手曲拳,左手执三古脊,成黑阳,与大字在天同出。 于大教王金卷九,卷十所在,金刚萨朵降伏大字在天时,献愤怒之乡,左足践踏大字在天,右足则赋于乌魔妃上。 大日金卷四秘印品,金刚鼎于家将三世级深秘门,P4180。 乌魔鬼,乌魔,泛名阿姆阿,右足幽魔妥鬼。 或为最鬼,或为十金鬼。 涅槃金书卷七,惠灵音一卷二十六,P4180。 乌书沙摩冥王,乌书沙摩,泛名阿克摩。 右足乌除沙摩冥王,乌除色摩冥王。 意意味不洁净,除慧焚烧,慧恶。 为密交与禅宗寺院中所安置的愤怒尊之一。 又称慧姬金刚,受处金刚,火头金刚,不敬金刚,侧神。 即北方杰摩不知教令伦生。 与金刚夜叉,意味不空成就如来之教令伦生,有同体一体之论。 同体之说,则以乌书沙摩冥王为五大冥王之一。 其本的令有释迦,普贤,不动,金刚手等一说。 此尊具有转步敬畏清净之德,故佛教界置于侧中祭祀。 此尊以身敬大悲,不必慧处,以大威光,犹如猛火,烧除众生烦恼望见分别构敬生灭之心,故意称除慧金刚。 其行成愤怒香,由珠毛孔流出火焰,四臂聚足,右手直剑,下手持锁,左手持棒,下手持三骨叉,一一气障皆起火焰,若聚陀罗尼及金卷九所在,则非愤怒之行,四臂之气障亦有别。 此外,于金所在,更有一行。 乌书色魔明王金卷上,苏锡的杰罗金卷中,冷言金卷五,P4180。 乌书沙魔变成男子法,以乌书沙魔明王为本尊,而祈求生出男子之法。 乌书沙魔明王细密教之愤怒尊,以除病、智慧、调福为其本事。 此一修法,日本之台密多用于妇女临盆代产之时。 P4181 乌坝坝罗华华 乌坝坝罗,梭坝罗,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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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其为引花植物,人眼难见其花,故生种种一说,牵强附会,以为此树开花则有特别之锐印,故有,锐印华,之称。 又诸经论中,每以乌坛婆罗华比喻之佛出世之难得。 长阿含金卷一,三卷本大班涅槃金卷中,玄印英卷二十一,批四千一百八十一。 乌头子,溢于禅林中,只积风锐利之禅者。 二无准师范禅师之自称 无准参业蒙安,问答之间,大显激进,蒙安岁以,乌头子之称平之,其时,无准尚未蒙替,一头乌法,十人岁由上纪因缘而称以,乌头子,其后无准意义之自称。 参阅,金山佛剑,四千一百零三,批四千一百八十一。 乌头汤,以乌头煮沸之汤。 本日,草纲木卷时期,十一月播种,春月生苗。 其精类也爱而泽,其业类的麻而厚。 其花子,伴黄蕊,长包而圆。 忠略,其出种之小者为乌头,父乌头而傍身者为父子。 于密教中,修香于礼童女法时,于二家公养中所使用者。 批四千一百八十一。 批四千一。 感谢观看